人生短暂,起来小说里作作 甲瓶蛙长篇小说《赞作》今天开始播出 播讲丁香姐 一 一瓦西京城 杭州有个山寺挂着一幅门帘 南南北网有多少人茫茫 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 坐下坐肾,喝茶呀 天下便到处都有了茶庄 西京城里也就开着一家 名字叫赞作 2016年这一年 一个叫伊瓦的俄罗斯女子 总感觉着她又一次到了西京 好像已经初春 雾霾却还是笼罩了整个城市 其实啊,这里在五年前就有了雾霾 只是轻微,谁也没当回事 常常黑云在城南的秦岭上空移动 人们还细眩 哟,背景的雾霾也跟咱们飘些来了 飘过来的紧薄薄如一层沙 很快就消散了 而现在空气里多是烟色 还有些乳色和褐色 出若明蒙 见耳冲涩 远近不知山前 好像有妖魅藏着 路面难以分辨班马线 车辆似乎沉沦 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全失去重量 漂浮着 恍惚不定 但大街小巷里 依然是人多 那么多的人呀 如果地球是一座山吧 勾勾叉叉就会有些动物 这条沟里是些大动物 比如狮子呀 老虎呀 熊呀 那条沙里有些小动物 炎羊 欢 狐狸和刺猬 还有些沟沙里有水潭 生存了丑陋的鱼 还有些沟沙里 则是奇奇怪怪的鸟类 中国人或许都是鸟类 树木庞大 飞起来折天蔽日 落下来占据全部枝头 兴奋又慌张 彼此呼应 言语嘈杂 任何言语一旦嘈杂了 便失去了节奏 成为一种烦销 感觉是成千上万个口齿 同时磕洞瓜子 是满世界的文营都聚来了 翁然为雷 伊瓦就是被这种烦销 过醒的 一推开窗子 天刚刚亮 似乎还有半片残云寡白着 拥挤的人群便全在雾霾的街道上混乱不堪 场面诡异而恐怖 门口有了咳嗽声 房东大妈进来 提着一网兜的韭菜 西葫芦 馅腸 馅腸 剩辣子和葱 还有一纸盒鸡蛋 昨晚到来 已经是深夜 大妈埋怨 怎么不提前通知呢 否则会做了糊烂饼等着的 糊烂饼是一种煎饼 因在面糊糊里加了韭菜末 西葫芦 露丝 鸡蛋和剁碎的馅辣子 做出来比一般的煎饼可口得多 伊瓦就爱吃这个 她感激着大妈还记得她好吃这个 顺嘴说了 那明天吃吧 没想大妈竟就买回了食材 大妈说 哎哟 咱不得多睡一会儿呢 伊瓦赶紧去接了网兜和鸡蛋盒 还提大妈拍了拍后背说 你这么躁就起了猜唱 也不躁 街上人都慢了 这么大地乌霾里还那么多人呀 人死奏虫嘛 伊瓦笑了一下又看着窗外 就在想 人为什么就那么爱走动 都走动着去干什么呢 空气这样不好 街道上熙熙攘攘这么多人 该是行走着饥饿的酒囊饭袋 或是一个个散发着热量和污浊气味的火炉子 垃圾桶 大妈在问 传犯了 你要起那个沾桌茶壮吗 伊瓦说着自己的尔脸却有些发烫了 这不也和街道上的人一样吗 他们还都是一个城市的 城东的要去城西 城西的要去城东 城南的要去城北 城北的要去城南 而自己偏就从圣彼得堡来到西京 来了住在旧城内 又要去取湖新区 岂不也再增加街道的拥挤度呀 伊瓦确实和街道上的人没有区别 在西京留学的五年里 自以为已经是西京人了 能叫得出所有街巷的名字 比如黄城路 汉阳路 府右街 公院街 书院街 朱雀街 玄武路 东市 西市 探市馅 唐方馅 短立门 在维维尔坛 这座城市中国十三个王朝的古都时 脸色胀红 鼻梁上的雀斑都明显可见 更习惯了这里的风物和习俗 以及人的性格 气质 衣着 饮食 就连学到的中文普通话中 都夹杂了浓重的西京方言 当学业完成回到圣彼得堡的五年里 母亲去世 与那个男朋友又分了手 从此多少个夜晚 她都是梦里走在了 只有这个城市才有的 井字形的街巷里 在城墙头上放风筝 听见了 沉中木骨 或者坐在夜市的小摊位上 吃炒面和烤肉 来一对洋宝 她会对着摊主大声地说 依然是生硬的方言 在中木魁魁下 将那两颗羊卵子咬嚼得嘴角流油 或者就挤身在城河沿岸的人厨中 看资勒般唱琴枪 那些精瘦又失了胭脂的男人和女人 唱起来如同吼叫 嘴大张着能塞进一个拳头 每当她又一次梦见散步于街头 发现了一支空塑料水瓶 就捡起来放进垃圾桶里 路边新栽的一棵桂树倾斜了 立即走进福正 还用力地踩了踩树根的土 醒来才意识到 她对于西京的感情 是的 西京是意外的第二故乡了 回圣彼得堡是回 回西京也是回 来来往往都是回家 吃把饭从房东家的楼上下来 院子里那张石桌上 竟然有了紫藤架 枝叶纠结了那么一大堆 以至于从架子的四面垂下来 像是挂着了帘子 伊瓦曾经在那张石桌上读过书 每每都有一只猫就跑过来 卧在一旁 猫还在吗 这念头刚一起 传来的却是长长的叫唤 生死历劫 痛苦凄凉 伊瓦一扭头 门房的老头举了扫帚跑过去 他的肚子更大了 山子紧身 又是没有对齐扭扣 伊瓦说 他也好 他好像是哼了一下 扫帚就磕打腾棚 立声骂 娇 娇 打白天的你娇撒蠢 骂臂 似乎才反应过来 伊瓦已经出了小区大门 物质咕噜 哦 死伊瓦吗 猫又在车棚顶上再一次生患了 中国人爱狗 却不怎么喜欢猫 所有的狗都在人家里重养 猫就在每个居民小区的院子里流浪 他们的求爱也是那么凄苦 被人讨厌着 不可容忍 小区外的长条木椅上 坐着六七位年长的妇女 身边是大包小袋的肉和蔬菜 脚疼了吧 差不多都是一条腿 放在另一条腿上 低头用手捏脚 他们是小区里的住户 伊瓦叫不上名 但全脸熟 那个胖老太太 是住在和房东同一个单元里的第一层房间 她提了豆腐和芹菜 还有鱼 是大头粘鱼 可能在菜场才抛过了 从鱼尾往下还滴着腥红血水 鸡也是宰过的 没有毛 头灌仍在 脚爪却僵硬 戳破了塑料袋而伸出来 伊瓦跟她打了招呼 她竟然说 哈喽 今天四星期天了 不 明天四 哦 难怪卖这么多东西 伊瓦笑了 她也笑了 浑身的肉在颤着 这些老太太平日都是老两口过活 省吃俭用 在菜场买一把葱 货比三家 讨价还价 末了要把买的葱剥了老皮 掐掉毛根 临走还要多拿人家一割打算 可周末了 能多买些东西就多买些东西 当晚电话打给居住在城里各处的儿女们 要他们明日一早全都回来吃饭 星期天是小区院最和睦而热闹的 待天黑前 儿女们又往各自的住处去了 他们收拾着桌椅板凳洗刷了锅盆完斩 然后坐下来浑身酸痛 痛并快乐着 书接上回 暂坐继续 小区院给过伊瓦许多温暖 但她也不习惯这里的种种习气 正是与这些人生活得太近了 伊瓦才在后来结识了暂坐茶庄和暂坐茶庄里的海若 上下班高峰时候的伊瓦也是搭不上出租车 只好随着人流 徒步走过旧城的南大街 再是出了城门洞 再是顺着忽城河沿的大道往东又往南 天上的太阳已经出来 正在两座高楼中间的顶空 能看到轮廓 没有光芒 成了猴子的屁股 成了腿伤裹着的纱布上一团渗血 仍然是车多人愁 前进缓慢 伊瓦被挤在了路边 站着歇气 而车辆经过将雾霾冲破成一片一片的 伸手去抓 没有抓到 不免有些烦躁 把心平静下来吧 尽量地把烦躁转化为另一种的欣赏 伊瓦便觉得街道是江河 雾霾如同白浪在汹涌不定 而自己行走就是立体游泳了 于是游游泳再有了想象 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都是一样的闻 水里的鱼若跳出来到空中 那该是鸟 鸟在空中飞着又钻进水里 那又该是鱼了 但是在街道朝南的第三个钉字路口 发生了交通事故 前面的一辆车突然停下 后面的一辆车就追了尾 双方的司机在争吵 不良位等你撒个仨车吗 你会开车不 你车也流氓呀 碰我车屁股 啊呸 本吃跟瞎里耍流氓 行人立即拥过来一堆 中国人最喜欢围观 幸灾乐祸 交通就这样被堵塞了 他们在雾霾里腾挪跳跃 有戴口罩的 又把口罩挂在了下巴上 一边咳嗽着一边叫嚷 少怂嘞 这是大的丝嘛 大呀大呀 警察 警察吹着哨子急速地跑过来了 一晚离开 亏得她是熟悉路径的 就是学进一条小巷 小巷里汽车是少了些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却多 奇迹又绝对高超 后座上坐着人或宰着麻包和木箱 在人群中钻来拐去 不断发出呼啸声和沙闸声 美美就要撞上人和车了 却就没有撞上 伊瓦在露台上走 总觉得有人在跟随 就听着两个人在说话 这娘们儿腿这么长 租路不大碗 四抹得起该吗 额头搞跳着漂亮 可多大的绝呀 我还死司令得骂吧 哎 有钱了 咱也吃口羊夜食 说低声点 不让人家听见 哎 不怕不怕 老外挺不动中国话 伊瓦回过头来说 咱说撒 两个头发又长又乱的男人 衣服上满是油漆斑点 可能是乡下进城打工的 都吓住了 哎呦一声撒腿就跑 经过一家小酒店 好像是刚刚举行过开张仪式 停息了锣鼓和鞭炮 而踩门旁边的音箱里 还在响着摇滚乐 往来的人踢踏着一地的泡涨皮 红色的纸屑起落不定 雾霾里便有了花叶飘零的景象 斜对面的另一家 猴记乔麦面馆 坐满了食客 一边吃着 一边看着伊瓦走过 店里的老板娘 端一盆干水出来说 孝行把我面条喂到鼻子上 将干水往路边下水井口倒 井口上趴满了苍蝇 轰得起飞 落在了路过人的脸上 用手擀 擀了又来 若急若离 便埋怨 哎哎 搬家窝藏蝇惯住吗 老板娘说 他不姓猴吗 哎 顾城就是这样 对喽 西井寺顾城 这藏蝇就是从 汉塘一路哈来的吗 好多人在笑了 伊瓦不觉得好笑 有一个老者也没有笑 老者低着头 只是往前走 紧随身后的是他的狗 这狗的五官 与老者的五官很近似 但狗的个头矮 不能仰头看到高处 只盯着老者的板布鞋 欢快地换动腿脚 在过去的五年里 伊瓦在这个城市 见过很多这样的老者 他们像貌轻渠 表情庄严 曾经是政府官员 或者是教授 银行家 工程师 一旦退休了 日渐身体衰败 寂寞孤独 再热闹的地方 他们的出现 也如同封出来的树叶一样 遭到无视 现在 老者站在路灯杆前 看贴在上面的小广告 发掘了秘方治糖尿病 和前列腺的联系电话 还怕号码记不住 掏出笔来记 狗就跑出去撒尿 可能嫌来往的人多气味容易散 会忘记他所经过的地盘 便在一棵树下撒了 又到一个砖台前撒 撒完了跑过来 却紧随着另一个人穿过巷口 那人也穿着板布鞋 一辆摩托车闪电般过来 那人急速躲过了 狗没躲过 被撞在空中 然后跌在路中间 老者抄完了电话号码 回头才发现没见了狗 四处张望 这时候 终于听到 狗在路中间的惨叫 开始刮风了 风是亮亮呛呛来的 迷失了方向 树上的叶子 扁花花鼓掌 鼓着鼓着 好多叶子自己就掉下去了 而雾霾也逐渐稀薄 公园栅栏外的木椅上 跳跃着几只麻雀 颜色深灰 小得像石头袋一样 而同时 天上有了飞机 可能是出于心理上的极度 人们欣然地望着麻雀 却没有注意飞机 即便往天上看了一眼 看到的也是 飞机远去的影子 越来越小 或者视而不见 这是曲狐心区的 芙蓉路中段 伊瓦已经站在了那里 高楼林立 店铺临次制笔 其中突出了一座商厦 商厦的一至六层 是大型购物厂 摆满了并不高档 却是这个城市最时尚的服装 鞋帽 鞋帽 包厢 化妆品和各类家电 第七层是影院 歌厅 酒吧 咖啡屋 八层到十二层 则集中了全省各地的小吃 羊肉泡 葫芦头 棒棒肉 油塔 瓷巴 米皮 肉夹馍 新的精英模式 是商厦开张以来 每日顾客接踵而至 三分之一来买东西 三分之一来吃喝 三分之一不为买东西 也不为吃喝 就是慢慢眼 从商厦往右边去 五栋星状的住宅楼 每栋都是三十层 楼后有一个市场 早晨还不到五点 古董摊就摆得到处都是 来淘宝捡漏的人也是非常多 一到七点便突然消失 所以叫做露水市 也称鬼市 而往左边去 便是公园的西头 其实不该称之为公园 一片面积狭长的树林子 没有杂木 清一色的油松 又围了栅栏 不允许人进入 树商上吊死这三四只风筝 也无法取下来 倒是栅栏后边 有了新纸的樱树 几十棵一盘过去 树叶交结 花鸟对雨 红的花 白的花 黄的花 生香不断 转过来 就是个小光场 靠着栅栏有个木椅 木椅上坐着从鬼市逛后回来的人 他们或许什么都没有逃到 失去了侥幸 神情沮丧 思谋着该回家去呢 还是上商煞吃点什么 而望着前面不远处的那栋两层小楼 目光茫然 后来竟打起盹了 磁蜘蛇永远对木头 泥块 只泻不起作用 它吸引的是那些钉子 锣帽 钢丝 一瓦就盯着小楼 目不转睛 心眼忽忽地跳起来 这曾经是星状楼盘的工程项目展示中心啊 楼盘销售后 二层坐着小区物业办的储仓 一层出租给客户 开了两家店铺 两年之内 两家店铺全转让了 合二为一就成了茶庄 五年了 小楼的外墙仍然是涂刷着褶红颜色 膝头二层窗下的那个风箱还在 甚至台阶上的丝盆玫瑰 依旧左右对称地摆放着 只是店面扩大了 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 门头的牌匾换做了绿点金字 赞做的一笔一画都格外醒目 风好像又大了些 一瓦用手拢着飞扬的头发 想起了在书上读过的一句话 拨着水之风 风着空之波 一辆皮卡就停在茶庄门外 有人在搬东西 铁架子 木条子 梯子 七桶 灰盆 塑料板 还有装着装块沙子的竹框和麻包 他们闷不作声 出出进进 突然光的一响 门里就尖追追地喊着 把啥撞坏了 谁把啥撞坏了 接着就跳出来一个穿绿挂子的女子 是小棠 小棠人丰满多了 过西的店服把屁股包裹得滚圆结实 怀里抱了一大捆花草 搬东西的人说 没撞着啥 是垃圾袋破了 掉下来那只烧坏的壶 坏壶是吊在了台阶上 小棠看着用脚踢了一下 踢到了车轮前 他要把那一大捆花草往车上扔说 把这也捎走 皮卡车上的人说 这些香日葵和伞里红还耗着了呀 蔫了 小棠往车上扔的时候 一条腿踮起来 另一条腿就斜在空中 车上的人说 哎呦慢点慢点 包把你也扔上来了 小棠笑着望了一眼广场 在广场靠着街道的拐角处 是间报刊停 亭边站着一个人 他拧身走上台阶 一盆玫瑰正开了花 又转过头来 看着报刊停 瞬间哇哇叫道 一哇啊一哇 就这样 两个人手脚滑腊着往一起跑 没有经过广场 而是从广场左边的停车场斜插过去 在那里抱住了蹦打 后来就倒靠在一辆小车旁 没想 车窗却摇下来 里边竟然还坐着司机 三人发炯 同时嘎嘎大笑 进了茶庄 里边的布局变了样 迎面靠墙的条岸上 不再是财神像 而是供奉了那个叫陆宇的茶组 似乎多了几个柜价 有的摆满了各种茶盒 有的是茶罐 茶杯 茶碗 茶钟 原先在门里 左手边的收银台 移到了西北角 同时增加了冰柜和包装机 还多了两个圆桌 而东北角还是那个隔间 没有了布帘 换成了推拉门 门开着 能看到里面的灶台 煤气瓶 烧水壶和一面小棍 小棍旁坐着个老太太 形容枯瘦 挽起了一条裤腿 双手在膝盖上揉搓 抬头看了一眼 倒把门推拉上了 靠着隔间竟然多了个楼梯 直接通往二层去 楼梯下藏着一个厕所 对着楼梯 右手的一张方桌前 坐着一个穿夹克的中年人 可能是买茶的 却在逗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拿着一只黄色的布狗 往前一戳一戳说 娘娘娘 店员还都是老人手 小苏子在里边的桌前 摊着茶叶分茧茶梗 专注得像是在绣花 她还是那么好的头发 头发就扑洒在面前 用手往后聊一下 头一低又扑洒前来 变头并没抬 双手把头发挽起来 挽成一个小左在头顶 样子倒像是个兵马俑 小方好像比以前高了 侧身站在西边柜台前装茶袋 小珍则高高地站在凳子上 往一盘柜架上摆茶饼 已经摆上几十个茶饼了 茶饼的包纸上都写了名 盲肺 莽枝 西规 班章 蛮砖 义武正山 她还在咕弄着说 求这字 我咋就写得这么好呢 伊瓦的到来 是所有人都停下了活计 爆发了欢呼 伊瓦也是和每一个店员都拥抱了 从双肩包里取出唇膏发散 小唐他们倒也不拒绝 当下掏出小镜子就各自涂抹 唇膏的种类不同 涂抹过的口唇也各种颜色 便相互打趣儿嬉闹 连买茶的那个男的都说 这得似西娶我戳了一竹杆 伊瓦再拿出巧克力来送 也给了那男孩一盒 小苏小珍说 这怎么吃呀 才吐了口红 却还是第一时间 张大了嘴 把巧克力放到尺后 再抿了嘴咀嚼 伊瓦问 海贱你 她也称呼海若为海姐 尾音上扬 倒显得亲密好听 小唐翘着舌头说 海贱一早出去搬丝了 快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吧 你悬我 方言说的不对倒咧 普通花子私生 喜景花子又平省和泽省 最后一字要瞎追 伊瓦不好意思了 耸耸肩 做了个鬼脸 小唐说 美人做鬼脸才最丑咧 却仰头喊 张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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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闭了没 二层楼梯口有人应道 好嘞 小唐拉伊瓦上了楼梯 张嫂也拿着拖把 从楼梯上下来 给伊瓦一个表情说 我气壶茶呀 好 这是老板的朋友 气丹葱 上到二层和一层一样的大通间 东西各摆有柜子 桌子 椅子 几案 全是崭新的仿明式家具 上面放置了玉壶 梅瓶 瓷盘 古琴 如意 玛瑙 珊瑚 利松石和各类形态不一的插花 靠北一长岸上 附作着一尊汉白玉石佛像 高肉计 宽额 大眼横长 双手重叠与胸前 做缠定印 佛像前的香炉里 三只檀香才燃过半 烟柱直直上升 约摸一米处却软了 形成一团乱丝 而靠南的是一张罗汉床 上面堆了几罗书册和一个法郎盒 盒里十几个方格 满是串好的或还没串好的手链 七色彩绳卷和珠子 珠子有珍珠的 菩提的 水晶的 紫檀的 玉石的 光色充满 宝气淋漓 伊瓦微笑着 他熟悉这些佛像 瓷平 如意 古琴 以及那个法郎盒 先前都是在一层布置着 现在倒摆在了二层 伊瓦说 哗 圣一号 边边就口掌了 海姐说这里才不卖茶呢 不卖茶 那是海若给自己开辟个独自清净的空间 那海若也真是会享受呀 伊瓦就站在罗汉床前 欣赏起墙上的画 任何民族都喜欢把大自然中的东西 变样来装饰自己的房间 比如一浪地毯 那是草原 意大利的石板 那是海洋 中国水墨画 直接就是山水梨木 鱼虫花鸟 现在西京城里的房间里 人们习惯着挂一幅画 或者水墨画 或者油画 这里竟然是壁画 四面墙全是壁画 西墙窗子的两侧 分别绘制一尊 立于妇联座上的立室 身体粗短 大眼圆征 黑发束于头顶 带象圈 上身及双腿弹裸 妇联座扁平 其连细径 花瓣窄长 均为纵向 高低参差 北墙分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东西两端是山林 林中忽隐忽现着虎 鹿 狐狸 狐狸 锦尾鸟 第二部分是东端山林内侧的门历 和一棵与门历齐高的树 树枝叶茂盛 上有云朵 门历树季代官 上身外批纳当 内着阔袖长衫 下身穿宽腰长裤 手之一刀 第三部分是处于两端山林之间 靠西为一座华丽的蛇丽塔 塔插自下而上 由方形两层叠色须弥座 五层半状边缘滑盖 桃形火焰魔尼宝珠组成 靠东 家夫而坐 释迦牟尼 下边握两只锐兽 左边站立两尊菩萨 右边站立两尊菩萨 释迦牟尼的背光圈外 两边三层都是飞天 第一层左右两个飞天身子 平行 一昧扶起 一手下垂 一手捧着花盘 第二层左右两个飞天 身子呈波浪形 飘带上叶 双手将花盘拱举头上 第三层则是左右两个飞天 相向而握 双脚外侧 双手大于身前 飘带在各自头上呈光环状 再往下 是十个僧人一字排开 体态较小 手持莲花 外批双领下垂式袈裟 东墙以小窗分南北两部分 北部北侧为轮廓简约的山林 南侧有蹲距或行走或奔跑状的大象 盘羊 兔 猴子 旁边有一跪于绳床的僧人 鱼一粒子僧人 绳床较高 床右围一根纵向细长镜莲花 下面竖直镜平 小喇叭口 书镜高圈足 柜子僧人 微侧面南 栗子僧人 立于床前 床级山林动物之间 有云朵纹和太阳纹 太阳以白彩涂满 那一黑彩会一面南展翅翘尾侧立 小剑影式三足鸟 南部又是山林 中间围一高台 高台屋顶歇山式 正脊和垂脊端头 装饰胡尖状 吃吻 上方可见县惠的圆形月亮 内有蝉雏 南壁自东向西 分成四组 全以连续山林为背景 会有贵子僧人 奔跑的狮子 俯瞰的鹰笋 引导人 手持一刀的门力 引导人上身微前倾 四座行走状 身穿宽大的胶韧阔袖袍 袍服 手持短壶镜莲花 伊瓦看得入神 不觉双手合十 静默了半天 张嫂断了一壶茶上来 小唐从柜子里取出两个茶杯 举着一个说 你瞧瞧 还是这个北斗七星杯 海姐一直还给你留着呢 这是一支手绘的小慈杯 当年从景德镇 浸购了一批茶器 拆开包后 却发现碰坏了三支杯子 小唐要退回去再换新的 海若却找了小炉匠 将三支杯子 锯了小小的银钉补好 一个杯子锯了三颗 一个杯子锯了四颗 还有一个锯了七颗 形状倒像是北斗七星 过去的年代生活贫困 在瓷器上锯钉 是一种寒沉 现在在瓷器上能锯钉 则显得高骨和美观 就像漂亮的姑娘 偏要在光洁的脸上 化妆出一个质来 伊瓦喜欢 海若就说 那这算你的专用杯了 伊瓦没想到五年了 北斗七星杯还给他保留着 他能干绝个回来 你肯定回来 伊瓦一时感动 身子犹如顶了一颗露珠的草 轻轻颤抖起来 小唐陪着喝过三杯 伊瓦清出汗来 脸上红是红 白是白 才拢了拢头发 楼梯上有了脚步 两人都停了呗 小唐说 回来了 伊瓦还未起身 一个声音就先上来 啊 活佛没到 伊瓦倒先来了 接着海若就冒出头 站在了楼梯口 一身降色长衫 黑裤黑皮鞋 胸前还挂着那块白玉 耳朵上还是那双翡翠坠子 只是长发剪成了短发 显得比先前还瘦了一些 伊瓦才要张口 海若却大声说 肯定是昨天就到的西京 你不先给我打个电话 伊瓦一下子变小变弱 扑过去抱住了海若 她比海若高 却把头埋在海若怀里 阴阴哭开了 小唐便悄然退下楼去 海若摸着伊瓦头发 金黄色的如海藻一般 再捧起脸来说 让我看看 是胖了还是瘦了 伊瓦拐着嘴说 你看 你看嘛 没有变化 昨天几时到的 晚上金地成 晚上那些破旧和肮脏的东西都隐藏了 辉煌灯火里是不是觉得都是时尚和繁华呀 我像刀造上气来 确实这么大的雾霾 雾霾是大 喉咙肯定会不舒服的 出门就戴上口罩 要多喝水 有润喉片吗 从口袋掏润喉片 伊瓦按住了她的手说 得我想给你送了一片 打开包 取出一件俄罗斯披肩 一件老银货手镯 最后取出了一件套娃 海若说 啊 这个好 拿着套娃 提起一套是一个女人 再提起一套 还是一个女人 连提了四套 呀呀 一个女人变成五个女人 这就是你嘛 妻子 母亲 擦老伴 举司 中介妹里搭介搭 我没丈夫嘛 给谁当妻子 伊瓦吃了一惊 有些不好意思 也不再问原因 啊 对不住了 害见 这有啥对不起的 我还有个角色 就是有个洋妞妹子嘛 这次怎么就想着回西京了 笑你了呗 海若瞧着伊瓦 伊瓦的嘴翘翘的 像是花瓣说 哎呦 会说巧话了 就此看看你们嘛 如果可能了 也给你学学买茶 将来在生币的报 也开个茶状 好嘛好嘛 我才收拾了这二层房间 你就来上班吧 我给你开工资 这案件 当然是真的 伊瓦就在海若脸上 吻了一下 海若说 你觉得这房间 布置得还可以吧 这都相似个佛堂 四弟 就是要做佛堂的 以前总是去 吴老板那儿的佛堂礼佛 吴老板联系了一个 西藏活佛要来 答应让我也接待几天 我就租了这二层的房间 佛佛要来了 就住在这里 佛佛走了 我心烦了 也可以在这里独处 再是 那些姊妹来 总不能在一层待着 他们影响营业 营业也影响他们兴致 在这儿怎么闹腾 就怎么闹腾了 你那十姊妹 那子见过三四哥 这次我可以全认识了 说了一阵话 衣瓦局的男儿 有什么在想 像是铜丝在颤 海若说 那是风鸣 那个风响 还有样风吗 你看到一层 隔肩里的老太太吗 她泪风湿 腿一直疼 两三天得来 捉风遮膝盖的 扭头去喊小针 小针上来 嘴唇涂得血红 笑着 牙齿也染红了 上班来 把嘴抹得那么厌 衣瓦送了唇膏 我试了试 从抽纸盒 往处抽了纸要擦 抹了就别擦了 衣瓦都知道 给你们送礼物的 你们给衣瓦又送什么了 今时中午 我请衣瓦吃饭 商沙大楼上 有家老鲁蒸面的 衣瓦肯定没吃过 这老鲁蒸面 你可是说要请我的呀 一个月没见你落实过 这次和衣瓦一起请 衣瓦只是笑 海若说 衣瓦明日就在茶庄上班 你要多帮着她 是吗 我要收个养徒弟了 衣瓦就是拱了手说 师父 小珍早揽了衣瓦的腰 还要衣瓦再叫一声师父 大声叫 让楼下一层的人都听见 海若说 别把衣瓦也带得油墙滑掉啊 小珍拉了衣瓦下楼 小珍说 都听见了吧 小唐看着她 小苏小芳说 外边风在吹哨子 衣瓦明日就到茶庄上班 海姐让我带着她 衣瓦 你给大伙说 是不是 四 大家多饱寒 衣瓦 你把那个圆凳拿来 让我歇歇 这脚筋咋真疼的 圆凳还没拿来 小唐就说 衣瓦是咱员工了 小珍你取一份十三条 好 让她先学习学习 小珍撅了一下嘴 但还是去抽屉取了一张速封的纸给了衣瓦 小苏笑了一下 但没出声 低头只剪茶梗 衣瓦看着速封纸 上面写着十三条 一 饮食节制 二 言语审慎 三 行事有章 四 坚毅果敢 五 上见助人 六 吸食勤奋 七 真诚可信 八 正直不阿 九 中庸适度 十 居处整洁 十一 内心宁静 十二 节欲养神 十三 谦逊待人 衣瓦说 哇 这死瘦贼还死妹德 是美德十三条 还借读书摘下来的 做了员工守则 衣瓦吐了舌头 海若从楼上下来 换了一件蓝色长衫 肩膀上搭了 伊瓦送的俄罗斯披肩 让小芳装一桶绿茶 小芳说 给谁的 路易可 小芳装好茶 给小唐说 寄上路易可 按计白茶一桶 一千元 小唐取了寄账本要寄 海若说 这是我送她的 不借了 咱是做小生意的 你总是送这个送那个的 那么多人忙活一天的利润就没了 都是姊妹们 人家要买的从来都是掏钱买 送是送的事吗 让她尝尝这心道的茶 小苏又是抿嘴笑 小唐说 你笑啥 没笑啥 那个买茶的男的 站在架子前看茶具 缺下一只银胡来 问小苏 这啥家 小苏朝小唐弄弄嘴 这得问二老板 两万零五百五十元 真先要 给你打折 两万零五百吧 这么贵呀 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从日本进口的 纯银 再便宜行了 卖一个 旁边的那个铁胡便宜 五百三十元 男的就放下银胡 提了买的茶出了店 小唐到低声给小苏说 他是瞧你漂亮搭讪的 哪里肯买糊 谁是二老板的 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二老板吗 你看看阿姨好了没 还要遮的话 就去再弄几只风来 自己倒撇了海若一眼 海若装着没听见 和伊瓦说话 伊瓦说 海剑 你这十三条 那可做不到呀 做不到就做不到 你是临时员工 又是外国人 那你又要出气呀 我有个急事 得去见陆伊可 一会儿就回来 小珍还请咱俩 去吃老陆蒸面来 小方就叫起来 诶 请老板吃饭 我可不是贿赂老板呀 你们都不请伊瓦吃饭 我请的 只是让老板做个陪 我哭呀 我这老板当得不如伊瓦 大家就笑都说 那我们都要做陪 行吗行吗 十三条第一条 就是饮食节制 只要想成大胖子 咱都去 陆伊克 我见过 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 老板没让你去 你咋就要去呀 我明天才是员工来 师傅 海若笑 你不累呀 不累 海若就拿了茶桶 和伊瓦出了门 店外风还在吹着 已经看不清了雾霾 难得看见街道对面 一切都清凉 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上人 门在河上 向两只手坐了个一 就开走了 但停车场上 管理员又和一个司机在捣嘴 管理员穿着蓝色制服 总是皱皱巴巴 头发慌乱 没有个威严 常常指定了停车点 而停车人不听指挥 或停了车 不肯交停车费 就争吵起来 争吵又不能赢 便对那些路过的石荒人 横加指责 对在书刊亭边摆地摊的人 野蛮敢撵 凶恶重骂 佩佩地吐唾沫 海若就把他叫过来 劝他不要吐唾沫 当心逆风 也不要对那些可怜人示威 你是管理员 不是赢拍子吗 莫了看着他嘴唇干裂 腰里挂着杯子空着 让去茶店装一杯茶水 海若领伊娃朝那辆红色的风田走去 他在感慨着石下的中国 风是最好的东西 北京的雾霾 虽然比西京严重得多 可北京有大风呀 大风一来雾霾就没了 自古以来都说西京风水宝地 风水讲究的是 背山 面水 向阳 避风 正是这避风坑害了西京 伊娃听着 倒戏谑这风水理论该修改了 就听到有人在喊海老板 停车场的右边冒出一个人 身子滚圆 光头粗薄 一轻一轻地跑过来 伊娃眯了眼说 瞧这炮的秧子 香狗还是香熊 那就是狗熊 两人就笑着 等那人跑近了 才严肃起来 海若并不认识来人 来人说 我是张淮 重浪公司的 西京不靠海 冲浪 给你说吧 搞拆迁的 商商那里原来的村子 就是我们拆迁的 你不认识我了 对不起 来茶庄的人多 我是爷念初的表弟 上次开车送他来店里 还认识你们 种子梅中的好几个来 哦 你这发型变了吗 张淮黑黑地笑着骚头 头上出现几道红印子 海若说 我出去办个事 你今天喝茶吧 你们店里不是只卖茶 不卖茶水吗 对外不卖茶水 念初的表弟来了 还不给喝 不喝了 风盈托我来烧个话 碰着你就给你说了吧 哦 昨天在朱雀路碰着了冯盈 她好像很急 要我烧化到茶庄 说是有个叫义光的 欠着她十五万元 她又借给 叫应什么厚的二十万元 英力厚 对 是英力厚 冯盈说让义光 直接给英力厚十五万 剩下的五万 她让她妹妹再给英力厚 海若却一下子变了脸说 你昨天见到了冯盈 对啊 昨天上午呀 这怎么可能 冯盈是天前随士书画家代表团去了菲律宾 不会这么快就回来 就是回来了 她不来茶庄去让你烧画 你见的是不是冯盈啊 是冯盈呀 她烧成灰我也认的 呸 话难听 张怀一愣 忙说 我老家的话 比喻 比喻 意思是强调认得的 冯盈左塞上有个字 穿的是白西服 浅花裙子 是不是她 她走时是穿的白西服浅花裙子 她说的人和事对不对 人名都对 账的事我不清楚啊 反正我把话烧到了 却偷眼看伊娃说 这老外脸白得像蒸馍呀 那用蒸馍形容脸白的 张怀还要伸出手来摸 海若用茶叶桶打了一下说 脏手 赶走了 伊娃问 冯盈四塞 冯盈 英丽后 也念出 都是我们姊妹伙的 冯盈喜欢画画 插桩二层上的壁画 就是她介绍的画家来画的 两人坐上车了 海若就给冯盈拨手机 手机没开 说 这怎么回事 她见的不是冯盈吧 可说的又像是真的 一阵子风从鹰树那里悬着过来 花瓣如银片一般洒在空中 汽车从停车场网出开 后视镜竟然都看不清些 这情景使伊娃想起了一个成语 弥天大谎 但她看了看海若 没有说出口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做做 甲瓶蛙长篇小说 赞作正在播出 播讲丁香姐 第三章 路易可 西涝里 旧城的西涝里 还是棚户区 街道B站 房屋老朽 各种电线 被梳成一捆 如黑蟒一样 穿过那排法国梧桐树 这些法国梧桐 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直过来的 原本可以高大成才 但是为了电线通畅 中间的枝骨 从几十年前 就被无数次的砍伐 树桩越来越咯咯哒哒 两边的枝骨 也变七扭八歪 丑陋不堪 只有向到北头的空地上 孤零零地竖着一栋楼 楼前有个喷水池 却没有水 池子里落着厚厚的尘土 旁边倒是栽了几种健身器材 两个人双手挂在单杠上 一动不动 像是在吊死 一个人则将脊梁 不停地撞篮球架的铁柱子 动 动 一只鸽子飞来要歇脚 又飞走了 有了二胡响 寻声寻去 有人就坐在远处的砖垒子上 低着头 看不清眉眼 把被风中得来的音调 变成了一种哀伤 可能是常在那里拉 也没听中 海若说 路易克的能力广告公司 就在楼的十三层 海若和伊瓦要上楼的时候 电梯门开着 脚箱开得老高 两个浑身有雾的工人 堆在下边悄悄答答 问 电梯坏了吗 并没有回答 再问 还要等多长时间啊 两个工人依然没有应声 眼睛翻着看他们 白都黑上 海若拉了伊瓦 就出了楼道 仰头朝楼上望 一时数不清 十三层楼的窗户 伊瓦说 这里环境不好 这楼上有住户家 也有公司 人是杂 海若拨通了手机 手机里传来路易可声 真是邪了 刚想到你 你就来电话了 再来有心灵感应啊 别自作多情 路易可就咯咯笑说 在哪儿 在你楼下呢 快上来啊 我才买了一箱拉飞 电梯坏了 一小时前 我回来还好着呀 怎么就坏了 嘿嘿 过去文武官员 既然皇上都要下马的 你要见我也不容易嘛 那就举了屁股爬楼吧 啊呸 你给我下来 我跑了一上午了 高跟鞋把脚都磨破了 别废话 下来 伊瓦一直偷着笑 说 咱死寻她来的 你让她下来就下来 我强势了 诗强势 海若就笑了说 姊妹里 她和我最铁 用不着客气 你见过家里人见面 还握手吗 果然一会儿 一股香气 路易可一瘸一搏地 从门道里出来了 穿着牛仔裤 白衬衣 脖子上挂着一块玉 脸上涂着抹粉着 大眉毛画得太夸张了 长得要插入鬓角 伊瓦先叫了一声 哎哟 用底撒牌子 真像啊 路易可说 体像 丁京见是伊瓦 哇的就上来拥抱了 问是什么时候来席京的 第一回到她的公司来了 却遗憾没能上去 海若笑她 瞧你这桩画的 别吓着伊瓦 是不是 平日不化妆 也不会化妆 可上午去市政府 总得导致一下嘛 人家局长还说漂亮嘞 海若撇着嘴说 局长是老头吧 老头看女人 能有不漂亮的 不是 是新上任的柳局长 年龄刚过了四十 凡是赞美花的 都是想着 能把花从枝头掐下来 她没掐着我 倒是我把她拿下了 哦 批了几个广告牌 就一个 在机场路上的 耶 就一个广告牌 倒买一箱的拉菲 这已经不容易了 广告牌 竟然说起来了 为招商之前 给你茶妆 先做一个 免费的 茶妆用得着吗 我只做回头客的生意 路易可 给伊瓦瞇一眼说 人和人不一样吧 伊瓦指示笑 那不上公司了 我请你们吃饭吧 前面西门里 有家叫虾糖的馆子 不是来向你要吃饭的 说着 把路易可拉到了一边 伊瓦支去 拿了手机 去拍那个拉尔胡的人 健身的已经走了 篮球架下 却坐着了一个老太太 不远处 还坐了一个老太太 带着个孩子 从口袋掏核桃砸了 把核桃仁 喂进孩子嘴里 再捏了孩子鼻子说 姓 姓别 鼻涕捏下来 甩在地上 那个老太太 就挪身过去搭讪 好像在相互问起 哪里人 儿子在什么部门上班 把你从乡下接来住的吗 或是 女儿进城打工了 你来给带孙子的 孩子一边嚼着核桃仁 一边不安分 从奶奶的兜里掏出核桃 自己也要砸 可砸偏了 核桃竟在地上跳跃 咕噜噜滚到伊瓦的脚下 伊瓦想 这核桃 直到自己被砸 还这么快了 还若对路易可说 我托你办的事呢 怕是只顾自己的生意 把事丢到脑后了吧 我能不晓得个轻重缓急 公司年轻小伙几十个 我先征询意见 愿意现血脚板的 只有三个 也该是夏兹华病要好呀 经检查 三个人中 就还真有一个符合标准的 小伙性高 蛮帅的 这是治病了 哪在乎帅不帅 夏兹华吃菜 讲究菜要长得好的 吃鱼讲究鱼也要长得好的 小刚如果太丑 我还不愿意的 已经谈妥了 就看几时去医院 谈了什么价 就给六千吧 他在公司工资是三千 这抵住两个月的 这钱我来掏 我让你掏 大家翻摊 表达个心意嘛 小高是哪里人 陕南山区的 来城里打工了三年 却换了四个公司 来我公司后 早晨上班总是迟到 大家意见很大 提议辞退他 我问了情况 才知道他爱诗歌创作 夜里都在写 但写了又发表不了 仍痴心不敢 这倒令我感动 才把他留下来 没想到 在这事儿上起了大作用 真是要感谢他 这样吧 在你那儿都干室外活 也不合适他 让到茶庄来上班 我给他四千 既然爱写作 早晨可以迟来一小时 还能有机会 接触一光老师吗 说完了话 海若就打电话 一会儿给一个人 说薛小板的事 已经弄好了 没想到一切顺利 都是天意吧 病该好了 接着又给 另外一个人打电话 好像是让告诉那医生 又好像是医院里 调换单间病房 需要给院长说说 还若就有些急 声音高了起来 拉二胡的人还在拉 声音像扯聚 像在聚天空 伊瓦不拍照了 进前说 大爷 你能停滞吗 那边在打电话 中央底电话 你这样拉二胡 会映像别人 拉二胡的人 手没有停 拿眼睛瞪着 那说的不对吗 你还瞪啊 路易克过来 把伊瓦拉走了说 那不是瞪 你没发现他 一只眼睛是假眼球吗 伊瓦还有些生气 过了一会儿 问路易克 是海界的 假人兵了吗 不是 是我们的一个小姊妹 叫夏字花的 你认识不 你们中姊妹 我只知道三四哥 叫夏字花的 不认识 兵的厉害吗 是 挺厉害的 是白血病 人已经躺下起不来了 医院要给他输血小板 但肯献血小板的人很少 得病人家属去想办法 夏字花就只有老娘和一个孩子 老娘严重地风湿腿 孩子才两三岁 他们怎么想办法 伊瓦唏嘘了半天 倒想起在茶庄见到的老太太和小男孩 便问夏字花的老娘 是不是白头发 孩子很皮 一对招风儿 诶 你知道啊 早上 我看见他们在茶庄 只要在茶庄见过 肯定就是 老太太得了个偏方 每过三四天 就去那儿用风来遮腿的 哦 我就疑惑 茶庄再还要风的 城里是不允许养风的 夏字花为了给她娘治病 特意去街道办申报了的 但要求风箱必须架在高处 茶庄原来是两个店铺 两边的店铺就是夏字花的烟酒店 风箱也就架在楼二层的窗下 后来海姐接了两个店铺 变为茶庄 风箱便一直还保留在那里 路易可说着便叹息起来说 嗨 本该是夏字花要伺候她娘的 如今倒是她娘拖着病身子 来照顾她和她的孩子 可怜的 此可怜 那孩子的爸爸呢 路易可却不说话了 一晚愣了 以为是孩子的爸爸去世了 或是夏字花离了婚 就说 是不是恶数来不该说的话 这倒没啥 只是我没见过孩子她爸爸 夏字花从来没提起过 我也是不会问的 说着 看着衣娃笑了一下说 或许海姐知道吧 衣娃闭着嘴嗨了嗨 也就转了话头 说路易可脚上的平底鞋好看 第三章 路易可 西涝里 继续播出 任何人有了手机 手机就是了上帝 是神 被控制着 也甘愿 被控制着 海若就一直在打电话 他没打一个电话 开头都声调很高 似乎在训斥 接着就声音软下来 步子夺来夺去 后来转起圈子了 向乡下的牛 在推石墨 牛推石墨 怕牛晕 得用黑不蒙的牛的眼 海若是转得久了 便举了头望天 伊瓦和路易可 在等着 伊瓦说 他咋有那么多的电话 可能再请求 给下次花调整一个单间的病房吧 求人还那么强势的 你不知道 他老是给我分配活 即便要让我给他帮忙 他也是先把我震住了 然后才说事的 大前天 茶庄急需几个劳力 要我派几个工人去 他给我打电话 开口就是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是我生意比你做得好 还是我漂亮 你嫉妒了 我说没呀没呀 你生意就是比我做得好 你就是漂亮 他说 那我的微信 你为什么不点赞 十天了 你也不来茶庄 我说你的微信 我还没顾得看来 今天还想着就去茶庄呀 他说 你现在就来 来是带上四个工人 伊瓦说 那你带了工人去来 去了呀 不去好像我理亏似的 两人就笑起来 海若还打着电话 拿眼睛往这边看 好像电话要结束呀 却又停在那一行冬青前 一边继续打电话 另一只手 就有一搭没一搭地 掐冬青叶子 电话打了三分钟 一只条上的叶子 全掐光了 伊瓦便走过去说 冬青疼了 海若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掐叶子 电话也终于打完了 长长许口气 却指着路易可说 你和伊瓦说我坏话了 说了 说你应该把手机砸了 砸你个头 扔过来的 却是他从口袋 掏出来的茶叶桶 路易可接住说 送我的 对 白茶 要送白茶 就送白牡丹茶饼嘛 熬茶饼加点盐 味道才好嘞 不肯要了就拿过来 见海若伸手来夺 路易可在怀里抱得紧紧的 招呼着去西门里的 虾糖店 去吃虾 海若说 你还真要给伊瓦接风呀 要吃就去家大酒店 把大伙都叫上 吃大餐以后有的是时间 今日你二位到我这儿了 咱还是吃虾 因为去虾糖店路不远 那里又不好停车 三人就步行着去 经过一条横向 两边墙上有白灰化成的圈 圈里都写着个钗字 而那些大杂院没有了大门 里边除了几间砖墙几瓦的正房外 冲塞了高低宽窄的棚屋 棚屋有的是水泥抹的顶 有的是塑料板搭成 还有油毛粘的 上面压着木条和石块 屋棚下堆积了各种东西 三轮车 自行车 砖垒子 作废的门框 旧电视机 大小不一的桃盆里长着激光花 蓝草 仙人球 伊娃往里看的时候 院子里有人也往出看 伊娃就把目光避开了 一到一棵并不粗地柿树上去 想象着到了冬天 树梢上还有一棵柿子 那是留给乌鸦的 路易克说 海姐 这些大杂院都有门堆 上面雕刻着各种图案 谁要是拍照出了一本图册 那也是一份城市历史的记录 海若画到口边 手机又响了 但立即黑了屏说 没电了 把你手机给我 路易克给了手机 海若快步向前 去回播了通话 伊娃说 这是要拆呀 对 拆呀 夜改拆了 回头望了望远处那栋高楼 路易克估摸到了伊娃的意思说 伊娃伊娃 你听不听一个故事 是关于这里的 听呀 吸尔拱听 调皮的还真搓了搓耳朵 路易克就说起来 那可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就在那棵柿树下 围着一堆人 有一位姑娘 本来是路过的 她才没有兴趣 凑过去看热闹 却这时有声音说 你来呀 来呀 声音好像是从人堆里发出的 声音又挺怪怪的 她就顺脚前去 人堆中原来坐着一个修鞋匠正给人修鞋 修鞋匠头低着 嘴里嘟嘟囊囊 当把一只鞋定好了掌子 往身边的木箱上放时 抬起了头来 那一瞬间 她看了她 她也看了她 她就惊住了 父亲 是父亲 那是往脑后竖的发型呀 因为额不宽 头发又浓密 只能往脑后竖着才好看的 而且是大鼻子 结筒型的那种 嘴唇很厚 两脚还稍稍下垂 这就是父亲啊 年轻时的父亲 这样的形象 一直在她的记忆中 她没有叫出声来 还是看她 她好像也知道 她看她是她的父亲 又伸手把木箱上的鞋拿起来 重新放好 脸还是痒着 意思是让她再看看 然后才低下头 去修另一只鞋 她的父亲 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啊 但她就是她的父亲 难道这世上 有和年轻时的父亲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或者是再生人 是父亲的又一世 也三十多岁了 姑娘退出人堆 回到所住的宾馆 一个半天和一个整夜 脑子里都在想这事 不管是酷似还是再生人 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她 虽然当时她没有说话 她也没有说话 可她脸上的神色 分明是她和她 有着关系的表情吗 姑娘想着 她必是固定地 在那里休息 她还要去看她 但她奇怪地 连并了三天 等到三天后去了那里 她再也没有来了 她越发相信 那是父亲来招视她做什么 于是就留在了这个城市 买下了 这个街区的房子 伊娃听着这个离奇的故事 浑身都站立了 睁大眼睛看着陆怡可说 啊 那个姑娘呢 那个姑娘是谁 就是我 陆姐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个故事呢 她让我害怕 也太赏干 你不是疑惑我 怎么就住在溪涝里吗 伊娃一下子抱住了路易可 脑袋搭在她的肩上 脸像烤着了一样烫 海若在前边回过头了 看着路易可和伊娃 路易可和伊娃就分开来 但海若并没有说什么 还是在接听电话 接听电话着 海若就高了声 向其宇 向其宇 你不要给我狡辩 接着却在柔和地 叮咛这样 又叮咛那样说 记住了没有 你给我重复一遍 路易可敲声说 向其宇怎么了 向其宇是谁 夜市你们自门话的 路易可恩了一下 却说 我原籍是武汉 一岁时母亲就死了 是父亲把我带大的 高中二年级 青春叛逆期 一心要摆脱父亲 辍学就到社会上做生意 去过北京 上海 也去过深圳成多 一直漂泊不定 来西京旅游时 经历了那件事 才定居下来 生意也顺当 有了自己的公司 后来就结识了海姐 走到西门里 那里有一个大的广场 广场南投的三角地带 大多是些饭馆 门面都小 招牌却非常大 其中就有一个是虾糖 海若吩咐路易可 你去给咱订包间点菜 我和伊娃 到前面那间一品店转一下 那个小店铺的 能有啥入眼的东西 上个月我去转过 有一件台湾来的狼鱼 我给伊老师提说了 他有兴趣 我拍个照片了 让他再看看 路易可撇了撇嘴说 那你们往快点啊 菜点好了 给伊娃打电话 伊娃把手机号码 告诉了路易可 蹦蹦跳跳地跟着海若去了 赞座第三章继续播出 进了一品店 店老板和一个人在说话 给他们点了一下头后 话又继续着 说得好像是关于西京的地理和风的走向 这么大的城市 竟然没留出风通道 风不顺畅 雾霾能不弥漫吗 说着说着就不满是政府了 专家们是规划了三条大的风通道 只建成了一条 在建另外两条石 是香港的房地产商人 看中了风通道上的地盘 市政府便以发展经济为由 把风通道的规划否定了 骂他 他们在骂 城市发展 已经使一代农民气离子散了 再还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吗 海若到处找也没找到那件狼鱼 问店老板 回答是昨天卖了 问还有没有 回答那是稀罕物件 只收到一件 哪会有第二件 海若十分遗憾 出了店 伊瓦说 校店老板 到惹种一轮征负地丝 是啊 凉粉摊上也常有人 为联合国的什么决议 争得面红耳赤的嘞 这个城市里人又屈 经济不好的城市饭馆多 混得艰难的男人 关心政治吗 男人 女人就不关心政治 海若正了一下说 在中国啥能没政治 自个儿一笑 伊瓦也笑了 伊瓦说 伊瓶爹 自摸摸鱼了 不是吃的 幼木磕的鱼 挂在寺庙走廊里 来香客了 香客一敲嘟嘟响 店里的和尚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 敲目鱼 而不思敲顾呢 海若到一时回答不上来了 接到路易可的电话 海若和伊瓦进了饭馆 上楼行十一号包尖 一推门里面倒有一个男的 大高个儿 小脑袋 头发油腻 却在后脑勺输了个小辫 一身白色的中式宽腿裤和对筋挂 都是土织布 皱皱巴巴的 海若 满满门 拉闭了 往前又走 伊瓦说 那人撒大半 不是画家就是音乐家吧 他们觉得这是艺术法 脏兮兮的 但身后门却开了 路易可说 是这儿 是这儿 路易可旁边就站着那个男人 我以为进错包间了 我刚才在洗手间 这是范博生先生 是书画研究会的 和易老师说 和冯莹也说 我还是在冯莹家见过一面 正好在店里碰着 就一块儿吃饭吧 范博生说 不好意思 听说海若女士也来吃饭 我也想结识结识 海若女士果然精若天人啊 这话怕不适合你的嘴巴 范先生笑了笑 一嘴的黑牙 是美女 大美女 我能有路易可美吗 能有这俄罗斯的伊瓦美吗 都是美女 你更有骨相美 海若摆了摆手 想起冯莹了说 你和冯莹说 冯莹去菲律宾了 你知道不 那个访问团 就是我参与组织的 本来我也去的 老娘突然生病住院了 才未成行 访问团还没回来吧 没回来呀 他们原计划 要多待些日子的 胡说的 我没有打狂语啊 哦 我不是说你 我想到别的事了 说吧 请范先生入座 并安排了伊瓦挨着范先生坐 伊瓦出去了一下 回来却坐在了海若和路易可中间 这下糖还真是有名了 范先生也来吃呀 哦 我也是第一回 伊光老师 托我来这儿看看前面一品店的 一件木克狼鱼的 可人家已经出售了 风到饭口 过来吃饭就碰上了路易可 海若笑了说 我也是给伊老师去看看的 算他与狼鱼没缘 啥都有个缘分 上月五号 浙江来了个大老板 喜欢收藏 我特意推荐伊老师的书画作品 人家也同意一次买二十张书法 我给伊老师打电话 他竟然去陕北高原采风了 肉片子送到嘴边 巴搭又掉到地上了 你倒是给他拉生意呀 我每年让他赚个五百万吧 我认识的企业家多 咱世上的书画家 我差不多都给拉过 那书画家回赠你的作品就多了 我是不少 但我一张都不卖 一束作品嘛 越往后越有价值 急着变现 肉家就成萝卜家了 海若觉得有些热 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 又到洗手间去补妆 衣袜也跟进来 海若说 我们说话你听得懂 那句话都动 但说得一丝不动 那人夸夸起弹 风香越是鼓掌 很快就空洞嘛 开始补梅 说一天不化眉 就感觉眉长眉毛似的 是不是眉少扬起来 我这脸型不宜那么扬 扬起来就像路易可了 两人在洗手间嘻嘻哈哈 半天不出来 路易可说 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 也给我介绍几个嘛 路易可呀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在机场路上 有块广告牌 我好多朋友 每年广告费大啊 机场路上的位置好 怎么只有一块广告牌 哎呦批准个广告牌 不容易啊 工商局有个副局长 是我相当 我们常在一块搓麻将 及时再搓了 我喊你过来 慢慢就熟了 人嘛 就是个感情动物 好啊好啊 那我加你个微信 范先生打开手机 路易可进前 用自己手机照 他的手指又细又长 嫩若葱管 指甲上并没有染色 只是涂了油 倒显得粉红透亮 真漂亮 你是说我的手吗 你能去做手磨啊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手 人常说美人总有一漏 我是丑人还有一美呗 坐回座位 菜就继续上桌 路易可喊 哎 哎 你们两个快出来 吃饭呀 还补什么妆 菜是掀上了一盘小酥肉 一盘炖豆腐 一盘烧鹅 一盘炒百合 再就是十份大虾 糖醋的 椒盐的 麻辣的 门 炖 蒸 煮 各是各颜色 各是各味道 只是范先生吃声挺大 伊瓦抬头看了下海若 海若无声笑笑 也不便说什么 四个人把虾全吃了 别的菜剩下不少 吃壁 范先生去结了账 路易可说是他请客的 范先生说 算你请客 我来买单 和三个美女一块吃饭 我怎能不掏钱 伊老师说得好 热爱妇女 能是男人高尚啊 出了店门 风算是停了 但天也暗下了许多 有人在广场上放风筝 一只巨大的纸蜀 在空中 一瓦兴奋地去年扯线人 叫道 让我扯扯 扯线人见是老外 让他扯 只蜈蜈竟牵动了他跑 尖声叫 哎呀飞呀飞呀 范先生说 瞧着羊妞 我就想起冯莹了 那年我们在渭河滩放风筝 冯莹也是要扯线 喊叫着让我飞 结果风筝把他带到了水里 海若便把伊瓦叫过来 四人步行回到路易可公司的楼下 因范先生要去伊老师家 和海若伊瓦同路 就搭了海若的车 路易可向大家告别 双手还放在半开的车窗玻璃上 对范博生说 啊 谢谢你买单啊 范先生 赞座继续播出 第四章 一光石云堂 范博生似乎听到屋里有人说话 按了一下门铃 声音却立即没了 再按了门铃 越发没有响动 范博生孤怒一句 哦 你忙 乘电梯到楼下 坐在花坛沿上吸纸烟 一群鸽子从对面楼上飞起来 满空中像是洒开的纸屑 楼前有人从三轮车上往下泄水泥 沙子和瓷砖 又不时进来送邮件的 送外卖的 送外卖的 搞不清三单元 是从左边往右边数第三个门洞 还是从右边往左数的第三个门洞 但是 他是接吧 费了劲地询问范博生 范博生却不吭声 接吧说 我 我们问问你话呢 你 你咋不说 范博生说 我 我 我也 也是 接吧 我 说 话了 你 唯 我 学 学 学你 你来 还是不给说 哪个门洞是三单元 有楼上的住户下来溜狗 先是一只斑点狗 再是一只鹤毛狗 鹤毛狗一见斑点狗 就兴奋 跑过去闻屁股 斑点狗的主人 盲站在了两狗之间 厉声呵斥 和猫狗的主人并不生气 或许知道他的狗是土狗 不能坏了人家的血统 就呼叫了回来 用双腿紧紧夹住 到住一起 卸下来的水泥 沙子和瓷砖 于是发问 谁叫装修 斑点狗的主人发牢骚 这又得半个月 叮叮光光的砸呀 楼到到处还得是垃圾和灰尘 鹤毛狗主人说 我突然能理解 国际上对中国环境污染的指责了 这就像装修 发达国家是早装修过了的人家 当然安安静静 也干干净净 咱国家正发展了 就如同后来的入住户在装修嘛 是不是啊 他为自己的理解而得意 但斑点狗的主人不接他的话 他便寻别的人 发现了花糖盐上的范博生 不认识 就目光怀疑起来 范博生从口袋取了墨镜袋上 头昂扬着 一语不发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 有一女子从楼道出来 二十出头 长腿细腰 灰发红唇 神妻和布姿明显是个模特 范博生会心笑笑 还故意再证实一下 叫声 余老师 这女子并没有看她 脚上的高跟鞋却拐了一下 匆匆出院子去了 范博生进了门道 按电梯 要再上楼 随之有人喊 等等 一个小伙提了两大捆书 亮亮呛呛也进了电梯 范博生问 找一老师签书的 啊 对 你也找一老师 范博生递上名片 小伙看了说 我看你像艺术家 还真是 范博生说 年轻人不错 爱读书啊 做礼品的 送礼应该买一老师的字画作品吗 签书名送人 别请吃一顿饭还能联络感情 小公司的 等求人办大事了 再来买字画 这次按门链 门很快开了 屋里拉着窗帘 却开着灯 一光就站在门里 没有戴眼镜 眼泡肿胀 似乎才洗把脸 额上头发湿着 范博生躲在小伙身后 一光说 是来签书吗 应该先约个时间呀 钱这么多 都喜欢读你的书啊 一光转身回到客厅 小伙也提了书进去 从背包里取出一条香烟 放在茶几上 还在说 在出租车上 司机一看见拿着你的书 就说是 找一作家签书吧 我问你也知道一作家 他说当然知道 一作家 是咱们市的一张名片吗 他也知道 你就住在这一带 好多次拉的课 都是大包小包 拿了书来签名的 一光戴上眼镜 坐下来低头就签 嘟囔道 田田都有人来的 一看见谁提着书 我这头就大了 哪有时间啊 才一抬头 见又进来了范博生 说 是你把他领来的 我不认识他呀 我去一品店 那件狼鱼人家 已经卖掉了 来给回复时 在电梯里遇到他 哦 卖掉了 你坐吧 范博生没有坐说 屋里的东西又多了 确实是多 除了靠着四面墙的 柜架上 塞满了书外 几乎所有的桌上 岸上 柜架顶上 茶几和沙发旁 都摆了古丸 陶制的砖 罐 瓦当 柴涌 石雕的诗 皮修 麒麟 还有奇石 怪木 水晶 漆器 镜框里装着 堂卡 锈件 剪纸 皮影 窗前 竟然竖了一根 盆粗的原木 光节油亮 直挨着天花板 小伙儿早看得目瞪口呆 这简直是个博物馆嘛 却不明白 树这么高个木头 范博生说 童天柱 这是海南黄花梨木 看到上面的云纹吗 青云直上 哇 海南黄花梨 接上一件海南黄花梨手串 都两三万的 这么粗的一棵树呀 哦 童天柱啊 得值多少钱啊 还有十几块 和田玉圆石来 卧室床上就有三块 啊 和石头睡觉 老范 你来帮着 把签过的书捆扎好 范博生就不再说话 帮着捆扎起书来 签完了书 一光打发了小伙儿 范博生气拉窗帘 要让光亮进来 没想刚一拉开 竟冲出一只鹅子来 而小伙儿又返回来说 忘了照相 难得见名人的 一定要照个相呀 一光就站起来 面无表情 照过了 小伙儿最后再握了握手 才笑嘻嘻嘻嘻走了 一光说 狼鱼被卖掉了 年轻得到了一个 只说这次来配对的 却卖掉了 收藏哪有心想就事成的 你不懂 你瞧那对石狮 几乎大小都一样吧 一个是去年八月得到的 到了十一月 另一只就又得到了 一个吸引一个嘞 哎 倒不是他们一个吸引一个 是你的能量大 都往你这儿聚的 一光黑黑着 抚摸那些石刻的狮虎麒麟 还有一只腰身细长的羊 和一只扁平的龟 说 凡事一雕刻成 他们就都有了灵性了 那你干什么 他们就知道了 一光定起眼睛说 啥意思 范博生便笑 说 你每天写书 成名呀 怎么写字发财呀 啊 还有怎么接见美女啊 一光到极了说 哎 哎 你是给我介绍过一个姑娘 还是介绍过婆娘 前日一个女子 想让我带她见你 啥都好 就是年轻轻地 把头发染了个灰色 这不是胡作怪吗 参丝低 我没让她来 你知道不 那叫奶奶灰 正石星来 哦 那叫奶奶灰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冲着一光 狡邪地笑 你鬼 你知道了 知道啥了 一光 一光拉了范博生 往卧室门口去 那里有一对石雕 都是尸身上 骑着一个童子 一个童子捂着耳 一个童子捂着嘴 一光说 这叫天龙地牙 不该听的 不要听 不该说的 不要说 范博生 要进卧室 一光挡住了 又有人 在按门铃 这次来的是个胖子 满头大汉 说 哦 对不起 姨老师 路上车堵 有些迟了 那就直接上楼 两人就往楼上去 范博生 也跟着上了楼梯 楼梯的每层台阶 两边 都摆着小石石 梯口上方 挂了张扁 石云堂 石云堂也就 十五平方米的小间 一张大暗桌 一台大沙发 再就是 四壁的字画 和随地摆放的 各类古陶 一光站在暗桌前 铺了宣纸 开了一眼台 毛笔站上墨汁 淋淋淋淋滴着 问 钱都带了 我带了九万 把一个纸袋子 放在暗桌上 又推到一光跟前 一光把笔放下了 说 那不行 已经给你说好了 是一个整数的吗 你把钱收好 胖子头上汗更多了一层 不断地用手擦 范博生说 易老师的书法作品 从来不和人讨价还价的 你出这么多汗 哎呀 穷汉富游嘛 易老师书法作品的价值 我知道 不搞价我也知道 易光盖了厌谈 从香烟盒抽出一支烟 给胖子 说 以后再写吧 你吸烟 胖子别扭了一会儿 从口袋里 再掏出一万元来 还拿在手里说 太贵了 你能再少点 我这是向三个亲戚 借着硬凑了十万 好吧好吧 就少两千吧 胖子站着唾沫 从一万元里数到两千 抽出来了 将八千元放在九万上 范博生说 我来点点 哎 这倒不用了 拉开暗桌抽斗 易光把钱丢了进去 重新开厌态 毛笔占了墨汁说 贵是贵 你买了去 都是半生签呀 懒工程呀 贷款呀的大事吗 哦 这倒是 人家点名只要你的 那你吃肉 我喝个汤吗 在纸上 龙飞凤舞的 写就了一首唐诗 按了印说 好了 胖子说 呀 这么快 印钞票啊 钞票也得印两面 这只一面 易光就看着范博生说 那你来写吧 范博生赶紧笑 这是上天给我的补偿吗 补偿 著书只是赚个名声 搞愁养不活家啊 易光说完 又去盖艳态 范博生赶紧拿过一张小纸 铺在暗桌上了 说 没动起笔了 你给我写个小片片嘛 你几时拿个册页我来写 哎呀 英允的银子不如献给个铜 就写四个字 易光没动弹 范博生说 两个字 一个 你就会占我便宜 电视上的动物世界里 那些大象呀 犀牛呀 甚至鳄鱼呀 身上都有小鸟 在啄虫子吃吗 全当我是小鸟 易光哈哈大笑 大动物身上 都有附生物 你是附生物 可我也是附生嘛 笑着笑着 写下一个福字 把笔扔到了窗外 送别了胖子 易光返回屋 范博生 倒已经自己给自己 气了一杯茶说 晚上我请你吃羊吧 朱雀街 有家陕北饭馆 专门清炖羊肉 不吃了 我正减肥 已经坚持了三天 过午不时 最近 世上有什么新闻 南七象新开了歌厅 里边有漂亮女孩 郑志的 郑志的 你认识 世上那么多领导 你啥不知道 我倒请教一个问题 再大的艺术家 为什么都经不住 关的诱惑 在中国 权力面前 艺术都是雕虫小技嘛 你这么说 我明白了 文连换届 组织上要王继 做主席候选人 王继就同意了 文连这单位 主席人选 历来是要在专业上 能扛旗的人 王继 应该呀 他是大画家嘛 但你知道不 这消息一传出 网上就有文章 诽谤王继 肯定是嫉妒嘛 嫉妒是人性中 最丑恶的东西 一旦发展到恨 那就什么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你见那王继 告诉他别生气 谁骂他 那是替他消夜的 你知道 是谁写的吗 谁 这事应是破坏换界 组织上动用 新技术查出来了 是焦孝文 果然是同行 我就想不通 即便王继当不成 拔杆子也轮不到他呀 可怜人吗 我是可怜 竟然还让他参加了 代表团去菲律宾 这不是说你 萧萧卑微这可怜 瞧着吧 代表团一回来 组织上会有人寻他的 代表团几时回来 冯英没给你电话 没有 他怎么能不给你电话呢 你不是和他好吗 你瞎说什么 我和那十姊妹都好 范博生看着衣光 衣光耸耸肩 表演地笑了一下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做作 贾瓶蛙长篇小说 赞作正在播出 播讲 丁香姐 给夏自花 输入了血小板后 海若和路易可 一直待在医院 第三天 通知西粒水来值班 西粒水每天下午都在健身房 差不多一年了 身子明显瘦下来 而且还有了马甲线 接到电话 赶忙回家冲早换衣化好妆 就匆匆赶了过来 医院里 海若和路易可已经离开 还在陪伴夏自花的是 她母亲和孩子 孩子并不知道害怕 也没愁苦 在病房里待不久 就喊着下楼玩 老太太便带了 到病房过道里 她一会儿 趴在这个病房门口往里看 一会儿又趴在那个病房门口 往里看 病房里医生为病人检查 被子揭开了 听忍气在肚子上来回按 说吸气 鼓 呼气 她也跟着吸 吸着鼻涕 病人家属就把病房门关了 有的病人下床出来再过道走 她会跟着摇摇晃晃 等到人家进了公用的厕所 她才咚咚咚地跑过来 老太太只是腿疼 坐在过道的条椅上 一边搓膝盖 一边抹眼泪 护士不止一次 对吸力水说 管好孩子不要乱跑 既影响病人休息 到处乱摸乱动 也不卫生 吸力水就说这里有她伺候 打发老太太和孩子回家去 婆孙儿俩一走 吸力水给夏子花 冲了一碗藕粉吃了 又服药 喝了两次水 看着点滴打完了 再扶着 再锅道转了转 还去了趟锅道尽头的厕所 厕所的窗外 能看到旧城的东城墙 墙砖风化得厉害 坑坑洼洼 地不平 一条裂缝 猛地看去像是躺着的 一棵枯树 但就在那墙垛下的砖缝里 几初都生出一座草来 草竟然开了花 是米粒般的白花 有人在墙头上吹熏 这种中国最古老的陶制乐器 吹土为生 呜呜嘟嘟 时段时序 吸力水便感觉到了城墙的疼痛 夏子花说 力水 真害了你 你也回家吃饭休息吧 我这里还行 我晚上不吃饭的 今夜都陪你 明早徐熙来换我了 我回去睡 夏子花背过身 流了一股眼泪 坐在了便器上了 夏子花让吸力水先出去 吸力水不出去 拿着手指就站在一旁 等起来时 夏子花一阵眩晕 吸力水过去扶住 折了头 要看看大便的颜色 夏子花 却立即拉水冲掉 说声 正常着的 突然气不够用 急喘起来 回到冰房歇了一会儿 船渐渐平息 吸力水便给夏子花梳头 又掏了化妆盒 给敷粉 夏子花说 是不是不成个样子了 瘦是瘦了 越发清秀了 有什么清秀 以前说是气血 只以为就是一个名词 难能知道 气是气 血是血 这气不好了 血不畅 血不好了 这气都短 我也这样啊 胃不疼不晓得 胃是啥 上个月 上个月扭了腰 现在明白 腰在哪儿了 说完 还弯起身子 双手拍着腰 让夏子花看 夏子花却不说话 眼里是一种 奇怪的光芒 西绿水说 我是不是又有些轻狂了 绿水 你好着嘞 以前是我太生硬 自媚妙里 见了谁都要杂管的 尤其对你和徐希 你肯定有过埋怨 你要原谅我来 打着欺骂这爱嘛 上次吃了菜盒子 咱们去给海姐 买生日蛋糕 我牙上沾着韭菜 店里那么多人 一直和我说话 没谁提醒 让我丢丑 只有你来 把我拉到一边 训斥我擦了牙 要说埋怨 到埋怨你 啥事都藏着掖着 就拿这病来说吧 如果早告诉大家 早来医院治疗 也不至于耽搁 夏字花笑了一下 笑得无声 眼泪却又流下来 哭傻的 你笑着多好看 我不哭了 自己擦了眼泪 却问道 生意最近还好吧 汽车装卖店嘛 好能好到哪儿去 坏用能坏到哪儿去 有经理在经管着 我也不大去 你活得潇洒 和胡声怎么样了 刀割水血 没刮个牙 他曾经来找我 给你劝话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 这就病了 他找过你 让你劝我 他说他想赴婚 他 他啥都可以改 希望 能从头再来 而你 你别信他 狗能改了吃屎 见夏字花 又气短的 说话不完整 脸色开始煞白 忙扶着让躺下 夏字花还在说 能复婚了也好 水都泼出去了 说不回来嘛 我现在才理解海姐 像其余 英丽厚和冯莹 为什么都单身了 你也要单身啊 西里水倒笑了说 我怕我熬不住 夏字花伸了手 来戳西里水的脸 要羞她 却咳嗽起来 西里水忙帮着拍后背 咳了几次 咳出一点痰 夏字花已经是 脸上有了汗 西里水说 咱不说这烦心事了 闭上眼歇着 夏字花闭上眼说 你也爬在床檐 瞇一会儿 西里水没有瞇 翻开枕头下 压着一本书 是一光的散文集 说 我给你念一篇吧 翻开一页 念起来 念着念着 夏字花就睡着了 西里水就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起夏字花 夏字花枯瘦得 腮帮下陷 颧骨显得很高 但一双单缝眼 避着了 扁平细长 脚尾上条 还是那么好看 想着多年轻漂亮的人啊 平日身体不错呀 又特别讲究养生 不止一次地 给她讲授 早晨起床后 舌头搅动牙齿 搅动得满口唾液了 要咽下 对胃有益 对牙齿也有益 如何下蹲着 再调节呼吸 可以保健妇科 可谁能料到 她竟患了这么 不好的病 西里水在心里感叹 看来开车的技术好坏 与出尸骨无关 身体的强弱 与寿命无关 但立即就打自己的嘴 夏兹华命长着来 做过了血小板治疗 病会好的 她站起来 走出病房 再过道 伸揽腰 各个病房的灯 都熄了 值班的护士 也坐在医护台后 低着头打盹 西里水 站着发了半天呆 突然想起了什么 拿手机 去了过道尽头 又下到楼梯拐角处 拨一光电话 电话拨通了 一光正和人打麻将 还笑着说 呀 这么晚了 给我电话 是想我了 我想你 你不想我吗 昨晚我还梦到 背了你们上山 第一个背的就是你 为什么就不单独是我 你们不拆半啊 那你十个人都背吧 看累死你 两人都笑起来 西里水说 不闹了 说正经事 方便不 都是自己人 你说 电话里有吵闹声 催促着 出牌 影响你玩了 嗯 没事 我一心能二用 还是那事儿 什么事儿 你把我的事儿从不放心上 上次聚会 你带的那个男的 大家都起哄 要给我们撮合 你也说双方愿意了 你来当美人 哦 王北兴呀 不是听说 他对你满满意的吗 我是经过了两个男人 对婚姻就得十分谨慎吧 我问问 他那么大年纪了 怎么是单身 他有过一段婚姻 仅仅是三个月 还算个准处男类 是因什么离的婚 是女的看不上他了 还是他看不上女的 是脾气原因 还是经济问题 还是身体的麻的 为什么要管那些呢 谈恋爱要的是感觉 对上眼了就好 太理性 那是买货吗 我情况不一样呀 不能出了坑又遇着牙 再者 他是傻学历 在单位工作怎样 知道他是拿死工资的 不会有多少积蓄 可他有房吗 是单独有房住 还是和父母一块住 这些情况 我得了解一下 我接触他 只觉得人不错 不是见面熟的那种 言语短 但心里有说 我咋老碰着闷葫芦 世上 有几个像你伶牙俐齿的 西丽水笑着说 可我不是胡搅蛮缠呀 还有 你知道他的星座吗 还算命呀 我不懂星座 好像听他说过 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几号 哦 摩羯座 你先忙吧 一会儿我给你电话 但这时候 西丽水听到了有牌友在说 这谁呀 纪委审查干部啊 有病 有病 西丽水挂了电话 直说说立在那里 是有病 爱情确实是一种病 咋的啦 可谁有药呢 找对象就是找有药的人嘛 西丽水抽动了一下脸上的皮肉 他感到了一种笑 书接上回 暂坐继续 楼梯上没有人上来 也没有人下去 拐角处的顶灯不是很亮 医院里是死人的地方 你看不见的亡魂可能到处都有 深夜的这个时候 如果突然有人无声地从楼梯上来 那一定就是鬼了 但西丽水并不害怕 他自信身体健康 尤其在恋爱期 头顶上阳气燃燃 或许 鬼看到了那是燃烧的火焰 就避而远之 他开始翻手机 他的手机里下载着一张星座用情图 分别是在十二个人体上 以星形标出用情的部位 白羊 一颗星形在右胸 金牛 三颗星形分散在中左胸 双子 一颗星形在嘴 巨蟹 一颗星形在右胸 狮子 一颗星形在头 处女 两颗星形在右胸 天秤 四颗星形分布在头 天蝎 一颗星形在下身 射手 一颗星形在正胸 双鱼 浑身布满星形 水瓶 没有星形 摩羯 没有星形 全身上下都没有 西里水 一颗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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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拨通了一光的电话 你怎么出的牌 这个时候 还敢出饼吗 你说 啊 就是跟你说 你说 对不起 我又耽搁你 我查了 摩羯座对爱情不用心 不可能 王北星看是挺投入的 但这张图上他没心 你看什么图 从网上下载的十二星座 用情图 是那些玩测试的吗 哪有什么准投 你是不是双鱼 我是三月十五的生日 你就是双鱼座 双鱼是浑身布满了心形 你正是这样 你这么准的 他就不准了 一光在那头哈哈大笑 说哈哈哈哈 我浑身都是心形 有十颗心吗 哪一颗是对应你的 西里水停下 没有说话 搁了一会儿说 哼 自没十个 你就对我不好 一光又要笑 好像笑声 戛人而止 西里水就说 那你能再考察一下他吗 嗯 电话就断了 西里水腿有些软 扶着过道的墙壁 回到病房 夏子华还睡着 他就把灯熄了 坐在床檐上 姊妹们 曾经议论过这世上的人 人可以分为两种 徐熙思一男 认为是穷人和富人 也念出冯莹 认为是美人和丑人 西里水理解他们这么说 与他们的出身 近况有关联 而他只认为 就是男人和女人 现在他的脑海里 就闪出胡顺和王北星 两相对比 却总是拿了这个的长处 比那个的短处 或拿了那个的长处 比这个的短处 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心神就不定的厉害 再去了楼梯拐角 拨一光的电话 但一光的电话关机了 重回到病房 值班护士来查房 拉开 西里水呆呆坐着 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你没打个盹啊 再打盹 你是打盹了还睁着眼 西里水支吾着 护士问病人有什么情况 回说没有 倒问起主治医生 护士长和对方的名字 说是明天他回去了买些书 让一光签名了 送来感谢你们 护士说 啊 一光啊 那是大名人呀 你能弄到他的签名书 我们是老朋友 那太好了 我上中学时 课本上就有他的文章了 听说他书法作品也超好 这我不敢应允 他书法作品贵呀 我听说他认钱不认人的 谁不爱钱呀 都是别人干支头战严的 向他摆药书法作品 摆药不上了就诋毁他 护士还要说什么 西里水手机零响 一看是一光打过来的 说声我接个电话 随步又往楼梯拐角去了 一光在解释 刚才手机充电 现在他们休息一会儿 吃泡面来 可以多说些话 就说 你让我多了解他 你也得说说你 他若问起来 我也好回答 你现在是彻底离婚了吗 离了 自由身 哈哈哈哈 这下你们姊妹们都成光棍了 路易可 徐希 思义男 可都是没结婚的 好女人的婚姻 咋都不幸啊 也不是不幸 是追求自己合适的 那王北兴 也不一定就合适你呀 他那不合适再找吗 这好 女人总得有个家 也有个姓的问题嘛 海姐他们一说好 将来一块去老年公寓 相互在一起 直到死去 至于姓嘛 谁也不缺个男人 一光大笑 说 那也是 过去姓氏传宗接代的 现在是人的艺术了吗 艺术 我告诉你 什么是艺术 把实用的变成无用的过程 就是艺术 比如书法 不就是写文字吗 为了记事才有了文字 那是实用的 如今书法并不看你所写的内容 主要看表达的情绪 气韵 节奏 线条 整体结构和笔触 性也如此 不畏生孩子了 仅仅是一种欲望宣泄和身体的娱乐 你说得好 我把这话要转给海姐他们听呀 这话 我给你海姐 陆姐和冯姐都说过 给他们说过就不给我说 这不也给你说吗 谅姐谅姐 不谅姐 又接着说 但还是爱你吧 那你就多给我考察考察王百姓啊 一光说一定一定 挂电话前却说了一句 唉 心对象呀 心来心去 其实都是心自己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做做 甲瓶蛙长篇小说 赞作正在播出 播讲丁香姐 第六章 于本温 火锅店 于本温 清早一起来 烹头垢面的 还坐在马桶上 就打电话通知店员 收拾打扫四楼上最大的包间 一定要支两张餐桌 桌上都是鸳鸯锅 更替完展杯碟 更换椅子 委屈 要全是新的 关于这次请客 还若先是不主张吃火锅的 于本温却坚持 说好不容易轮到他请客了 他是开火锅店的 难道火锅档子不够吗 即便在一般人的意识里 吃火锅便宜 那也看怎么个吃法 他可以上各种海鲜呀 如果嫌火锅店的环境不好 不能待过长时间 那就吃把火锅了 备最好的葡萄酒 一律拉飞吧 还有德国黑皮 冷盘 糕点 酸奶 可乐 水果 全拿着去茶庄再聚吗 海若这才同意了 叮咛通知所有的姊妹都到 还得请吴老板和易老师 到茶庄再聚的时候 他也让伊瓦参加 于本温便一个一个地打电话 打通了陆伊可 向其宇 应立后 也念出 冯营是去了菲律宾不能来 夏字花住院不能来 轮到徐熙在医院值班 伺候夏字花也不能来 而思伊南却答应 到时候 他把老太太用车送去医院了 他再和徐熙晚一会儿到 吸力水的电话关机 便发去了短信 给吴老板的助手打通了电话 助手说老板在闭关 刚刚进入第二天 肯定出席不了 一光是一接电话就乐了说 真是想啥就有啥 我今日口寡 还说去吃火锅或麻辣烫呢 你就请客了 是不是这次轮到你啊 你这个富婆可要露一手啊 轮了七个月了才轮到我 我是得好好表现的 可哪里是富呀 也不至于是婆儿吧 哦 是姐儿 月初你给他们都写了扇面了 对 路易可过生日 再加上他生意受挫 老实嘟囔 这西京怕是待不成了 我在扇子上写了四个字 没想回来的 思伊南 像其余 英历厚 也念处都要 我不能厚此薄笔啊 你不来吗 好 那我有空了就去 你敢来啊 咋不敢 鱼还怕上餐桌啊 鱼的坟墓 就是建在人的肚腑中吗 自己先笑起来 一光直夸这话说得好 他可以用在自己的心座上呀 就又问 男的还叫了谁 吴老板闭关了 就指你一个 那我成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哈 说吧 却解释 刚才接了市组织部部长电话 说是北京来了一个重要人 看过我的书很喜欢 部长晚上要宴请人家 需让我也参加 于本温说 哦 当官的让你去你就去 我们请不动你啊 我还在体制内嘛 人家管着我 没办法呀 于本温也是遗憾了半天说 看来咱俩之所以走不近都是天意啊 那你参加我们酒会吧 饭后都在查装 哦 这就好 于本温这才竖口刷牙 洗脸梳头 精心收拾之后 穿了一身白桶裙 开车去了火锅店 到了晚上九点 一光来到查装 还在小楼东边的山墙外的小窗下 就听得二层楼上 娇声嫩语 笑声不断 刚转过墙角 一辆三轮车 鼎鼎当当急速过来 猛得停下 跳下一个小年轻叫的 叶老师好 一光闪了一下身 还没反应过来 小年轻说 电视报看上 有你的头像 我见到活的了 店里出来小堂 立声斥责 你这啥话 一光倒笑了说 前年我生病住院 一个读者来探视 前面就说 他在路上 还想着才子命短 说完便后悔了 啪啪打自己嘴巴 他说的倒是心里话 这位是 新来的小高 高文来 也会写诗 诗在哪发表过 高文来去进店 取了条凳子 让一光坐 小堂说 迎进店啊 在外边做啥嘞 高文来 打打自个儿脑袋 这才拉开门 让一光进说 我在学嘞 还没发表过 海老板说 我过来了 可以接触到你 我还有些不信 那我这是 自投罗网了 我不敢不敢 老师就住在 后边小区的楼上 对 二号楼 三单元的楼顶层 高文来高兴地拍手 手却拍不到一起 在空中摇 小堂说 你老师忙得很 我们从来不去打扰的 你别动不动就去敲门 这我懂 小堂就领着一光 上到二楼 高文来从三轮车上 搬下四箱红酒 抱起一箱 登登登的 也上了楼 二楼上 新安了一张八仙桌 桌上摆满了冷盘 糕点 酸奶 冰激凌 牛肉干 水果 罗汉床上坐着海若 路易可 于本温 伊瓦 正琢磨着 这一月于本温请了课 下一个就轮到路易可 档次越来越高了 该到哪个大酒店呀 一光突然进来 大家凹得起身 海若说 看 来了吧 我说会来的 这不就来了 还西装革履的 这才是咱们亲爱的 伊老师嘛 路易可就撇嘴 咸 嫩肉麻的 人家就不去你店里 于本温就故意手眼了面 呜呜地哭 路易可说 嗨 再往你眼睛上摘些唾沫 今日于本温可出血了 上的都是三文鱼呀 大龙虾呀 海蟹 牡蛎 还有海参海胆 我是实在走不开呀 于本温明知道我来不了 偏给你们吃最好的东西 我那海鲜都是从澳洲进的 你随时来 有你挑着吃 于本温是最舍得 又最热情的 赶不上吃火锅 酒会肯定来的 这不 那边吃完饭 部长又安排去喝茶 还叫了三个琴枪名角来清唱 我说谷说 我说谷说家里有急事儿 就火急火急地来看你们了 你再不来 于本温就彻底请客失败了 大家一阵笑 一光把海若拉在一边 敲声说 你没请市委秘书长呀 于本温请客 他和他们都不熟 我没有请 龚老板也没请 一光恩了一下 高声对于本温说 怎么只有你们几个 我说你肯定参加酒会的 他们吃完火锅 就都先回家 要再换衣服 很快就来了 哎 你是想见呀 牵挂谁没来呀 一光一石倒不好意思 用手摸脸 像猫一样 路易可说 你老是还害羞嘞 大家又瞧着一光笑 一瓦一笑 还出了声 海若说 他好就好在那种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羞涩感 这才有魅力嘛 一光一定惊 却盯着一瓦 祸 还有国际友人啊 海若拉过来一瓦 给一光介绍 高文来把酒全搬上来 立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光 海若又介绍高文来 一光说他们已在楼下见过了 就还给一瓦发笑 路易可说 坏了 拉了一瓦耳语 一光说 一可 你给他说啥的 我给他讲蛇和老鼠的故事 蛇要吃老鼠的时候 蛇只盯着老鼠看 老鼠就不会逃跑了 反倒站起来 一步一步朝蛇走去 啥意思啊 谁是老鼠谁是蛇 路易可和伊瓦 同时爆发了笑 嘎嘎不已 海若说 一老十在外边 可是人人敬畏的 咱们熟了就随便了 可也太随便了 楼梯口 高文来开启酒瓶 小堂把酒杯拿来 高文来说 往上流行一句话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汽车见了爆胎 我现在是看到了 别胡用词 那话是说姑娘的 大家都喜欢易老师吗 是易老师更喜欢大家 还若征询易光 对室内布置的意见 看哪儿不合适 易光就夸说 桌子椅子 柜子条案 甚至罗汉床 都买得好 就是要这样的 仿明家具 方位也摆得非常舒服 室内装饰和布置 是讲究风水的 而风水最基本的要求 便是大眼一看舒服 你抱小孩进来过吗 没有 他这狗进来过吗 也没有 你可以试试 小孩子进来不哭不闹 狗进来不狂不叫 那就是宜居之事了 这条案是金丝楠木的吗 条案上的雌佛像 开脸多精致 肯定是明家烧的 有古意 神气充满 哦 还放这么多书籍啊 有文学的 经济的 画册 哦 还有字帖 还有关于茶道的 瓷器的 茶花的 鉴定玉石珠宝的 啥都有嘛 啊 在这儿安放古琴也好 我最得意的 你倒视而不见 壁画呢 呵呵 我便要你显白未遂 说完便笑 看了一眼伊娃 伊娃正忙着摆碟盘 一光说 是王继画的 对 是王继先生画的 如此大的壁画 我在市里别的地方没见过 也只有王继能画 但这好像是洞穴里的画 还是你厉害 对 就是临摹了 西夏王朝白橙子的一个地宫画 王继要这么临摹的 不是 我要求的 为什么选这画呢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的小王朝 虽然辉煌过 但历史短促 应该是昙花一现啊 不是怎么 我第一次在书上见到这画 就特别有感觉 暂时活佛从西藏栏 画里环境合适的 才请王继先生临摹在这里 一光嗷嗷着 路易可说 易老师和王继先生 是势力文艺界的两个王啊 听说王是一般不肯见王的 你的意思是 我故意贬低这壁画 我和王继是对手 但更是朋友 唯大将不拘大将 亦唯大将能知大将 路易可首先鼓掌 海若也跟着鼓掌 易光问 活佛几时来 吴老板说就这一月里吧 还没个准确日子 要说私心啊 我倒是有的 茶庄开业时认识你 这名字和牌匾也都是我起的写的 外人常以为这是我的茶庄 或者说是我在茶庄里有股份 都这么熟了 也没见你给我收拾个房间搞写作 或者有个文学沙龙的去处 而活佛仅让你接待几天 就装修了这么大的房间 极尽高贵雅致 我是军士吗 活佛来了 还有 一刻他们四个也想认师父皈依啊 说着就笑起来 自己人有谁见面了还握手 你竟然吃醋了 活佛走了 这里可以是我没事了来坐着发呆 更是供众子梅来聚会啊 当然也怕你来写作和办文学沙龙啊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坐坐 甲皮蛙长篇小说 赞坐正在播出 博奖丁香姐 正说话像其语就上了楼来 穿了红色吊带深领裙 心口上挂着一块玉佩 袖子非常宽敞摆着下摆 一双黑色尖头高跟鞋 她少有些内巴子 两条腿前后差着 在楼梯口占了个姿势 于本温说 你说回去换个衣服 竟穿成这样 海姐把茶装办成了文化场所 更有意老实在 我虽没文化 可也得有富贵啊 海若听见了说 富可也 穿这一身就贵了 我踩雪嘞嘛 接着应力后来了 也穿了件吊带裙 只是灰色的 吊带在肩上绑成蝴蝶结 脖子上也挂块鱼佩 一手提两个购物袋 另一只手提着百搭小背包 向其语迎上去说 我是吊带裙 你也是吊带裙 快撞山了 啊 这个小背包好啊 刚才路过商场 原本去买双鞋的 没想心到了这韩国的包 就买了 易老师 这包好吧 好啊 真的好 你最适合这包的 英里后眼珠圆润 眼尾上扬着笑 向其语说 你这狐狸眼 你老是欣赏 难怪英里后 从去年一来 就能买四个名包 一个声音说 你为月吉者容吗 众人闻声扭头 楼梯口又上来了徐希和C男 说话的正是徐希 徐希长发飘飘 佩戴了玉佩外 还有一件苗族少女的那种银项链 黑色衬衣 黑色短裤 配着黑长筒 高跟鞋 四衣男好像才洗过头 短发上抹了发胶 网上隆起很高 也是一身黑 黑衬衣 黑短裤 却还外套了一件牛仔夹克 脚蹬了一双棕色牛皮鞋 背着双肩包 手里拎着一个小包 徐希上个楼梯就累了 说完就笑 在喘息声中 银声断断续续 四衣男把小包给了徐希 徐希却转身低声说 你忘了带玉呀 四衣男扯下了衣领 露出配玉信说 在里边呢 一光快火地叫道 哎呀 人是衣服马是暗 今儿都穿得这么鲜亮 既然是女卫月己者容 让我来抱抱 我是抱衣服啊 他展开双臂向他们走去 他们却都像喜鹊一样跑开 后来也念初就来了 竟然戴着墨镜 身穿白色衫 一件鲍纹长袖外套 看不到下身穿的是什么 直溜溜两条大长腿 左脚脖子处还闻了一只小花 他一进店 店员们就挖得叫了 说这一身巢啊 严姐什么时候都是引领时尚的 等他一上楼 一光就高声叫道 精若天人啊 言念初把墨镜推到脑门上说 谢谢 大家却都没了声响 一时安静了 海若便拍了拍手 说 还去吸力水吧 吃火锅来得吃 现在还吃吃不到 咱不等他了 众人围上桌子 圆桌不分主次 谁坐在哪儿都是主席 路易可拉着衣袜 在西边先坐下 向其宇靠着路易可 严念初坐在南边 四夷南徐熙坐在东边 应力后要坐到四夷南和徐熙中间 四夷南拉徐熙过来 应力后便挨徐熙坐了 然后于本温坐下 一光挨着向其宇坐 向其宇倒吹了嘴说 你和言念初坐去 我就和你坐 你这一掘嘴了性感 路易可便痴痴笑 最后海若才行空位坐下来 小唐过来问 海姐 系什么茶 是云南巅红还是月光美人 大家都说 还有月光美人茶呀 才进的新品种 之所以叫月光美人 是这种茶 由美貌女子采摘 晾干后存放于干燥暗室 只有晚上才拿出室外 吸收月光精华 一连十个晚上才能完成 不要喝统一茶 这些人各性各异 口味难调 就不用糊了 把那批意大利水晶杯拿来 谁想喝什么就气什么 对对对 喝一样的茶了 那只是一种人 而我们是每个自己 我就来一杯茉莉花茶 新品种还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给我喝一碗去云南巅红吧 我还是老基本 白茶 安吉产的 我要盐茶 水仙盘的 给我肉贵 龙井 马肉还是牛肉呀 马肉 牛肉 马头山的肉贵叫马肉 牛家山的肉贵叫牛肉 那马肉吧 徐西低了头说 长知识了 那我不要龙井了 和四一男一样的 小唐问爷念初 爷念初说 我来杯白开水 小唐又问海若 还借你呢 要先给易老师 易老师你喝啥 长颜 嗅涩可擦 刚才火锅没吃上 现在是嗅涩可喝 不要茶了 要茶的 那就月光美人 给我一杯铁观音吧 小唐便依依按要求 弃了茶 放在美人面前 又去楼梯口和高文来盛酒 高文来一边盛酒 一边却拿眼睛 瞅视小唐的胸 小唐手一抖 将酒杯中的一股子酒 破到高文来眼上说 你往哪儿看 我看你博相 我博相上有花了 我看博相上挂没挂玉 小唐一时没了话 用抽纸替高文来擦脸上的酒 才说 我哪儿会有玉 他们都带了一块玉佩 玉佩是海姐给他们的 十个人都有 哦 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 我不是老板吗 不是 是你太凶 小唐扔了纸 不给擦了 酒端上后 大家呼啦起身碰杯 说一堆感谢金主 赐给了我们美酒 又赐给了我们美食的话 于本温说 我什么金主呀 不要感谢我 咱每月都聚会的 我也吃请多少次了 之所以吃完饭又来茶庄 我们都是在这里相互认识成了姊妹 姊妹们又认识了易老师 一直走到了今天 可以说 如果延安是革命的圣地 茶庄就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圣地 现在海姐又扩大了二楼房间 海姐也有意思 让大家来看看装修布置的怎么样 胡佛来了 这里是佛堂 胡佛走了 这里又是咱们今后相聚点 来呀 咱们感谢茶主 感谢海姐 让海姐给咱们制酒瓷吧 你掏钱请客的 我制什么酒瓷 咱们姊妹们都是在你这儿抱团去呢 一把散沙你把它握成了一团 你不知谁指 一光低头给爷念初说 一个个都是些刺猬的 包团取拿着倒也相互扎着疼 一把沙子能握吗 越握越从指缝露的 你这么看我们 我再隐身于本问的话 海若看到一光和爷念初焦头接耳 但他没听见他们说的话 说 李老师 你来制吧 我是嘉宾 带来嘴只负责吃喝 海若就对于本温说 我说啥呀 说你这次给大家吃得好 喝得好 把档次猛地提上去了 是后边在请客的人坐难去 于本温直咬手说 吃饭喝酒 只是油头 你就说这二层楼新房间 为什么要迎接活佛 有了新聚会点 往后的作用和意义 那好 我说几句 不管当今社会有什么新名堂 新花样 新科技 而释迦摩尼 要我们众生解决的问题 一直还在 我们不能去寺庙里修行 打坐 念经 我们却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做禅修 去烦恼 当然 具体到咱们众姊妹 现在都还不会 借着接待活佛 茶庄 扩大了这间房 全当做个佛堂或禅室 以后就开始礼佛呀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是什么力量 让我们坐在一起 表面上是请客吃喝 其实这是我们过去夜的缘故吧 也更是我们每个人 有着想解决生活生命中的 疑团的想法和力量 才继承的 海若这么一说 气氛到严肃了 都没了声 杯子不动 筷子不动 海若说 这话说的不是我的风格呀 你们不吃不喝着 也不是你们的做牌吗 大家这才恢复了真面目 说 海姐向政府领导讲话 话说得好 咱们得吃好喝好 一时红口白牙 狼喷虎咽 推杯换盏 混乱不堪 乐得路易可嚷道 哎哎 还得注意些形象啊 石柴们 赞座继续 欢迎收听 英历后和言念初挨着坐 不小心把桌上筷子撞掉 低头捡筷子 看到桌子下面全是些大长腿 大道路易可说话 他摸了摸言念初的臀 低声说 你没穿裤子啊 我光屁股啊 站起来撩了撩外套 英历后说了句 你敢穿裤裤啊 便宜端了酒杯 接着路易可的话说 咱姊妹嘛 我觉得叫石柴不好 这是套用精灵 石二柴 本来就俗了 何况那石二柴的命运都不好 应该叫石家人 向其语说 这也是旧话 俗 说到家人 我立马脑子里闪出两句话来 才子正半老 家人以徐娘 易老师 这是像话 我们都老了 徐熙当然还小 众姊妹中 除了徐熙和言念初 别的也都是徐娘了 徐娘用化妆品收拾收拾 还是光鲜照人的 只是过了半百的我 满脸哭出了 话说的沧桑 大家就互相看着 整头发的整头发 补妆的补妆 却也笑 岁月是杀猪刀 帅哥终于也老了 海若就说 帅哥到底是帅哥 老了也有老的帅吗 是不是 咱们敬一下 易老师 感谢这么多年了 每次都参加我们聚会 用他的学识和智慧 影响我们 提高我们 亲切我们 杯子全举向易光 碰得叮叮当当响 易光说 像其宇认为称作家人也俗 也确实落了俗套 我建议 既然你们每人都佩戴了一块玉 不如就称为西京石块玉 大家一愣 面面相去 接着轰然欢呼 啊 这好 这好 咱们就是西京城的石块玉 易老师咋能想起这个比喻 咱市里有个姓冯的女作家 她的小说里 就把四个女子叫做四块玉的 说着眼睛倒盯着伊娃 伊娃一直没说话 瞅着大家微笑 易光说 哎呀 伊娃也应该是一块玉嘛 啊 我倒忘了介绍伊娃了 伊娃是俄罗斯的 路易可 于本温 徐希都认识 别的今天是第一次见 就给伊娃说 这是象棋羽 原有一块地的 一转手 赚了上千万的 现在与人 合办了康复医院 这也是英历后 太能倒腾房子了 有二十三件门面房出租着 这个是 颜念初 先前做过电梯生意 现在做医疗器械 那可做得厉害 这个是四一男 全市最大的 红木家居店老板 伊娃便一一叫姐 于本温 英历后 颜念初 四一男 都说 伊娃长得干净 又性情安静 我们喜欢 海姐是该给伊娃一块玉的 并交售伊娃 你咋不像海姐要呢 伊娃说 俺瞧着你们 都带着鱼 还纳闷 这是为什么 原来是海姐松的 海姐 那也要啊 我已经准备了 还没来得及给你了 去老罗汉床上 在那个装着 各种珠子和 系绳的筐里翻 拿出一块 一拴了系绳的白玉佩 就挂在伊娃脖子上 伊娃 这一块玉佩 值几万人民币的 可是我给你争取的 伊娃给伊光做了个衣 大家举了手机拍照 伊光又说 真是美女 我们就不是美女了 都是美女 资深美女 酒喝过了三巡 爷念初就拿着个糕点盘 点着香烟 站起来和伊娃去说话 别的人也都不做了 断了酒各自走动 或两人靠在窗前 或三人 已在罗汉床头 高声低语 随意自在 海若拉了鱼本温 到楼梯下 高文来自隔间烧水 煤气照得火望 吕湖里就响声很大 海若说 今天人多忙乱 小心水衣出来 浇灭了火儿漏煤气啊 开水不响 响水不开 我在这儿守着呢 鱼本温突然说 哎呀 我倒忘了买香烟了 他们有几个吸烟的 海若就说 小高 小高 你快去买一条香烟 给了五百元 高文来说 那你看着火儿 就出去了 鱼本温说 让你掏钱啊 海若没理会说 吴老板没有来 他助理怎么说的 吴老板闭关了 才是第二天 前五天 我去他那里取 愣言经大义 没听说闭关呀 这闭关也不知是七天还是半月 看来活佛半月里到不了了 可能到不了了 但咱们把接待行程制定好 倒是肯定要去法门寺 广人寺的 你要早早背着一辆好车 大家都是好车 袁念初和英历后又是奔驰 我这样想 咱赔的人多 如果坐一辆车 就得试考斯特 你和市委秘书长说 能不能派个接待上面领导的 带着半空桌的那种 政府的车靠不住 人家若恰好有接待任务了 怎么办 还是弄个私企的吧 那拱老板做房地产的 一大十大 他那该有吧 他那有一辆房车 也有一辆商务车 房车更好啊 我倒没想到 咱都用房车 我有个朋友就有一辆 我再弄来 那就这样定了 看了一下窗外 夜已经深了 远处的路灯依然通明 行人还是不少 突然有了一下 极其尖锐的嘎啦声 店里的人都侧头惊恐地往外看 小珍说 是他来一下雨啊 想得美 咋不说开始刮风呀 明天就该没雾霾了 刚文来拿了一条烟跑进来 衣服上一层吃点子 抹着脸说 妈呀 前面路口一辆拉土渣车撞上人了 张嫂就问 出人命了 人趴在路沿上 我去的时候却站了起来 好像是转晕了 原地转了个圈 司机下来见人没事 把车又开走了 可丢起雨星子了 这不真就下雨了 小苏没理他说 现在拉土渣车是疯了 看电视新闻 这一季度已撞死了三个人 市政府不是已经对拉土渣车大检查吗 车咋还开得那么快 即便不撞了人 那车都是不盖帆布 尘土飞扬 还现空气污染不严重 在店里买茶叶的一个顾客说 不从根本上找原因 大检查能起作用 根本原因是啥 这些拉土渣车都是私人承包的 承包人又雇用司机按烫数计费 为了多赚钱 就比着看谁跑得快 明白吧 还不明白 不说了 我说了顶屁用 你就是明白了 也顶屁用 高温来哼了一下 去隔间把香烟给了于本温 雨好像还越下越大了起来 雨点子在窗玻璃上砰砰响 海若对于本温说 如果这雨能下一夜就好了 稀里水怎么还不到 你打电话催催 于本温摁着先上了楼 旅壶里的水也烧开了 关了煤气 海若自己提了壶才往楼上走 店门口进来一个人 头发湿着 牵了一条狗 狗毛也湿着 海若还没等说 不要带狗进店 高温来已去打了那人说 避雨吗 前面左手那儿有个亭子 买茶呀 不卖茶吗 啊 卖的 卖的 你进来 狗留在门外 这是我的狗 我们这里没有狗的茶 海若一笑 啼壶上了楼 楼上烟雾腾腾 差不多的人都在吸香烟 义光还在赞叹美女们 用两个指头加烟织 吸一口了 胳膊更高高举直 潇洒优美 太位十足 徐熙在问是什么太位 义光讲起了女人的态状 如佛之光 火之燕 诸玉之宝气 徐熙便神气像强威 一会儿燕燃欲笑 一会儿则遇风雨 伟红聊计 一光忍不住捏了一下 她的鼻子说 你这个小脸 好可爱哟 外边街头的霓虹灯 透过玻璃进来 使许多吐出的烟圈 五颜六色 四面墙上的壁画 也要活起来 若梦若幻 人就面目全非 皆在仙境 海若有些气促 顺手打开了一面窗 烟气酒气开始往外飘 而雨线更密了许多 但房间的人并没理会 几个人坐在了罗汉床上 路易可 斯伊南 徐熙 义光 又处在条岸左边的屋角处谈话 他们转了话题 说接待活佛的事 路易可说 海姐的居室 是前几年 吴老板介绍在活佛名下 皈依的 这次活佛再来 我和西丽水 要海姐介绍着也皈依呀 徐熙说 你和西姐皈依 那我也皈依呀 斯伊南你呢 你皈依我就皈依 义光说 你们把皈依当时髦呀 就是皈依 西京不是有寺院和和尚吗 偏要在西藏的活佛名下 这就像去庙里烧香 不一定在每尊佛前都烧 给一尊佛烧了 就等于给所有尊都烧了 那不一样吧 为什么说佛争一炷香呢 你身上有三四个口袋 把钱装在一个口袋 和把钱分装在所有口袋里 有啥区别 你说得也对 你以后说话 要想好再说 徐熙撅了一下嘴 抬头看义光看他 赶紧一笑 再没说话 西丽水 还让我给他行对象的 他也归依 行对象是行对象 归依是归依 这不冲突呀 活佛也都有家事的 西京是有寺院和和尚的 但这些年 汉传佛教让人感觉 不如藏传佛教纯粹了 何况这次要来的是活佛 你知道啥是活佛 是转世来的 活着的佛 活佛是藏传佛教中 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 咱们汉人习惯成为活佛 其实准确应成为转世尊者 也就是智者 伊老师就是知道的多 我不像你们海姐是礼佛人 我是作家 仅仅是为了写作 粗略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那你还知道佛写什么 比如佛教讲原生 说由于各种关系结合 而产生各种现象 歇小说也是如此 写出这种关系的现象 那就是日常生活 我现在的小说 就是写日常生活的 比如佛教中认为 宇宙是由众生的活动 而形成的 凡夫众生的存在 便是生老病死 愿僧慧爱别离求不得的 周而复始的苦恼 随着对时间过程的善恶行为 而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 生降不移 沉浮无定 小说要写的也就是这样呀 小说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活得多好 多有意义 最后是如何摆脱痛苦 而关注这些痛苦 小说做法我不懂 你说到生降不移 沉浮无定 周而复始的苦恼 你能再说说吗 苦恼就是有了自我 有了分别 引起了不自在 不满足 不完整 欲望之下造出的恶为 必然将接受未来的果报 徐希一时脸色苍白说 哎呀 这不是在说我吧 不是在说你 每个人都是如此 那你呢 你也这样吗 那当然 我最苦恼的 就是求不得 你要名有名 要钱有钱 要地位有地位 要家庭有家庭 你还有什么求不得的 一光就笑了说 这就能保证不变吗 就能让我满足吗 我这是不是 燕雀不知 洪湖之至啊 忍心没底 那不是苦恼又咒而复始了 所以 我不去皈依 依你说的 我也不皈依了 你不是 有你海姐吗 暂坐继续 欢迎收听 海若并没有听清 他们在说什么 走过去时 倒听到一句海姐 便说 背着我嚼我呀 一光忙叫地说 这倒不敢 男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软 正喝着你的香茶 罗汉床上的那几个 却在大声叫 卢伊可 徐希 斯伊南 过来 要听你们回答了 斯伊南说 啥事情要我们回答 三个人就去了 罗汉床上的个个脸色胀红 先还是 以一瓦的年轻漂亮而怨恨时光无情 像当年自己脸是那么紧致 石头一弹 都要弹出水的 现在 注射玻尿酸也不行 恐怕明年 就得去医院做拉皮手术了 然后大家 就说起韩国的整容 还是整容好 逢营算是石块玉中 年龄最大的吧 整过了一次 真的比咱们几个都显得年轻 这时候 应力后就说 像其余呀 如果让你现在回去二十年 你愿意不 愿意呀 没有了青春 才知道青春的好 于本文你呢 你是说 经济上也回去二十年 当然 让你还过以前的穷日子 但给你青春美貌 我好不容易奋斗了二十年 有了今天 我不回去 你肯再老再瞅 也不过那没钱的日子 于本文不回去 我回去 虽然我年轻 手并不漂亮 还有谁肯回去 肯得举手 过来的路一可 四一男也来了兴趣 举了手 四一男说 如果再年轻二十年 我知道我该怎么度过了 但徐希首要王岐举 又放下了 应力后说 徐希你不愿意啊 我不知道回去好 还是不回去好 言念初没举手 他在吸香烟 仰面往空中吹烟圈 竟然一连串的烟圈 说 说回去就回去了 如今都活得 像这么壁画上的飞天了 还要跌落到地上 像其宇就给徐希尔语 他是不是变化不大 对 在安子美里 他算是动灵的 他当然无所谓 他美貌嘛 用美貌就能改变一切的 四一男说 你俩记录啥的 像其宇就不尔语了 端了酒杯 还和四一男碰了一下 他们说得热闹 还若和一光也走过来 一光只是黑黑像 言念初说 李老师笑啥 你们都是飞天了 难道不是吗 那我先给你们讲讲 这是个什么社会吧 这个社会 说是妇女翻身 其实仍然是男性的社会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吧 从街道办到市政府 省政府 甚至中央开会 公布的会议人员名单中 从来都是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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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号女 男的为什么后边 不加个扩号标名是男呢 海若说 这是这个社会 对女人不公 我们才要走出体制 走出家庭吗 走出来 就做生意 经济独立呀 不经济独立 怎么精神独立呢 是要经济独立 可都是些小老板呀 都像坐在窝里复旦的鸡 生下的蛋大蛋小 有的蛋还是软的 有的蛋还是蛋皮上 沾满了粪便和血 却都咯咯大叫 海若举了拳头 就在义光背上打 叫道 我们在你眼里 就是这形象啊 众人齐声讨 义光抹了一下脸说 比喻比喻 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嘛 当然 你们这十一块玉 不 除了一瓦 是已经够优秀的了 有貌有才 有一定经济实力 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 想买啥就能买啥 不开会 不受人管 神无戏绊 但在这个社会 就真的自由自在了 精神独立了 你们升高了想着 还要再升高 翅膀真的大吗 地球没有吸引力了吗 还想要再升高 本身就是欲望 越有欲望 身子越重 脚上又带着 这样那样的泥陀 我才说你们 不是飞天 飞不了天的 他问了海若 你觉得呢 海若说 念初 给我一支烟 爷念初 给了海若一支香烟 用打火机点上了 海若吸了一口烟 慢慢往出吐 烟吕却顺着脸颊 钻进头发 像是在燃烧 所以才要迎接活佛呀 衣光又要再说 一个人叫道 这是在说我胖吗 还是说淋了雨 我可是脚上没泥土啊 小唐嗷了一声 谢谢到了 果然 吸力水双手张开 像鸡展开翅膀一样 从楼梯口跑过来 他穿了件牛仔裤 白衬衣 背着牛津布 抽绳技术口袋的双肩包 全淋湿了 紧着说 对不起 我来迟了 倒酒倒酒 我先自罚散杯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坐坐 甲皮蛙长篇小说 赞坐正在播出 博奖 丁香姐 西丽水从火锅店回家换了衣服 刚一开门 心情就披头散发地站在那里 西丽水吃了一惊说 你吓死人了 咋站在这儿 我来和你说说话 刚到 你就开门了 那好 我带你去茶庄 晚上我们那些姊妹又聚会 你也认识认识他们 如果有缘分了 常来往着 大家一块玩 心情却 呜呜地哭了 西丽水看不惯女人哭的 爱哭的女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男愁哭 女愁怅 西丽水当下说 又哭了又哭了 你这眼泪水子嫩多 还是和田成斌闹别扭了 我和他分居了 你不是盼着能走出来吗 我和胡生一分开 人一下轻松了 幸福得不行 一个人在街上边走边笑的 你他哭哭啼啼 心里又舍不下他了 这倒不是 那就跟我走 去喝几杯 庆贺终于离开他了 我不去 你们那些姊妹 都过的是好日子 我去了 还是让人瞧不起 等我活得体面了 去了才能和人家说上话 你去吧 我到楼下坐着等你 西丽水倒为难了 说 你坐在楼下等我 那我成什么朋友了 那边的聚会你不去也罢 可我不去不行 这样吧 你就在我家 我两个小时就回来 于是叮咛着 渴了自己去烧水 茶在冰柜里 咖啡在桌上瓶子里 饿了厨房里有灌面和鸡蛋 还有酸奶和麦片 要是困了 就到床上睡一觉 新奇感动得又流眼泪 吸力水拉开门出去 新奇说 你从外边把门反锁了 我还怕你把我家东西拿走呀 吸力水走到楼下了 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没有说好 因为新奇前不久 确实有过把家里的一台投影机 一台微波炉和三个青花瓷瓶 拿来存放在他这儿的 他打了一下自己的嘴 吸力水是在办第一个汽车 专卖店时认识的新奇 那时新奇在专卖店旁边的幼儿园上班 没事了就来店里看各类车 说着的普通话很硬 却又加些港台墙 总在问这辆是什么型号 那辆是什么名字 或者就站在那些车前摆弄着姿势 让给他拍照 而对照片怎么美颜怎么修图 也都是吸力水交给他的 新奇长着一张很洋气的脸 新奇问过是不是汉族 新奇说是汉族 新奇奇怪 汉族的人都是平面墙一样的脸 你怎么是墙脚一样的 新奇说 或许我奶奶的奶奶的奶奶 被越匈奴强暴过吧 说必就像 吸力水虽然骂过新奇 说这话该扯嘴 但他确实喜欢新奇的洋气 后来交往多了 才知道新奇 其实是陕西南部乡下人 16岁就来京城打工 日子过得也很紧吧 新奇曾向他借过几次钱 有的是零零碎碎给还了 有的没有还 他也当面说了不让还了 但他发现 新奇拿了这些钱 总是先去买了衣服和鞋子 在穿戴上的花销 是吃喝上的十多倍 新奇的胃一直不好 尤其旌旗以来 肚子就疼得死去活来 西绿水劝说 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饭是吃给自己的 我是乡下人吗 必须表现为城市人啊 新奇武官和身材都好 长得时髦 又学会了普通话 比城市人还像城市人了 就和城里的田成斌结了婚 田成斌虽然有工作 有房子 但毕竟是一个小公务员 工资又低 人又死板 婚后争吵打闹 就把离婚二次挂在嘴边 却是一直要离婚 一直离不了 西绿水的婚姻不好 新奇的婚姻也不好 星星系星星 西绿水就给新奇出主意分居 分居三年 就可以去法院起诉 新奇真的就搬了出来 在别的地方租房住 但搬出来时 又拿走了家里好多东西 大人不打脸 接事不接短 西绿水后悔着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怕伤害了新奇 还想是否上楼再说些别的话 安慰安慰 天就开始下雨 便急急忙忙往茶庄去 开车经过吉祥街 雨是越下越大 一只刮雨气却坏了 西绿水把车停在一家修理店前 才交代着店员去更换 有人在她后肩上拍了一下 回头 竟然见识 许少林 许少林是西绿水的中学同学 那时还曾经追求过她 她没看上 因为许少林的个头还没她搞 尤其就在她向她表白的那天 她低头发现 她的袜子上有一破洞 甚至透过破洞看到了脚后跟脏兮兮的 她就反感了 当场拒绝 后来两人都上了大学 毕业后 许少林分配在市城管局 她分配到市宫殿局后 又辞职做生意 十几年里 相互都知道些情况 却再没来往 没想到在这下雨天的晚上 却在修理店碰上了 许少林瞧她的眼睛 依然闪动着喜悦的光泽 她也就夸张地惊叫起来 哎呀 是你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天气真是天意 咋是天气就是天意 要不下雨 咱们就碰不上吗 好 都还好吧 哟 这车子不错吗 嘿嘿 单位配的 哦 是听说你当处长了 果然是 小官小官 娶了媳妇 生了儿子 又高升了 人生得意着 还这么低调呀 有的有事 职务上是进步了 家里却一团糟吗 你也闹离婚了 离婚到没离婚 儿子闹心 是儿子个头也不高 学习也不好 那是遗传呀 许少林 许少林笑了笑说 我这个头让我自卑了几十年 我总算找了个高个儿老婆 儿子现在比我高了 长得帅 学习还行 却早恋了 讲吃讲穿 我骂他潇洒啥来 拿我钱去耍人 他却说 我花的是他的钱 我花的他的钱 你听狗东西咋说 说 你就我一个儿吧 家里的钱 到底是不是我的 你现在是不是花我的钱 吸力水就笑说 这智商高啊 将来可能也是个领导 唉 你就会戏谑我 以后得巴结了 你是处长了 有什么好事了 别忘了我啊 几十年了 啥是忘了你 哎 世上要在各条大街口 办几十块LED显示屏 这事我管的 你有没有兴趣 啊 这是大生意呀 让我来干 你真的想干 干呀 你只要让世上什么领导 给我局长说个话 我来给你操作 许少林呀 你这是耍嘴嘞还是耍我 我能找到市领导 我还用得着你吗 那你等着 等我当局长了 你当局长了 我早饿死了 到了茶庄 吸力水先自罚了三杯酒 大伙又嚷嚷着 要她打个通关 她实在喝不了 伊瓦主动替她喝 就越发喜欢伊瓦了 还要让伊瓦教她几句俄语 伊瓦发出卷舌音 她就是学不来 嘟嘟嘟 怎么也不是颤抖的味道 喷出来的唾沫星子 反倒见识了斯伊南的后脖 吸力水不学俄语了 和路易可说话 相互询问着生意上的事 吸力水就说了几十块 巨型广告屏幕的事 问路易可有没有兴趣 路易可当然上心 反复强调要把这活一定拿到手 她会想办法找世上领导 并让吸力水介绍尽快能见见那个许少林 吸力水说 好嘛 你和她见面时 带一张伊老师的书法作品 那一张十五万元呀 我可从来没向伊老师开过口 你办大事来 就开个口 她不会收你的钱 她咋能不收我的钱 我知道她欣赏你 从她每次看你的眼神 我就能看出来 你胡说 却从口袋掏出一小瓶 日本产的饮药水 给了吸力水 通我介绍 就这报酬啊 事成了 会给你回扣的 回扣不了 你让伊老师写字的时候 也给我要上一个小片片啊 约莫三个小时后 吸力水回到了家 吓了一跳 心起整个身子 窝拳在沙发里 一只胳膊搭在扶手上 耳头又枕在胳膊上 是睡着了 那头发梳成左 又粗又长 就软软地从背上 一直到屁股下拖着 像是一只狐狸 吸力水站在沙发前了好一会儿 心起还是没有醒来 倒可怜了 取了一条毯子 盖在他身上 但这时心起醒了 一下子跳起来说 啊 我咋睡着了 你几时回来的 真对不起 让你等这么久 说对不起应该是我 这么晚了让你不安生 今晚你不要走了 我也不睡 咱就好好说些话 去烧水 给心起起了杯茶 自己冲了杯咖啡 官方在茶几上了 鞋一拖 也盘腿坐到沙发上 吸力水以为 心起还会再说闹离婚的事 没想让他大惊失色的是 心起竟然和一家 在西京的香港公司老板 相好上了 这家公司在西京很出名 吸力水没有接触过那老板 却在电视上见过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吸力水说 今儿奇怪 遇到这么多事 你心起想好了一个大人物 我们在伊达已经一年了 认识了他 才和田成斌要离婚 离了婚是和他结婚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事的 吸力水这时 倒有些小小的嫉妒了说 哦 这也好嘛 你总是没钱 终于要成富婆了 他是有钱 我从来没见过 像他那么有钱的人 他只是给我个小钱 反二婚 是男是女 开始都是不放心对方嘛 等结了婚就好了 他的钱还不是你的钱 心起嘴一脸又哭了 眼泪鼻涕一起下来 吸力水忙问到底咋回事 心起才不哭了 脸凶起来 破口大骂 港商是棺材嚷子 是老色鬼 大骗子 一边骂着 一边说着他和港商的交往 他说他不避讳 就是冲着他的钱去的 要不 他怎么会和一个哭老头子在一起 亲嘴能把假牙都掉下来 他说 他是做了缩阴手术 冒充了厨女 老头也是偷偷吃了什么成分的药 竟然比年轻人还刚猛 他们或许相互心知肚明 却不说破 在一起了 就是喝酒 把自己喝醉 关了灯上床 高超来了 就大声喊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真的和死了一样 只等着第二天早晨醒来 他说他知道 他在香港有家室 他不肯娶她 他却是和她在一起了 才闹着和田成斌离婚 到头来 他就紧紧落得 那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吗 那些衣服 包包 手表和项链吗 西姐 我给你说这些 你不恶心我吧 西里水的心 一直在蹦蹦跳 说 这不是做小三吗 离婚谁都可以离婚 过不到了一起 离婚天经地业 我离过婚 我的那些姊妹 大多数我现在 都是离了婚了单身 可怎么就做小三呢 欣起睁了圆眼 漂亮的脸蛋 突然变了形说 我不像你和你那些姊妹们 都是老板吗 这话让西里水有些生气 甚至愤怒 他看着欣起 欣起的嘴略有点歪 以前还认为 这有另一种美感 现在就看着不舒服 觉得怎么就认识了 新奇并能成为朋友 人常说 婚姻要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了 就能思维无异 意识相近 交朋友 也是这样吗 与人出交 一切尚好 时间久了 其出身 地位 文化水平 生存环境的不同 就必然各行其道了 西里水想要冷淡新奇 让新奇意识到他的冷淡 而自动告辞离去 但他又说不出冷淡的话 和做不出冷淡的动作 他沉默了一会儿 站起来 重新去冲一杯咖啡 穿拖鞋时 竟然穿反了 就在这时 他又否认了自己 怎么能以自己来要求家人 怎么能以家人来要求朋友呢 一光说找对象 其实是找自己 交朋友 不也是交自己吗 新奇的优点 当然是自己的优点 新奇的缺点 毛病 就不是自己的缺点 毛病了 如果自己不是个老板 众姊妹们都没有经济独立 那会是怎么样呢 他说 新奇 给你茶蓄血水 我不要了 他穿着相反的拖鞋 举心冲了咖啡 又穿着相反的拖鞋 坐回了沙发 哎 这么大的事 折腾这么久了 你竟然不早跟我说 我想成功了给你惊喜 谁知道 我活得这么难 那怎么办 和田成斌重归于好 能重归于好 我还分居离家 我来找你 就是想求你帮我 不说求子 我能帮的 哪里会不帮 你能不能陪我去一次香港 往返的机票 住店吃饭费用 都有我出 去香港 前两个月我才去的港 你才去过 意思是不想陪我去了 那你在香港的医院里 有认识的人吗 去香港干啥 看病 老家伙 已经回香港了 估计再不来西京了 以前每次 他都带避孕套 现在才明白 他是不想让我怀孕的 这次去了香港 我要找个离医院 近的酒店 约他来了 一定要保留他的经验 尽快拿去医院冷冻 然后回来做试管婴儿 如果孩子能生下来 我就再去寻他 他不承认 那我就做亲子鉴定 他不管我了 总得管他的孩子吧 西丽水像电机一样 身子抖动着 眼睛就模糊起来 看新奇是双眼 那略歪的两片嘴唇 上下一开一合 姐 西姐 西丽水这才听见了 兴起说话 应着 哦 哦 西姐不肯帮我 我不认识香港的医生 香港没一个熟人呀 你觉得这可能吗 只要肯去做 我想不会没可能的 你是敢想敢做 成了几件事 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 因为世上的事 没有不成功的 只要敢想敢做 可是兴起 这世上确实有不成功的事 你想想 你去了香港约他 他能不能就肯见你 即使见了你 能不能保留下经验 就是保留下来了 能不能及时冷冻 冷冻了 能不能做成试管婴儿 这一切都顺利成功了 你抱上孩子去找他 那少不了是一场风波 涉及他和他的老婆孩子 也少不了是一场官司 官司可不是十天半月就有结果的 倒是你 我只能走这一步呀 西姐 你这是钻了牛角尖啊 回了头能活的路多啊 新奇端起茶 走了一道 喝完了 又摇着杯子把茶叶也吃了说 我不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给你煮一碗面 我不饿 该走了 不是说好就睡在我这儿吗 这么晚了 离天亮还早 在这儿也影响你 我还是走了好 便开始穿鞋 收拾蹄兜 从茶几上拿了手机 西里水说 我拿不了你的事 这样吧 新奇 如果在西京坐试管婴儿 这儿我认识人 到时候我带你去 新奇站起来 发现不对 把西里水的那个手机放下 再拿另一个手机看看 装进口袋 西里水取了一把伞 也给新奇一把 送着下了楼 外边的雨 稀稀里里还下 等来了一辆出租车 西里水把一百元 扔给了司机 新奇也没粘串 车子就开走了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做作 甲皮疙瓦长篇小说 赞作正在播出 播讲丁香姐 路易可 见夜街 雨下了三天放晴 雾霾消除 就有了白云 而且站在茶庄的二楼 可以望见远远的秦岭 海若在店里 查看送来的包装袋样品 高文来便叫喊小唐 快看快看 一条云龙 从秦岭上过来 小唐说 那不是龙 龙是飞的 它是在跑 高文来说 那就是恐龙 恐龙跑着跑着 却瞬间散开 到山沙顶上了 只是一小疙瘩 样子像个蜘蛛 趴在那里 海若说 咱还没给师傅气茶 小唐气了茶过来 送样品的师傅说 我不渴 我不渴的 端起来还是喝了 茶庄前些天 进货了一批 宜兴茶壶和简阳展 联系二府街布行 做包装袋 送来的样品有两种 浅红色的和褐红色的 全是丝绒 上面绣有龙凤图案 还印着赞座茶庄字样 带口是个三角形 有扭 能交叉相扣 还若说 统一都用黄色吧 黄要佛黄 龙凤图案太常见了 有些俗气 能否换成一个飞天 而赞座茶庄四个字 字号要再小 放在袋的左下角 正说着 路易可提这个塑料袋 里边装了一本书 晃有晃有劲了 海若就让路易可 看看包装袋 路易可认为 袋口设计不好 能做成松紧拉绳吗 海若说 你说得对 拉绳要粗 筷子粗吧 拉绳颜色呢 是折褐色的怎么样 说话就说肯定些 那就折褐色吧 布行的师傅 拿着样品走了 你是咋搞的 人又黑瘦了 你知道我一瘦就黑呀 那出门就多抹些粉 我这个不会长 身上倒是白白的 翩翩脖子已上黑 素颜怎么了 是不是进了茶庄 也得包装啊 拿眼睛就盯着 小珍小苏 茶庄的茶 不是从茶市场 进的成品货 是每年都派人 直接去福建 安徽 云南产茶地 收购散茶 回来自己装盒 装袋 贴了盘出售的 小珍小苏 也正在一边过乘 一边往精美的 直筒里装散茶 小珍就说 路姐 我们这可不是 糊弄顾客呀 茶叶绝对是商品 路易可做个鬼脸说 我是气你老板的 你能气了我 咋能不黑瘦吗 一夜一夜睡不着 业务不扩展 再这样半死不活下去 公司不倒闭 也得裁员啊 我就见不得哭穷的 若哭穷就真穷了 是真的穷 不是才弄下个广告牌吗 也就一个嘛 哦 肯定是有事来求我了 路易可就笑了说 就是 你得一定帮我啊 我这儿可没劳力供你用 也没钱拆借你 就说一句话的事 便低声告诉了LED显示屏的事 激动吧 还若却不激动说 路易可呀 我可提醒你啊 具体办事的人 会说你只要让领导 给我批个事我就办 领导又会说 你让下边打个报告我就批 都是在忽悠的 不批事 就让市委秘书长 给说句话就行 或许又成了呢 许长林让秘书长给他说句话 是我觉得秘书长就可以的 你咋知道我跟秘书长说 反正我知道吧 还若不吭声了 半天才说 我可从来没给人家说过 懒工程类的事 但人家认不认 我不敢保证 没问题 门口进来了顾客 小唐迎着去问买茶吗 还若倒把路易可 手提的塑料袋拿来去说 你说你忙来 倒有空闲逛书店了 哪儿是空闲了逛 去书店是正经吗 还若拿出书 却是一光十年前写的一本旧书 翻开非夜 上面还写着 赠好友林福才指证 路易可才说 刚才他到陆水市 市已经散了 只有个卖旧书的收拾摊子 发现了这本书 林福才 既然是易老师的好友 赠送的书竟然卖了 他买下来想送给易老师 好呀 这书给易老师了 他会是怎么反应 要红着脸破口大骂 那个林福才了 这倒不一定 他会提鞋上 再赠好友林福才 给林福才寄去 两人就笑了一通 海若却突然看着路易可说 不退呀 你平时都睡懒觉的 今儿到起得早 还逛漏水市 早早来求你说是的吗 不至于吧 还去什么地方了 路易可就嬉戏说 求你 也得给你一些好处嘛 是去了一个朋友家 以后啥事 别想瞒我 西京古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 人类口头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了 你知道不 我听我古琴师傅说了 西京古月 被誉为中国古月的活化石 早应该入名录了 但你不知道 西京古月有个庆祝演出吧 啥事后 今晚就在古都大剧院 弄到票了 朋友让去他那儿 只有三张 哦 遗憾活佛没早点来 西京古月分为僧道俗三个流派 能让他也听听多好吗 就三张票 那叫谁去啊 你一张 我一张 西西家住在建业街 离古都大剧院见 把他叫上 别的去不去无所谓 他们都不好这个 他们咋没兴趣 就是没兴趣 让他们听听也好吗 你以为这票好买吗 我是缠着朋友硬要了这三张 好好好 我请你吃饭 不让你抢 吃得徐希的 下午 两人去了建业街 建业街西端 原是全市最高的一个坡梁 现在是新区 大剧院就在泼凉处 往东是一条绿化带 齐花一幕 味蕊繁盛 风景十分优美 徐希住在东段的一个小区里 徐希从市场上买了一筐阴尘 挑剪干净后 用开手烫了 捏成疙瘩存放在冰箱 还舍不得烫过的水 分装了几个保鲜袋 见是海若和路易可来 又是送了演出票 喜欢的说 好得很 我现在就去买肉 晚上吃阴沉肉馅饺子 要吃贵的 贵的不一定就好 阴沉才上市 正嫩着 吃了滋干润肺 利尿通便来 别听一颗炸虎 咱就吃饺子 海姐是吃家 就开始换衣服 梳头抹粉 头脚收拾了 要去买肉 路易可说 还是我去买 你给海若说养生吧 开门下楼去了 徐熙原是秦岭东边的 画线剧团演员 辞职到西京创业后 身体一直不好 就特别注重养生 也少不了给众姊妹 推荐些保健办法 比如春天里 阳气上升 容易肝火旺 要多吃苦瓜 芹菜和薯类 到了夏天 一般人都认为 不能多吃热量大的食物 其实冬天的病 要在夏季来治 吃羊肉 能逼走身体里的湿气 秋天里 一定要每个早晨 吃一颗鸡蛋啊 不放调料 也不要加糖 白水荷包蛋 可以补气的 而天一冷吃萝卜 熬上一锅萝卜 随时吃 它就是一冬 要吃二百斤萝卜的 大家不免嫌它啰嗦 海若总是开拓它说 你坐上车 补给安全带 车当然要滴滴滴地 想着烦你 有着海若的认可 徐熙就强调 得听它的 它家是化现的 三世老中医来 就反复推荐 大家早晚 服六位地皇玩 还推荐 澳大利亚的深海鱼油好 日本的眼药水好 泰国的清凉高好 每次聚会 路易可不愿意和 象棋与徐熙交谈 象棋与总是说股票 徐熙总是说养生 现在路易可去买肉了 海若拨葱倒蒜 徐熙开始和面 徐熙就说 海姐 你脸上有青春痘了 多大年纪了 还有青春痘 这几天有些上火 便密博 这是老毛病了 我给你的青藏高原菊花 没泡着喝吗 喝了一星期 效果不是多明显 你的内火真大 我给你些日本产的通便药吧 每次小小一粒 问题全解决了 我服过 效果是好 只是有些肚子疼 是有些疼 那你就不要用了 服些冰郎私通丸 这是中程药 啥感觉都没有 早晨肯定上厕所 四一男也是后脖上 满是些痘 敷了三天 拉空了肚子 就全好了 海若只是笑 徐熙说 你也不信了我 和好了面 海若在案板上揉 徐熙拿出 以放进冰箱的印尘 来剁碎说 印尘确实是饱 总是我给你带几包 回去煮呀炒呀 量拌着也行 哎 你的六位帝皇丸 服完了吗 服了一星期 老记不起 就要没再服 要坚持的 我爷爷服了一辈子 九十六岁了 还骑自行车外出的 易老师服了几年 你瞧他那身体 哪像五十岁的人 服一个月两个月 似乎没效果 可半年以后 就知道他的神庙了 四一男已经服了一年了 每天早上 都是我提醒他 以后我也每天 发信息提醒你 徐熙啊 你可以开个养生保健店呀 嗯 我有这个考虑 路易可买了肉回来 海若就让路易可剁肉馅 徐熙赶饺子皮 他却洗了手 要去阳台上坐一坐 是不是耳朵累了 要清静清静 吃过了饺子 三人便步行往大剧院去 顺着绿花带走 都喜欢着那些树木 感叹从书干到枝叶 你能感觉到一种勃勃生气 却又具体说不清 怎么个勃勃生气 人也是这样吗 生活滋润 精神充实 是不是头上都有光焰 或者达到了一定境界 就像佛一样 有了光运 海若指着一棵树 他问路易可 这是什么树 叶子宽厚 像是肚了一层蜡 路易可说 是琵琶吧 哪里是琵琶 柿树 我们县的柿树最多 秋季里满山遍野柿子熟了 像挂着一树一树的小红灯笼 柿树是要嫁接的 不嫁接接的柿子 小得像枣 叫软枣 不能吃的 秋末冬出了 把柿子摘下来 但树梢上一定要留三四颗 那是留给老蛙的 老蛙是啥 就是乌鸦 叫那么土的名字 手机响了 他和人通话 就落在了后边 半天跟不上 你快呀 啥重要电话 能打这么久 路易可只是白手 海若和徐希就往前走 海若说 那是棵石榴 嗯 叶子像石榴 石榴树 却没有这么高大 是槐树 市场上卖的槐花 就是从这种树上摘的 槐花做成的焖饭好吃 做焖饭的是羊槐树上的花 这是土槐 花不能吃的 徐希又指点的是核桃树 这是栗子树 还有远处那棵 是造茄树 路易可终于打完电话 拈了上来 指着一棵树 我认得这是棵樱桃树 是桑树啊 哦 我小时候养过蚕 记得我爹 带我去郊外采过桑叶 桑叶没有这么大呀 那是桑树也没长大吗 路易可又指着一棵树说 这树秋天里结什么果 结辣子 结辣子 你骗人吧 徐希就得了意的笑 路易可又不停地问 徐希就不停地回答 徐希到底是从线上来的 知道的这么多 徐希突然不说话了 路易可往前跑着 大声喊 这一刻呢 这一刻呢 徐希说 不要问了 我也是西京城里人 啥都不知道 到了大剧院 院前的广场上 灯火通明 人头簇拥 很是热闹 三人去领了演出节目单 又买了爆米花和矿泉水 才要进去 路易可手机又响了 真烦 上天入地 都没个躲身之处 但一看显示 便让海若和徐希先进剧院 她跑到广场边去接电话 电话是西丽水打来的 西丽水问路易可在哪 路易可不愿说 来和海若徐希看古月演出了 编了个谎 说在家里 西丽水说 那好呀 饭馆离你不远 让你快过来 路易可问啥事 今天火炮的 西丽水才说 今晚许少林一伙 在成都印象饭馆吃饭 也把她要去了 正好是个谈事的机会 路易可一下子头大了 说了一个谎了 得用几个谎来圆场啊 她说 这么快的就能谈事 活开这事能成了 哎呀 别人给了一张票 让去看戏来 能不能和人家再约个时间 戏有啥看的 戏有生意重要吗 错过了今晚 啥事才能约到人家 赶快 那好吧 路易可想回到剧院里 给海若和徐希说说 又觉得是自己 邀了他们来看演出的 自己倒要离开 这样不妥 不如先去成都印象饭馆 去见一下许少林 便搭了出租车去了 二十分钟到了饭馆 给西丽水打了电话 西丽水出来接路易可 路易可说 有几个人 他们留个人 加上咱俩正好一桌 饭桌上能谈这事吗 我已经给他说过了 说你就是做广告的 业务上绝对可以保证 如果人多不好谈 先认识一下 见机形势吗 我来买单 当然你买单 那是几十块LED显示屏啊 是不是把易老师的书法作品 也给人家 你拿到了 几时拿到的 也就今早上 你行啊 一说他就给写了 我买的 还哄我 哼 给我讨的小片片呢 我说了 他说你亲自去了 才给你写 他能说给我写 他给你写还能要钱了 他捏了一下路易可的脸 路易可只是笑 两人进了包间 许笑林一伙在里边吃饭 桌上杯盏狼藉 人也喝多了歪三倒四 西丽水做了介绍说 是大美女吧 我的朋友不是大美女就不交 她可是万人里也就一个了 女人 看不准女人的 你是说她没有我美 你俩都美 你俩都美 女人分皮项美和古项美 你是皮项美 她是古项美 五项美 那看越老越美 你这话才说对了 就让路易可坐到许笑林身边 我得先给大家敬酒嘛 就提了酒壶 从许笑林开始 每人敬三杯 她也陪喝三杯 一圈下来 竟面不改色 然后坐下却说 这菜够不够呀 再加些菜吧 喜利水便喊服务员 再加了三个菜 许笑林说 喜利水啊 路易可还真是个大气人 当然了 出色见面 路易可还给你带个礼物来 就说 易可 这里都是许厨长的哥们 你把礼物拿出来 路易可取出一幅 四尺整张的书法作品 众人见落款是易光 挖了就叫了 是易光的作品呀 市面上可卖十万元的 你们知道价呀 谁不知道 市政府去北京办事 也都是南易光的书法作品吗 许笑林看了一眼 却还在喝她的酒说 我就不喜欢她的字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言语了 喜利水和路易可 也吃了一惊 喜利水说 你不喜欢 那不就是用毛笔写的钢笔字吗 旁边的人也就说 我也知道易光林田少 书法功力欠缺 名人字画嘛 字画不贵 人贵 我更是看不上她的人 世上领导好像重视她 她以为自己真了不起了 其实需要她时 她就是金箔 不需要她时 她就是玻璃 路易可要往起站 喜利水 按了按她的肩说 她是市政府的参事嘞 那还不是装潢吗 她倒浮躁张狂 明示派头 出门中视装 大烟斗的 你看过她的名片吗 什么政协委员 什么参事 什么文化顾问 什么作品获过奖 什么一级作家 相当于教授 什么政府津贴 获得者 政府利用它 它也会利用政府 一时大家面面相去 路易可脸上 一块白 一块红 喜利水说 喝多了喝多了吧 你要不喜欢 那我就拿走呀 把书法作品叠起来 却塞在了 挂在椅背上的 许少林的提兜里 吃笔饭 路易可埋了单 喝喜利水 送许少林一伙出来 许少林 已经脚下办了算 喜利水 还要拉许少林 到一边说话 许少林说 你说 就在这儿说 L1D显示屏的事 我可要路易可 直接找你了 行呀行呀 只要市场领导 给我说一声 这没问题吗 送走了他们 路易可说 他不收 还是当着人面 故意不收 可能是故意的 我把书法作品 装在他体兜了 不管故意不故意 他怎么能 那么诋毁易老师 你要不拦我 我真会反驳他 或者站起来就走了 那是傻人呀 还追求过你 不愧你拒绝了他 咱把咱的事办了就是了 管他是谁来 这能办吗 真不该先给了他 书法作品 给了就给了 你也没掏钱吗 路易可还生着气 就和西丽水 告辞离开了 海若和徐熙 见路易可 迟迟没来 埋怨着他 这是干什么去了 徐熙还到剧院门口 找了一下 也没有找到 演出就开始了 海若是熟悉 西京古乐的 而徐熙 是第一次观看 海若便一边看 一边给徐熙 解说着节目的名称 先是行乐十六拍的运曲 绕仙堂 耍曲出鼓 歌章往东瞧 同鼓步步交 再就是 齿吊双云螺八拍坐月全套 先三鼓边云螺起 云螺尾 头侠起 头侠 接凤金碑 二侠起 二侠 再接摇门栓 三侠起 然后三侠耍曲 青吹耍曲 筋骨 齿吊双云螺八拍坐月的上半部 都演奏完了 路易可仍未出现 到了下半部 海若和徐熙星就慌了 还未结束 就出来寻找 路易可就蹲在广场边的倒盐子上 缩头抱肩 磁呆得像块石头 人生短暂 起来 小说里 坐坐 甲瓶蛙长篇小说 赞坐 正在播出 播讲 丁香姐 第九章 斯一南 登风像 斯一南在医院里照料了夏字花一天一夜 轮到颜念初值班了 海若是和颜念初一块去的 夏字花输入了薛小板后 病情并没有起色 甚至发了烧 咳嗽不已 这时众姊妹又担惊受怕 考虑是不是再打听些中医偏方 或者转院 海若找主治医生说了半天话 出来给斯一南和颜念初讲 以前采用中医都没有效果才耽误了病 该医院已经是城里最好的医院了 何况正发烧 病人不能再折腾了 颜念初听了说 我听说有些病就是前世的什么业所致 今世就得偿还 这如入役坐牢一样 该做三年就做三年 该做五年就做五年 三年五年的罪受过了就会好的 唉 只是夏字花可怜 便双手合十 口里念起阿弥陀佛 海若说 是真要佛保佑了 那活佛哪一天到呀 古月二十天之内吧 酒店还没订好吗 就订到像个里拉酒店吧 可以便宜 但还不知随行有几位订几个套房 先定下五个吧 三人进了病房 夏字花睡着了 一只脚还露在背外 肿得明晃晃的 轻轻按了一下就一个坑 半会儿起不来 海若噎了噎背脚 又给颜念初低声交代起来 病房里一定要护士每天消毒两次 夏字花要大小便了 不要搀扶着去公厕 就在床上用便器 免得再着风 吊针打得脚手都肿了 多切些土豆片敷着 来探视的尽量不让进病房 进来了待一会儿就让走 隔一个小时 做一次病情记录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就找医生 同时给他打电话 但不要告诉老太太 一切都叮咛到 才和四一男离开 在一楼大厅 四一男去收费处 又交了一笔款 急着要上厕所 海若却想着天气上好 中午开车陪老太太和孩子 进一趟秦岭 散散心 问四一男 还有没有精神头一块去 四一男说 三天三夜不睡也没事的 只是昨晚家具店来电话 就是新购的一批货到了 他得回厂里料理一下 还得尽快去香格里拉酒店 预定房间 海若走了 四一男这才去厕所 四一男上完厕所刚出来 一个女的急活活就要进 一看见四一男 突然停住说 这是男厕所 女厕所呀 那女的又看了一看四一男 再仰头看厕所上的牌子 才进去了 四一男知道那女的 把他认作男的了 心里有些不悦说 傻眼神 四一男五官大方 高鼻梁 双眼皮 只是脖子短 腰身粗壮 又喜欢留个短发 忠性穿着 经常被外人误认为男的 但四一男是众子妹中最厚道 又最能吃苦耐劳的 海若但凡有了男事 第一个叫来的就是他 他也总能把交代的事搞定 四一男原先开了一家家具厂 也有一个门面 出售的家具都是自己的产品 也就是轻式的那种八仙桌 靠背椅 桌面椅背上还欠大理石 十分笨重 他曾要免费给茶庄送两个桌子 还若不要 说和他的审美不同 也和茶庄的风格不大相配 三年前 先进了一张巴西黄花梨板材 宽一米三 长两米 厚二十厘米 凭着抬厂门进不去 竖着抬 两边六个人还抬不起来 后来再增加四人 两边各五人 抬着时候力量不均 板材倒了 压住了左边的那个大工匠 又一时挪不开 出了人命 还是海若出面 和王者家属调节 赔了一笔重金 从此再不办厂开店了 又是海若安慰他 建议门面还要开 纯做卖红木家具的生意 茶庄的家具 都是从福建厂家进的货 海若人熟 就把关系给他 进了名式家具 买卖竟然比以前还好 不久还扩张了门面 四亿男在卖家具时 认识了酒店的老总 平日众姊妹谁有客来 都是他去酒店交涉 房价能定到最低价 离开了医院 四亿男并没有去家具店 也没有去像个里拉酒店 倒是在超市里买了鱼 就往星龙街去 星龙街是一条吃喝街 沿街都是小门面 有卖羊肉泡馍的 混沌汤包的 拉面拉条子的 蒸饺锅天的 葫芦鸡 粉蒸肉 甜胚子 兔头 冒菜 臭豆腐 绿豆糕 老早 麻辣烫 西京把这条街变成了长桌 各地的名小吃都各显其能地往上摆 人就慕名蜂拥而至 生意太好了 催生了新的行当 原先凉皮烧饼都是店家自己制作 现在有了专做凉皮烧饼的 统一配送 街上就多了三楼车 在各家店面门口 叮叮当当铃一响 店里老板就拿了篮子出来 清点了凉皮和烧饼 老板总是要给发一支香烟 骑三楼车的 却并不愁 夹在耳朵上 嘻嘻哈哈地又骑走了 但骑得更快的是送外卖的小哥 这也是新行业 电动车会在人群里不停地扭转车头 偶尔就摔倒了 自己起来不管胳膊腿蹭破了伤没有 先看饭菜香的饭菜是否倒出来 没倒出来 扶起车子又骑上走了 常有挑了两筐鸡蛋的人在喊 撞 撞 他不怕撞着别人 怕别人撞了挑子 腊牛肉店门前又在排长队了 卖主是个胖子 一边数着一塔钱票 一边问着来的熟人 来了 来的熟人回应 来了 又问 今天天气好啊 又回应 不好 心脏病脸才红的 啊 年纪大了 要把自己看重啊 是啊 老伴熬席饭 老实席饭 我为啥不吃肉呢 撑好了肉 卖主还在用纸包着 他倒是首先撕下一疙瘩嚼起来 三鲜胡萝卜头店门口 有棒棒肉 揭开锅了 里边是酱色的猪的大肠小肠 心肝和豆腐肝 来点瘦的啊 卖主就用竹尖在里边翻来搅去 捡出一截小肠来 咚咚咚在案板上剁 眼睛却盯着旁边店前的干果摊 干果摊上竟是核桃 红枣 花生 杏仁 八蛋木 有路人顺手抓一个枣丢在口里 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 他说 老三 李老三 你摆摊子不管摊子 一个人从店里出来 看着远去的吃早人说 就牛一毛 没事 没事就没事吧 我多嘴 思伊南买了鲁鸡翅 腊味鸭脖 还要去买棒棒肉 大包小包地提着 两个手的全倒在一个手上了 腾出左手给徐希打电话 亲爱的 在家吗 我脚快疼死了 在家穿什么高跟鞋 我在商场给你选鞋了 我鞋够多了 买什么鞋 出门得讲究头上脚上的 得把你打扮打扮啊 再打扮 我就不是我了 你看奔驰宝马车 实在车上再装饰了 只有三四万的车 才喷图案呀 写调侃话呀 那就买名牌 阿迪达斯的 我不要 我不穿 我这会儿去你那儿 买了鱼 咱做红烧的吧 你从医院回来了 嗯 也念初替换了我 我再去买棒棒肉 不买棒棒肉 熏常吃了容易致癌的 那不买了 想吃狮子饼吗 我要吃蜂蜜凉粽子 四一男就跑去粽子店 店里卖粮子的当场浇蜂蜜 他不让浇 多了十元钱 另外买了一小罐蜂蜜 拿回去吃时再浇 路过一家成人用品店 店面极小 而且店门前还有一根水泥路灯杆 稍不留意就被忽略了 四一男四下看看天气晴朗 万象更新 迎面过来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举了串冰糖葫芦 没有吃 却走一步伸出舌头舔一下 竟撞着水泥路灯杆 好像没撞疼 打了个猎且就跑去了 四一男笑了一下 闪进店里买了一瓶神油 再买了洗劫剂 从胯包里掏出卫生纸 极快包裹了再装进包 出来时微笑着 看到隔壁怪味压博店门口的广告牌 上面的那个模特也在微笑 笑得有些羞难 这时候手机响了 以为又是徐熙 看着却是英丽厚 一接通 英丽厚几乎是哭腔 四一男 你到哪了 你能来吗 你快来啊 四一男吓了一跳 盲问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闯人了 你能来吗 我就来 不要慌 不要慌 你在哪儿 英丽厚却说不清了 这是哪儿 你知道城南酒店吗 我从工艺坊出来 经过城南酒店 向西拐了一个弯 斜对面是家电影院 是风登陆 风登陆西段 四一男以最快的速度开车 在众子梅中 四一男是车开得最快的 英丽厚第一次坐他的车说 你掐的啥汽油 95号啊 咋觉得油里 有疙瘩大大的东西 车一点一点的 你是笑话我技术不行吗 我学车不是在驾校的 海杰有车 我问他怎么启动 怎么加油和踩闸 他跟我说了 我就直接把车开到街上去了 可能是我踩闸太急吧 英丽厚让他开慢点 他偏忽地冲了前去 又猛地一停 和前面停着的车 只隔一直远 英丽厚后来也买了车 四一男要交 英丽厚不让交 老老实实去驾校学了三个月 学成后仍是小心翼翼 一上路就睁大眼睛 身子挺直 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四一男联系英丽厚胆小 英丽厚到都呢 四一男太野 但是多年来 四一男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而英丽厚不是被别人挂蹭了 就是他追尾了别人 四一男赶到了风灯路 英丽厚的车停在那里 他却被一个躺在地上的男的抱了腿 要甩开 怎么也甩不开 英丽厚说 你不是没大碍吗 你起来走走呀 走走让我看伤了哪儿 你还嫌没撞死我吗 我起不来 我走不动 那你不能抱我腿呀 我不抱住你 你跑呀 我能碾上车轮子 你哪儿伤了 咱们上医院先给你治吗 我没时间去医院 你就不能私了吗 啊 私了 让我赔偿吗 那我给你三百元吧 三百元你能说出口 一千元 必须一千元 我身上只有五百元 就全给你吧 你穿得这么好 开的卡验 你能没钱 双方一争执 便围观上了一堆人 英丽厚向围观人求公道 没人啃出头 那男的就开始嚎着疼 四一男走过去了 问咋回事 英丽厚眼泪都出来了 说了经过 四一男把墨镜摘下来 看着那男的 胳膊上是有一道血 像爬着一条蚯蚓 扶下身用手一抹 皮肤上有一道伤口 突然抱了口 放开手 那男的哆嗦了一下说 不放 撞了我就得赔钱 四一男又吼了一下 你放不放 不放 四一男猛的一推 那男的在地上 划出了一丈远 爬起来了 腿脚好好的 说 保证出血了 不给钱还打人 就打了你 你来还手啊 恐怕你还手没力气吧 我告诉你 毒瘾犯了 要碰层弄钱 这弄钱的技术 也太差了嘛 那男的愣住 声音明显软了说 大哥大哥 那我就要三百元 谁是你大哥 滚 一分钱都没有你的 那男的竟然嘟嘟囔囔 嘴里像含了个核桃 看着四一男 四一男再骂声滚 那男的浑身 土曲曲地走了 硬力后松了一口气 双手在脸前扇风说 他是抽大爷呢 你瞧他那脸 两三无肉 灰暗的像土不带摔过的 你咋知道他是碰瓷 我听人说过碰瓷 他就是碰瓷的呀 我一抹那血 皮肤上是有个伤口 但不是撞破的 也不是被撞在地上蹭破的 广广的一道口子 分明是用刀片划的 果然在车底下 有个刮脸用的小刀片 硬力后才凹了一声 四一男问盈利后 怎么就到了风登陆的 盈利后却说 他这几天心情不好 倒霉的事就一件连一件 你还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盈利后哀了一声 欲言又止了 说前几日出来散心 在城南酒店后边的工艺坊 买了一把素纹扇 拿去让海姐 寄一颗珍珠扇准 海姐说这扇子好 才正好进货了一些 一点红的白马脑 而且全加工程金刚储 就让他来多买些 都系上金刚储这儿了 给大家美人一把 等他来买时 小马牙玉竹扇只剩下六把 别的都是排口大的秋扇 他说一定都要小马牙的 人家就要从别的店里钓 让他过两个小时再去取 他就出来想去逛逛商场 没料却被人碰瓷了 四一男说扇子就是扇子 咱还有什么素纹扇小马牙扇 英里厚说小马牙扇也就是素纹扇 纹扇它比一般秋扇短了两寸 小骨也少了两方 扇头形状像小马的牙齿 看着小巧精致 适合于女性用吗 四一男说 你也学着海姐的文青范 那么小的能扇出什么风 你给他们买素纹扇 给我就买秋扇吧 我拿去让一老师在上面写几个字 英里厚说 哎呀 我倒没想到这一点 海姐也没想这一点 是该都记了金刚储这儿了 再让一老师都写上字 说了一阵话 四一男就告辞要走 英里厚看看手表 说取扇子还得一个多小时 她也不去商场了 要感谢四一男 去咖啡店里喝一杯 四一男就说她不喝了 要去香格里拉酒店 给活佛他们预订房间呀 英里厚说 等扇子拿到手了 她可以陪着她一块去吗 四一男想了想 说也好 但她还得去办一件事 那这样吧 让英里厚先去咖啡店 她办完事就来 四一男火急火燎地 开车去了徐熙家 一进门 徐熙就拿出买的鞋 让四一男穿 四一男一脱脚上的旧鞋 臭臭地 忙先去洗了脚 穿上新鞋后 在客厅里来回走 合适不 我这是傻脚 穿这么好的鞋 却过来要亲徐熙 刷牙去 四一男刷了一遍 又刷一遍 出来了 徐熙去洗澡了 四一男去厨房 把凉粽子切好 浇上蜂蜜 放到餐桌上了 然后铺鱼 鱼都铺开 清洗干净了 徐熙还没有出来 四一男就拿了 神油和洗洁剂 要放到卧室去 一进卧室 徐熙洗臂了 已平躺在了床上 没时间了 我过会儿还得去 香格里拉酒店 去给活佛他们 预定房间呀 你以为我没事呀 我过会儿 也要去税务局的 四一男就笑着爬上来 亲热了一会儿 徐熙说 海姐都打过玻尿酸了 我是不是也去瘦瘦脸 你脸够小的了 别折腾 我这鼻子还是有些不挺 一瓦鼻子挺 那是外国人 你是中国传统型的 鼻子太挺了 倒觉得怪了 什么是中国传统型的 村姑型的好 谁是村姑了 用此不当 是小家碧玉 那大家闺秀呢 是演念初吗 喜欢上演念初了 演念初不是我的菜 我也不是演念初的菜 他那高冷饭都是做出来的 你发现了没 他鼻子垫得太高 鼻尖老是红的 徐熙爬起来 往穿衣巾中看自己 却冬的一声响 两人都吓了一跳 抬头看时 是对面墙上挂着的 那个镜框掉下来 砸着了下边的衣柜 玻璃裂了几道 把里边的画弄破了 镜框里装着一幅 花鸟画 是冯莹的作品 徐熙曾经向冯莹 学过绘画 想也有个遗迹之长 冯莹不肯教她 说 你长得这么漂亮 就是最大的长 还学这雕虫小技 倒给她画了这幅小画 墙上的钉子好好的 怎么就掉下来了 可能是挂绳打劫处松了 掉下来就掉下来吧 不是有沉鱼落雁吗 你这么美了 落筐吗 那我每天都在的 咋没见落筐 我一来你才更美吗 思义男从床上趴下身 去捡镜框 但镜框的挂绳打劫处 没有松 而玻璃和画不完整了 她并没有重新挂上 说 让封莹再给你画一张 徐席仍抱着枕头 坐在床边说 封莹几时回来啊 可能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你听说吗 代表团里有个梁蕾的 封莹和她好嘞 那个梁蕾怎么样 能让封莹看上的人不容易嘞 我也没见过 就下床 穿上一只鞋 却寻不到另一只鞋 单腿蹦着在床下找 吃了凉粽子 思义男和徐席都要出门 徐席新换了一件粉红色包臀裙 在穿衣镜前扭捏作态说 怎么样 这件裙子颜色不艳不俗吧 折肚子更显瘦 思义男坐在椅子上 又看徐席又看镜子 却建议还是穿那件运动型裤子好 为啥 你的臀属于O型 虽然丰满紧实 但翘得不突出 下月我报个瑜伽班去 又在镜前照了照 把粉红色包臀裙脱了 换上了H型的运动裤 但思义男没有穿新买的鞋 说 我不敢再帅了吧 虚虚直愣愣地看着思义男 思义男的眼白特别白 眼珠更显得黑 放射着一种轻烈的光 他还是把思义男 按坐在了沙发上 强行地把新鞋给他穿上 旧鞋扔到了阳台去 说 亏你还讲究是老吸睛人嘞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做做 甲皮蛙长篇小说 暂坐正在播出 播讲丁香姐 第十章 应力后香格里拉饭店 思义男去了咖啡店 应力后坐在一张桌子前 桌子上的一杯咖啡冒着热气 他却神经落寞地发着呆 思义男赶紧道歉 他返回来的晚了 应力后说 他不是嫌你晚了 只是想着刚才碰瓷的事 那点屁事还犯得着太想 我想不通的是我和那碰瓷的争执 为了那么多人 竟然没有一个帮我 还起哄我给的钱少 你是弱势群体吗 我是进城党工的农民 是残疾人 怎么就弱势了 社会贫富差距大 你开的是高档车 穿的是名牌 人又漂亮 在街上多少人在记恨你 还指望帮你 应力后不言喻了 看着思义男说 我应该高傲 当然高傲呀 应力后这才笑了 说他把扇子取回来了 便拿出十五把扇子来 果然是十四把素纹扇 一把秋扇 把素纹扇和秋扇一比较 素纹扇真的精致美好 思义男就改变了主意 说他也要素纹扇 让一光老师提起扇面时 这把秋扇就送给他 应力后说 我就说嘛 你怎么就不喜欢素纹扇 两人去了香格里拉饭店 去见魏总 魏总在楼顶办公区的 一间房子里打麻将 思义男进去 说了预定房间的事 魏总说没问题 当下就打电话 叫上来前台的服务员 交代了预定的间数和日期 价格打六折 服务员下去了 却又进来了他的助理 给了一张名片 说此人找 已安排在休息室 问见不见 不愿见了就打发走 魏总还看着名片说 啊 还是五个头衔啊 前年不是听人说 他不是是文艺学会 和国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了吗 拿了笔 就在名片上 画掉了两个头衔 却说 这要见的 排友们就不耐烦了 嫌未总事多 说好的 要轻轻静静 打一场麻将呀 没办法呀 让思义男替他支个腿子 就笑着出去了 桌对面的那个还在说 你以为你死 国务员总理啊 思义男就坐到桌前 下家的那位说 这好这好 又难又虐 干活不累 我技术可不行啊 酒攀你不行 大家都笑了笑 英力后就坐在 思义男身后 帮着看牌 打了一局 思义男糊了 再打了一局 思义男还是糊了 思义男得意说 我上大学的时候 笑试堂都是份子饭 男生总和我们一块吃 意思是女生饭量小 会给他们分一些的 没想到我们 倒比他们饭量大 桌对面的就有些糙 说 唯总不栽 你让他们躲赢些才死 我想让 这牌不让吗 抓起来一张 牌就又停了 思义男喜情余色 英力后便说 我来打一会儿 听的是两个二饼 和两个四条 上家正好打出一个二饼 英力后没有糊 转过来自己抓了个四条 还是没有糊 就打出一个二饼 没想转圈过来 抓了个一饼 随手把二饼再打出去 把一饼拿起来 按在鹅鹿上 看着别人出牌 轮到上家出牌 出了个一饼 思义男说 糊了 捉对面的就训斥说 他把牌 盖在鹅楼上 都阴出个疑病了 你仗眼镜了吗 英力后 窝了一眼 思义男 他就不打了 三个男人 都在吸纸烟 房间里 烟雾腾腾 英力后说 吸纸烟 有害健康 少吸这为好 打环境都无染了 还在乎 洗智眼 英力后 咳嗽不止 出来在走廊里走动 走廊的墙上 挂了好几张画 都是山水内容 岩石缠缠 古墓森森 白云卧剑 瀑布高挂 其中水边有桥 桥头有屋 屋前有三两女人 或立或坐 英力后看了一会儿 便想着这等山水 在秦岭哪里见过 画家都是将 古人画的局部 放大而已 且房屋 歪歪扭扭 女人又都 腰长腿短 现实生活中 画家们都住房 讲究豪宅 迎娶要白富美 画起画了 怎么竟是 丑无漏女 丑漏就是艺术吗 不听见 对面一间房里 魏总在和人说话 好像在说 世上的一位 什么领导 那人说 你没有 粘上他就好 现在是 不粘不行了 粘得紧了 也不行 你不知道谁 就不出事 前边的路 都是黑的呀 门没有关研 有一条缝 应力后 顺便看了一下 和魏总说话 的是个秃顶 可笑的 后脑却梳一座头发 那人又说 那咱还得再合作呀 我筹划了一个 文化活动 你买个厂子 我来组织 书画家 到时候多少 都给发个红包 所有的作品 就全留给你 发多大红包呀 管吃管喝了 没人五千吧 那你能把 一光先生请到吗 哎呀 请是能请到 你知道 他的自价高啊 发红包怕是不行 得按他的价位给他 可以按他的价 如果写上两张 再送一张呢 这怕还不行 那我让茶庄的人 去请吧 你说的是 一光住楼下的 那个茶庄吗 老板叫海若 我也熟呀 他有个朋友 叫路易可 是不是 他身边聚了 十多个朋友呢 个个不是圣女 就是寡妇 却都是大美女啊 都熟都熟 我们常在一起 吃饭喝茶的 英力后撇了撇嘴 心里说 真是胡说 我啥事见到你 你们熟呀 那正好有两位在这里 我喊过来 英力后想 这下露馅了 大内人说 事情咱未谈妥 今儿就不见了 屋里有响洞 是在挪凳子 英力后担心 人家出来了相互尴尬 就倾脚倾步地 又返回麻将时 似乎四一男再没有赢 圆满面前的一后螺钱 下去了一半 四一男说 魏总咱还不来 捉对面的说 和魏总大牌相迎着他 却纵死畅畅数 趁他没来 分给大奖机长 竟伸手过来 从魏总面前的前塔上 取了几张 给左右割分了两张 还有三张 装在自己口袋 四一男说 这 这 桌对面的说 魏总又得死钱 走廊里有了脚步声 魏总穿的板布鞋 那个秃顶的 可能在皮鞋底 还钉了铁片 脚步发出当当当的响 魏总再说 你先联络着 过后咱俩再谈 那个秃顶的 那个秃顶的说 不是在谈 事情就这么说好啊 随后 当当当 声音响远 魏总推了门进来 说 天啊 这么大的烟雾啊 巡落呀 书机上回 暂坐继续 桌对面的问 谁呀 说这么长时间 告诉各天大的消息 老大出事了 桌对面的说 那个老大 世上还有谁是老大 上架的下架的 都不打牌了 说 储司咧 今儿上午市委开会 中级委来人 直接从会场带走的 桌对面的 抓在手里的牌 跳下去 在地上跳了几跳 他弯腰 从地上捡了起来 脸上却笑了说 哦 风声传了几个月了 还整地就呆走了 上架的说 哎呀 他那人 解除过几次 富仰无解 金推 那能又款路 思义男道不解 问道 富仰无解 上架的说 在地方党馆 样商边 富虾边 这都死争长点 但一定要有七姐 未经来了人 他都摇拱着 眼睛凑着 虽不止 泡钱泡后 揍死一个 哈巴够样子 面对于不瞎 他却脾起大抵恨 动不动就 排桌子骂人 他工作不力 作风霸道 这还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他政治攀附 我知道有几个老板 就是他的钱袋子 听说一个 花了几千万 买了一张 齐白石的画 以他的名义 送给北京 某大人物的 某大人物倒了 在搜家时 发现了那画 画里 还附着他的简历 桌对面的说 那些钱袋子都是谁 这 我不说是非 捉对面的说 卫总不所思非 那你也死大老板咧 能在四中心 间这么大的就颠 给他送来躲上 卫总笑了说 你这人坏啊 我拿这块地 可是正儿八经 中了标的 我算什么大老板 大老板要赌 都是去澳门的 那又和你们 玩着小麻将 下家的说 拿好拿好 老大被带揍了 让老大哭去吧 咱继续大牌 哎 肚子挤了 你让厨房 给松下饭吧 卫总说 啊 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 思义男 你俩也在这吃 思义男 看英丽后 英丽后说 这套不用了 谢谢卫总 香格里拉的烤鸭 做的是全程最好的 英丽后还在摆一手 捉对面的就说 谁说要吃烤鸭和茅台呀 那他归来 他归来 卫总就指着 桌对面的说 行呀行呀 咱就吃烤鸭和茅台 上家的下家的 就花花拍手 英丽后说 思义男老是夸你们 这儿饭菜好 卫总人大方好客 但我们饭吃得晚 而且还有事 到东郊去 下次吧 那好 下次吃 今儿就喂喂他们 当下拨电话 安排饭菜 却说 咱有这个条件 咱就吃好喝好 我给你们 再传达个小细节吧 老大是老西京人 从小的早餐 就是胡辣汤 当了大官了 还好那一口 就是到北京开会 出国访问 都带上座 胡辣汤的师傅 被纪尾带走 车在半路上了 看到街头小吃摊上 卖胡辣汤 想着以后再吃不上了 就请求能让他 下去吃一碗吗 被允许后 他下去 就站在小吃摊前 一连吃了三碗 大家倒在没说话 唏嘘了半天 思义男英丽后 趁机告辞 在饭店大厅 英丽后突然低头说 看见前面那个人吗 思义男窄头看了 扑吹一笑说 打扮得像个艺术家的 都不是艺术家 英丽后说 刚才就是这个人 找的魏总 老大被带走的消息 也是他说的 他还说和茶庄人都熟 你认识吗 没见过啊 等那人走了好久 思义男和英丽后 才出了饭店 饭店门外 不远处的街道边 拉了一圈绳 下水井盖接在一旁 有工人在树藤下水道 掏出了那么多的垃圾 泥沙 塑料袋 菜根 树叶 铺不烂纸 一骨子酸臭味 两人捂了鼻子 思义男已经绕过去了 英丽后的高跟鞋 踩着了什么 滑了一下 差点摔倒 低头见是掏出来的 一些避孕套 赶紧跑过来 想吐又吐不出来 弯腰干呕着 咋了咋了 英丽后没有说 踩着了不云套说 下水道咋堵成那样啊 这成了一天 要吃要喝多少东西啊 每人醒一下鼻涕 可能就是一个池塘吧 真脏 城市繁荣啊 物质越丰富 垃圾越多嘛 你咋脸黄黄的 是不是 你脸也褪色了 我就没化妆呀 扬起头来 天上却是更黄 黄得像换了黄胆 两人就笑了一下 骂起天气 来时还晴朗着 说不行就不行了 英丽后站到了一块 抱篮后开始补妆 思义男还是不涂脂抹粉说 你说我褪色了就褪色吧 却由褪色带发议论 林童的冰马俑原本是有颜色的 但一挖掘出来就褪色了 西京城春夏秋冬不分明了 该冷时不冷 该热时不热 到处是灯光 白天没了怎么的白 黑夜没了怎么的黑 人也在褪色啊 美丽容颜一日不负一日 对新鲜的事物不再惊奇 对丑恶的东西不再憎恨 干活没了热情 包括对老人的尊敬 对小孩的爱护 当然包括爱情啊 是什么让我们褪色呢 是贪婪 是嫉妒 是对财富和权利的获取与追求 咦咦 你这是演说还是给我授课啊 思义男吃得一笑说 我上中学时语而好 这些话你给海姐说去 思义男还得回一趟家具店 英丽后仍然要陪着 两人各自开了车 去旧城的二道巷 家具店里果真信到了一批货 原包装堆放在那里 思义男就指挥着拆箱 先是三个条案 四个古董架 两把圈椅 两把胶椅 再拆最后三个包箱 发现一个产椅的一条腿断了 就给厂家打电话 对方说不会吧 包裹得挺好的呀 从没有发现过损坏的事 思义男气羞羞地说 我怎能骗你 这批货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产椅 偏偏就是它坏了 我拍个视频给你看看 英丽后让思义男消气 叫一个店员拍视频 店员拍了 英丽后看后更上火了说 这就是你拍的呀 让你拍断了的腿 你从上往下拍 店员脸色通红 蹲下身又拍 传过去了视频 厂家答应更换 思义男就让店员 重新把损坏的椅子包裹起来 订好木箱 现天黑前发往厂家 势必自己还一肚子气 坐在那儿呼呼直喘 英丽后说 好了好了 我积了 咱吃饭去 这条巷有十几家小餐馆 先进去一家 是卖和落的 纸七八张桌子 而坐着六七个打工的 浑身的尘土和涂料点子 叼着纸烟 腰三喝五的花着酒泉 英丽后拉了思义男出来 思义男说 你不爱吃和落 我穿成这样坐在那里 后来连进了三家 决定还是西餐 在西餐馆里 点了牛排和面包 还点了两杯咖啡 英丽后便给思义男说 收银台的那个女服务员 长得像颜念初 思义男看了 觉得真相 就用手机偷拍了一下 给颜念初传了去 问是不是他有个姐姐或妹妹 是否遗失过 两人就笑了一回 突然 思义男说 你说颜念初现在能有多少钱 你咋关心这事情 就是问问 大家都认为你钱最多 我倒觉得颜念初 现在活成贵族了 开路虎 住别墅 前几天和几个大老板 去打高尔夫球 还叫我 我没去 看名车住别墅 打高尔夫球就是贵族 咱姊妹里如果还有些贵族气的 我看只有冯莹 冯莹行 能赚钱 还会花钱 你是说你吗 你就是个胡花 我给你算算 先是说下围棋呀 又是买南木棋盘和云子 又是设阴拜师傅的 半年过后 却兴趣了打保龄球 车后备箱里 各型号的球就放了五个 没一两个月 又热衷跆拳道 还有摇滚乐 那一堆乐趣扔在屋里咋不敲了 多兴趣多转移嘛 海姐不也是这样 话未落 风从门缝里进来 呼得把门扇弹开 像是在哼了一声 你跟海姐比 门都鄙视你了 你手大是前从指的缝全漏了 海姐手大是她大忌舍得 在你嘴里 海姐就没毛病 她和路易可都长得挺好的 就是不打扮 这又和我一样了吗 这时候咖啡送来了 英丽厚说 以前海姐穿衣服 不是白就是黑 我说过她 她现在全变了 你要留长发穿裙子 也蛮秀气的 我要是那样 能一下子能站住那碰瓷的 寺庙里有菩萨 也有历史 我给你们护法吗 哦哦 今儿你是帮了我 这会儿埋单你别和我争啊 来 用咖啡先敬你 却埋怨起了服务员 那提花呢 你们店门口 不是写着咖啡提花吗 怎么没有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坐坐 甲瓶蛙长篇小说 赞座正在播出 播讲 丁香姐 第十一章 海若 筒子楼 海若换了身白衬衣和牛仔裤 在去夏字华娘住处的半路上 经过银行 给儿子海童挥钱 没想到就遇到 吴小林的娘 和一个女的也给吴小林挥钱 吴小林的娘尖追追地喊叫 哎呀 你没穿长褂 我差点没认出来啊 两人就拉拉手 笑着说 以后咱来会了 咱就约着一块 吴小林的娘有了很多白头发 这时海若吃了一惊 吴小林的娘 介绍那女的是她的姐姐 海若有些不相信 说 亲姐姐 吴小林的娘说 一个娘的奶头 叼下来的呀 是不是觉得我比她还老 我这头发没有染 吴小林娘的姐姐说 如果全白 那就不染了也好看 你这是说黑不黑 说白不白的 就显得老 哎哟 我操得什么心呀 能不老 这把年纪了 没人爱的 也没人爱了 这染啥嘞 不染了 就你功个留学生 海童他娘 多精神的 这要脸有脸 要身材有身材 人家是老板 钱上没压力呀 哪里 哪里 我要比你小四五岁的 我也有白头发了 发现了就拔 拔了又有了吗 吴小林的姐姐 就还真的在海若的头上 拔下来了一根 三人出了银行 在大门外停车场上 还热乎说话 海若就问候 吴小林的娘 最近都忙活什么 吴小林的娘说 我姐姐刚才来找我 讨论着说做个什么生意好 你是生意厂上的人 就给我出出主意呗 你说是开个布店嘞 还是开饭馆 我姐姐说 开个布店专门做窗帘 我觉得开饭馆 要么卖小龙虾 要么卖面 吴小林娘的姐姐说 又是卖面 卖面 当年你就说开面馆 还不是你说 开个家装店 当时你说的激情满怀 我就同意了 你又说不行 你们几年前就商业做生意 可不 总得行个赚钱的事呀 我看还是开面馆时计 开面馆是太劳累 劳累不要紧 只是一碗面卖不上钱啊 那吃的人多呀 再不赚钱 一年还不落个四五十万 咱平分 贡孝林留学的钱也就够了 二十多万怕不够吧 够了 你给海童一年会多少钱 哦 海童话销大 也够也够 海童有女朋友了 给女朋友也得花钱 海童回来了 你告诉我 我让她给小林带去个手机 小林的手机坏了 春节后走的 这时候咋能回来呢 我听小林讲 她不是回上海了吗 回上海 小林讲她女朋友 在上海出差 他们在上海约会的呀 哎 海童长得帅 情商又高 都有女朋友了 我那小林还情斗不开 他们俩人一块出去的 倒没擦出个火花 哦 哦 这哦 吴小林娘的姐姐 再接一个电话 接过了说 那边来电话了 说有个三间门面房 可以便宜出租 让咱去看看 啊 那你们快去 吴小林的娘要走呀 还说 咱多联系啊 记着下次会前 就叫上我啊 海若目送着 吴小林的娘和她姐姐走了 心里一阵不舒服 干脆把车就放在停车场 步行着前往 难得一个好天气 太阳出来亮得黄眼 远处的桶子楼顶 飞起了一群鸽子 咕咕地叫 听着像是咒语 每个房子都有死角 每个人都有隐秘处 海若何尝不也如此 离婚后 儿子由他抚养 心想着自己绝对能把一只鸡养成大鹤的 但儿子从十二岁时就开始叛逆 不用工学习 又常常作恶 天越冷 越洗冷水澡 天热 偏要吃火锅 穿得当能掉到腿弯的裤子 永远是一双运动鞋 跳起来要把脚印 踹在高高的白墙上 一不高兴 就又进了他的卧室 砰得把门关得山响 也是他不满意国内的高考制度 更是想着儿子能换个环境 或许会好起来 当一些同学闹着要出国留学 有的去了欧洲 有的去了美国 他便同意了儿子和同班的吴小林 去了澳大利亚 而他始料不及的是 儿子没有了他的管束 越发放任自留 靠雅斯三次都不及格 倒处了个女朋友 海若就说了狠话 考不上大学 你就别给我回来 又大大缩减儿子的每月费用 由三万元变成一万八千三百元 多一分都不给 现在 儿子竟然瞒着他 在上海与女朋友约会 人生在什么阶段 就该做什么事情 当学生就好好学习 怎么就处女朋友 既然处了女朋友 那就正常处吧 又怎么可以逃学 海若百思不解 自己和众姊妹 都是刚学会了走 就跑起来 还要追求着再飞翔的人生 儿子却不上进 再坠落 像石头滚坡一样坠落 坠落得还那么快乐 海若气堵在心口 给海童拨电话 可一连拨了三次 海童的电话都是关机状态 海童在大白天里 从来不关机的 他看看表 或许是已经回校了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澳大利亚的晚上 海若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一边走着 一边嘟囔着 我怎么就有了 这样一个儿子 他自己说着给自己听 人行道上人很多 有走过来的 有走过去的 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 车里的婴儿 还不满一岁吧 瘦瘦的 皮肤发红 像是个猴子 而又有一个中年人 牵着一只狗 狗的模样 和主人酷似得如兄弟 海若想起了一句老话 看儿女 便知其父母 看父母 便知其儿女 便叹息着 自己没教育好孩子 海童的毛病 是他父亲的毛病吗 是他的毛病吗 或许是他和他父亲 组合起来的毛病吗 他默默地走 偶尔一回头 身后的地上 就拖着他的影子 觉得是在复印 到了夏兹花娘的住处 还若搓了搓脸 还跺了跺脚 才进了楼洞 他不愿意 把自己的情绪 带给老太太 这栋楼 可能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细经的变化 都是在不停地拆迁 不停地制造新的建筑 为什么这样的楼 还依然存在 楼面被雨水淋得 污脏不堪 墙皮大片大片脱落 而那凸出来的窗台 都安装了铁条护栏 像是挂着秀极斑斑的小笼子 里边塞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还有扇出来的木棍或竹杆上 晾晒了被子 袜子 裤子和胸罩 楼里虽然有电梯 海若偏走楼梯 他要在艰难的攀登中 出出汗 同时也体会体会 约是往上攀登 那地球的引力是多大 胳膊终究不是翅膀啊 上它九层 它已经双腿酸困 如果谁只要稍稍用指头 戳一下腿弯 就会倒下去 而且内衣早被汗 湿透了 书街上回 暂坐继续 敲了半天门 屋里好像有了动静 是扑腾扑腾 间隔时间很长的脚步 门才开了 老太太靠着门上站着 海若微笑着 还故意耍调皮地 把手指放在嘴上说 咦 我来了 老太太也是挤着 皱纹地微笑着说 你也来了好啊 雾霾了好多天 燃心里都长了草 趁阳光灿烂 咱到秦陵里去逛逛 进来 快进来 你那么忙得还来看我 让海若坐下 再说 病又犯了 这腿硬得像木棍 疼得走不了路啊 海若看着老太太 面色灰暗 腰身高楼 又是独自才哭过 眼睛红肿得像烂桃一般 心里不尽 一阵苦酸说 那我让茶庄人 照些蜜蜂 过来给你治治 不用了 海若 我昨日梦着一大群蜜蜂 向我飞来 这些蜜蜂 全长着人脸 把我吓醒了 我就坐想 这一片蜂 蜜蜂这一次就死掉的 我的病没怎么好 倒是害了那么多的小生命 海若登的一惊 闷了一会儿 说 爷 你这是想多了 蜜蜂身上是有毒的 它酿蜜是浅毒 为你治病 也是浅毒的 那我身上 是不是也有毒啊 听人说 父母的岁数大了 势必会压制了儿女 我要是早些死了 自花的病 就该好了 海若抱住了老太太 老太太瘦得像柴火 她把一颗眼泪 滴在了老太太的后背上说 爷呀 我知道你苦仇 可再大的苦仇 再大的难 还有我们嘞 你要刚刚强强地 给咱长寿着 自花的病 也一定会好起来的 夏磊呢 和我闹腾了大半天 累了 睡着了 海若还是给小苏打了电话 便进卧室去看夏磊 一进门 一双小红鞋 一只鞋头向着墙角 一只测在那堆积木里 看到小红皮鞋 海若就想起自己儿子的过去 那时候海童也是这么小 也穿过这样的小红皮鞋 她是每次回来一开门 一排大人的鞋中间 有一双小红皮鞋 心里就呼得泛上热流 无限的亲切 温暖和幸福 她捡起地上的小红皮鞋 坐在床檐上 夏磊睡在那里微微呼吸 像只小狗似的 一条腿儿 蹬开了被单 她轻轻握住那一只脚 觉得像握了一团棉花 越握越小 后来 听到客厅门响 进来了人 海若从卧室出来 见是小苏 提着装了密封的小纱盒 竟然还有象棋雨 象棋雨提了一袋子大米 你俩怎么一起 朋友寄来的都没五长米 蒸出来不用菜都吃着香 我给姨拿了一袋 没想到在楼下就遇到了小苏 老太太听了 又是头不停地点 连声感谢 小苏开始帮着老太太 用密封治疗腿 海若和象棋雨在一边看着 老太太就要和他们 说着说那的 小苏拿密封总是遮不好 海若说 你静静止 拉了象棋雨到厨房里说话 棋雨呀 今年以来海童没和你联系吧 联系不多 以前都是我给他电话 今年倒是他打过来两次电话 还给我传来他的照片 多帅的小伙子 他没向你借过钱吧 没呀 他怎么会向我借钱 有什么事吗 事儿倒没有 我今年给他汇的钱少 怕他向你们谁借钱的 又灌出他的坏毛病 你怎么突然少汇了钱 孩子在异国他乡 举目无亲的 你动态啥都需要钱 可不敢让他受作难的 女孩富养 男孩要穷养的 这我当然知道 你每月给汇多少 一万八千三百元 还有灵头 是少了 也太少了 不少了 当学生嘛 就是花个租房钱 吃饭钱 学习材料钱 再就是偶尔买件衣服什么的 如果他向你借钱 你记住 一分钱也不能答应他啊 向其余点了头 却半天没说话 拿眼睛看着海若 你看我啥的 我看你眉宇间的表情来 你给我说这些 其实心里 又怕委屈了海童 之所以说给我 想让我附和了你 心里就坦然了 你呀 也就是个棒 越是有硬的外壳 身子越柔软 海若就笑了笑说 帮体内长钻沙子 那就多磨住些珍珠嘛 这次我一定要狠些 要不他会学坏的 海童已经不错的了 你还觉得孩子 他能差吗 就是差 能差到哪儿去呢 吴谷当然比体败好 可吴谷不熟识 还不如体败嘞 卧室里 夏蕾醒了 叫着姥姥 叫了一声没见回应 就哨子一样 长声叫喊 海若和向其余先去了卧室 夏蕾一光溜溜地 站在床上 海若要给他穿衣服 他不让穿 老太太不致腿了进来 说句别感冒了 再下来头上摸摸 后背拍拍 就给他穿衣服 他还那么站着 穿了上衣 再就让抬左脚 套上一个裤腿 再让抬右脚 套上一个裤腿 像个木偶 他说 尿呀 双腿岔开来 老太太从床下 取了个旧茶缸 那么接着 向其余和海若对视了一下 海若说 他也三岁了 应该让他去厕所尿 他习惯了 雷雷 肚子饿了没 想吃些啥 咱们出去吃吧 炒几个菜吃些米饭 永宁路上的那家灰菜馆 抽个鱼不错的 我要吃炒疙瘩 你真会想着吃 姥姥给你蒸鸡蛋羹 鸡蛋羹有营养 不 不嘛 我就要吃炒疙瘩 要吃炒疙瘩 就做炒疙瘩 我可拿手的 那好 其余 小苏都不要走 一块儿吃 炒疙瘩是把面粉 活软揉筋 搓成麻食 把麻食煮熟捞出来 再把西葫芦 芹菜 木耳 黄花 豆腐 红萝卜切丁后 同熟麻食一块儿炒 海若和面搓麻食 小苏一把水烧开 待把麻食煮着 像其余洗好切碎了菜 然后海若炒起来 两个小时后 炒疙瘩端上了桌 夏蕾就要去吃 老太太说 先别 先别 把筷子平架在碗上了 低头合掌 口里念叨 陶铁 陶铁 你先吃 念过五遍 把饭碗递给了夏蕾 向其余说 姨 你这是念啥的 蕾蕾能吃 吃了肚子又胀 就常常呕吐 让她少吃点 她又不行 徐熙来过 说蕾蕾肚子里有饕餐 吃饭前念几遍 饕餐饕餐 你先吃 饕餐吃过了 蕾蕾就不抱食了 哦 徐熙说得对 让饕餐先吃 大家吃起来 老太太竟又拨通了电话 和夏字花视频 让夏字花看看海若 向其余 小苏来给他们做的饭 让看看 累累吃饭的样子 夏字花躺在病床上 无声地笑 笑着笑着 泪流了满面 饭后 海若 向其余 小苏告辞了下楼 向其余说 海姐 徐熙靠养生 走火入魔了 让吃饭前念什么饕餐 迷信 迷信能起作用了 你竟然还说 徐熙说得对 这个时候 老太太没了主见 只要能安稳 她的心 说啥干啥都行 我看老太太 安稳着了 倒是她 徐熙不正常 海若 看了向其余一眼 但没有再说话 人生短暂 且来小说里做做 贾拼蛙长篇小说 赞坐 继续播讲 第十二章 高文来 茶庄 范博生离开香格里拉饭店 去了芙蓉路 一光的书房 敲了半天门 没动静 又以老办法 坐在楼下花坛檐上等 但她这次失算了 等了两个小时 门道里没有女的出来 说 真的没在 就不止一颠一颠 闪到茶庄来 高文来迎在门口说 你好 范博生问 你老板呢 高文来头一痒 挠了挠说 不在店里 啥日子呀 谁都不在 那我喝口茶 就往里进 高文来的手还在头上 一时来不及 伸了腿拦住说 这里只卖茶叶 前面拐过弯过去 有个茶馆专门喝茶打麻将的 卖茶的咋不能喝茶 卖茶不卖水 我就要喝茶 高文来大字形的挡了路 你是干啥的 店员 你还知道你是店员啊 啪的扇了高文来一个耳光 高文来在店门口和人起了高声 店里的人都没在意 平日里有好多人 以为茶庄能喝茶 进来了告知是卖茶叶的 就都走了 范博生突然打了高文来耳光 高文来也扑上去要还手 小唐赶紧过来 把两人分开说 小高小高 他是客人 他要进来就让他进来呗 高文来口角流血 唾了一口说 他是来寻衅的 范博生已坐在条桌前 还气汹汹说 咱做茶庄 不是很有名吗 咋能有你这样的店员 好狗都不挡路 先生 你消消气 小高出来乍到 得罪你了 小高 给客人七杯茶去 这怎么就能喝茶了 高文来黑着脸 取了一个杯子 做了点茶叶放进去 到隔间里倒水 湖里的热水完了 打开煤气罐再烧 水半天不开 他就站在那里 胸口起伏不定 小窗口钻进一只苍蝇 挥了手在空中去抓 没抓住 气得从柜子下取了 银拍 三拍两拍也没拍到 最后是苍蝇 还站在了银拍上 等水烧得 咕嘟咕嘟响 他嘴里也 皮皮囊囊地骂着 把水倒进杯子里 往里 沸了一口 范先生坐在那里 翘着二郎腿摇着 问 你叫啥 唐音音 就叫小唐 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 抱歉 我还不知道 您的尊姓大名 你老板和我熟 说完 递上一张名片 是范先生呀 失敬失敬 老板今儿有事 你早就没来店里 生意要好 老板得坐镇啊 你听说过一光吗 你是一老师的朋友啊 岂止是朋友 给你说件事吧 你知道他的书法有名吧 值钱吧 可我家 他的书法作品 多得当褥子铺的 哦 那你发大财呀 那不是钱的事 是有益啊 二郎腿摇得更欢 挑在鞋尖的鞋就掉了 哦 范先生 我们这里确实只卖茶叶 不卖茶水的 可你来了 怎么也得破例吗 接着叫 小高 茶器好了吗 高温来见凤博生起身去厕所的单 才出来 他不愿意再看到那张老皮脸 茶杯往桌上一蹲 一些水溅出来 小高 你把架子上那个瓷罐拿下来 高温来搭凳子拿下了瓷罐 送水的来了 小高 你去扛纯净水 高温来跑出店 门口送纯净水的三楼车正卸桶 他一手提一桶进来放好 又去提第三桶 第四桶 就来了四个人进了门 其中三个男的都扛着书捆 另一个小姑娘 拿着一束花 全是紫红色 男的说找一老师签名的 一老师不在家 电话联系了 一老师让把书存放在茶庄 并留下电话 他得空来签了 茶庄会通知再取的 高温来让来人把书放下 也接过了小姑娘的花说 这是送一老师的 小姑娘点着头 高温来说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来人说 啊 你还能说出这话 真是进墨着黑 进猪着赤 一老师尝到茶庄来 店员也思问 高温来说 瞧把你们热的 喝茶吗 茶不喝了 坐着歇一会儿就行 书是饱啊 一口书特别重 好纸是木材打成酱做的 那一块书就是一截木头吗 我们在路上还议论 一老师这一辈子 不知用了多少木材 一老师出了那么多书 每本书都发行几十万册 又写了那么多书法作品 各类纸算起来 恐怕砍伐了几座山林 一核弯的芦苇 卖草舵也不少百十个了 小唐在圆桌上记账 回过头来说 你是说一老师成生态破坏者了 小高就笑了 来人也笑了 那人说 我是别人介绍来的 还没见过一老师的面 我以为一老师住的是别墅 门口有人站岗的 刚才去了才知道 他也住在高楼上 门口啥都没有 才过完春节一两个月 也没贴对联 那能写对联吗 一贴上还不让别人 接去收藏了 也是 一老师是不是西装革履 相貌堂堂 何犯人不搭话的 小唐痴痴笑说 他和你一样 还没你个头高 你还是西服 他常年就穿个夹克 也会蹲在路边摊 吃炒凉粉的 不会吧 我以前没见过一老师 也想象他就是神 不拉屎也不放屁 打嘴打嘴 用了啥词 我真这么想过 就打嘴 却过去问小姑娘 你读过一老师的书 我还想 没读过 一老师忙得很 钱这么多书 应该给老师 补养补养 那人听了 立即说 应该应该 本来想请他吃饭的 他人不在 就买些茶嘛 一老师最爱喝的 就是白茶 一旁的小珍和张嫂就笑 小高 你这是退校馋了 这是尊重一老师吗 那人就掏腰包说 尊重尊重 买一桶白茶 刚问来赶紧问 是什么白茶 白茶有两种 一种是清炒的 一种是发酵的 清炒的有 安吉白茶 亚安白茶 阳县白茶 千岛湖白茶 商南白茶 发酵的就是茶饼 最有名的是 福顶白茶 这种茶 耐储存 一年是茶 两年是药 三年是饱 四年以后 贵重的不得了 那人说 买最贵的吧 包裹了茶饼 放在了书款上 那人付了钱 高问来把人家 送出店外 门口又来了 四五个中老年妇女 仰头看着茶庄的匾额 又都歪了头 往里窥视 高问来说 今儿事多啊 迎了过去 其中一个老年的问 这是那个写书的 一光的茶庄吗 不是的 茶庄法人姓海 店名就是一光写的呀 是一老实莫保 但不是她的茶庄 她的字柜呀 能提起店名 她在茶庄 有补分 没有 听人说 这茶庄是她开的 常见她在里面坐着 我们来瞧瞧是啥模样 那有本事的 她是常来这儿的 但今天没有 书间上回 暂坐继续 范博生从厕所里出来 端了茶杯要喝 发现茶汤上有什么东西 看了看说 这是啥茶 里边有唾沫 小唐过来看了 果然有不干净的东西 赶忙说 咋能有唾沫 这难有唾沫 这小高杂 汽了陈茶 陈茶起墨子 我给你汽新茶 将茶端到门口 向外泼了 回头弯了 高文来一眼 范博生却勃然大怒 咋不是唾沫 你小子给我 茶里吐唾沫 是不是 抓起了桌上的 一个茶盘 就砸向了高文来 高文来机灵 身子一侧 茶盘飘过去 砸在身后的 小板柜上 柜盖上放着三个盏 一个盏 就掉在地上了 小唐小珍和张嫂 同时尖叫起来 忙去地上捡 那个盏 以碎成三片说 呀呀 就这三个盏的成色好 又是大师做的 这三千元啊 范博生是听到了 并没回头 却扑向了高文来 高文来大声喊 这你得赔 范博生踢了一脚 但踢空了 而高文来趁机 向范博生戳了两拳 速度极快 谁也没看见 恢复原状说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范博生有些差气 斜着拉了拉身子 骂道 你他妈的 我就打你 抓了桌上的一个逐质的如意 向高文来打过来 高文来抓住了手腕 硬弯过方向 逐如意倒连连打在范博生的头上 范博生便把逐如意掉了 一只手拽高文来的头发 小唐就急急的 小唐就急身插在他们中间叫道 这是要砸电呀 是不是要打110报警啊 然后骂高文来 你生那么大干啥呀 跟狗学的 能狂吠了 一楼里一吵闹 二楼的楼梯上 就一声轻 一声重的 跑下来了伊瓦 伊瓦和爷念初 一直在二楼上 爷念初原本在医院 照了夏兹花 午饭时接到芙蓉路 口腔医院的王院长的电话 叫他三点去下他的办公室 爷念初就给 并去打扫卫生的工人 塞了一百元 让能陪护夏兹花 他现天黑就赶过来 爷念初想着 见院长不能空手 先前一给买过毛衣和衬衣 也买过海参和燕窝 这次能不能买些茶 就给小唐打了电话 询问海姐在不在 小唐说海姐不在 他便赶了过来 买了一万元的特级龙井 和一只银制的茶壶 小唐还说 这是送谁啊 这么重的礼 千万别跟海姐说我来过 要么她又不肯收钱的 把茶和银壶全装好了 看着时间还早 小唐便安排她到楼上去喝茶 而伊瓦受海若的交代 上午在书店里买了一批书 又在花卉市场买了一大包花 回来到二楼用剪刀修整着 往各个花瓶里插 爷念初就一边喝着茶 一边和伊瓦说话 爷念初说 伊瓦你有多高啊 警告一米七四 我也是一米七四 但你显得比我高了许多 那可能比你能酥些 你怎么减肥的 瘦是瘦 却该有的都有 我这要是一减肥 身子瘦了 胸和臀也瘦下来 你用的什么减肥药 那么又减肥 不可能吧 能这么漂亮 你才漂亮 中国的医疗器械比不了洋货 中国的人种也比不了洋种 就问起 俄罗斯是斯拉夫人种吗 以及斯拉夫人的历史 地理 物产 气候 以及饮食习惯 伊瓦就把他知道的东西 一一告诉了爷念初 爷念初倒感慨 你生活在那么好的地方 却偏要来中国 来中国学种文吗 中国夜恒啊 不思就认识了你们这么好的朋友 爷念初笑了笑 就又看中了伊瓦脚上的短皮靴 问什么牌子 在哪儿买的 伊瓦说 这是在圣彼得堡买的 如果喜欢 他给那里的朋友打个电话 很快让他们买一双油过来 说 你喘多大妈 三十八码 那夜三十八码 你喘了嘶嘶 当下拖鞋 楼下在吵闹 张嫂上来打扫插花剪下的枝叶 伊瓦说 谁和谁操家了呀 来了一个人 说认识老板 我们从没见过 怕是他胡吹冒料的 没接待 他倒和小高吵闹了 认识海姐 那还在店里吵闹 我看看是谁 站在楼梯口往下一望 又反身回去 伊瓦已经脱下一只短靴说 杂人 不认识 你不认识 海姐肯定也不认识 死最憨吗 他闹什么闹 就光着一只脚 一高一低 从楼上下来 却叫了一声说 这不死范先生吗 范博生气呼呼地 扬起了手 看见伊瓦 并没理会 手掌就落下来 啪地拍在桌子上 还要再拍 便醒悟过来 回头说 咱俩见过的 你是老外 我叫伊瓦 我同海姐 陆姐 一块和你吃过饭 范博生就对小堂说 听见了吧 我是不是你老板的朋友 我却还在这儿 受这狗东西的气 你怎么骂他死够你 你醉了撒旧风 我没喝酒 他就是狗 瞎狗 他急鞭死狗 大狗看住人类 在这儿刷流氓 谁是流氓 在公公畅所 刷哼就死流氓 范博生哼了一声 伊瓦更是哼哼了两声 小堂也劝 你小小伙 我给你重浸一杯茶 喝什么茶 气都气饱了 就从门里走出去 范博生走远了 高文来还配了一口说 你能行走啥的 还配嘞 它是不对 你怎么能往茶水里吐唾沫 你有一千个里 这也没理了 要不是伊瓦来 那个姓范的 肯定还会闹着不走的 谢谢伊瓦 那么给你做什么呀 小高 也让你受委屈了 我要是个男的 那姓范的也不敢扇你耳光 高文来说 店里都是女的 她才正行闹事 我也是想保护你们的 谁让你保护 你没来钱 谁在店里吵闹过 从没摔破过个东西呀 这产咋办 三千元的 谁赔 这事我会说给海姐的 哎 这事千万不给海姐说 你给海姐说了 我这月的工资就没了 好姐姐 我给你写一首诗 谁要你那顺口溜 伊瓦便咯咯地笑 这时候颜念初从楼上下来 将一只短靴给了伊瓦 说时间不早了 他得去医院呀 高文来立即帮他提了 装了茶叶和茶壶的大纸袋 屁点屁点地送到了停车场 人生短暂 起来小说里坐坐 甲瓶蛙长篇小说 赞坐正在播出 播讲丁香姐 王院长把茶叶包随手塞进了冰箱 倒是仔细查看着茶壶说 我眼镯 是银制的 你是金银货 可你任茶叶却走饮 那可是上万元的龙井 你一定自己喝 王院长就笑起来说 我喝茶不讲究 人常说吃饭不在乎吃什么 在乎喝谁吃 泡茶不在乎泡什么 在乎用什么胡泡 上个月我在卫生局刘局长那儿 见到他用的是银壶 还心思几时我也买一把 没想这就有了哈 这就叫欣赏市场 银壶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 一直压在箱底 你咋就舍得了 言念初这才把墨镜往上一推 架在了头顶上说 孔子说 己所不欲 物事于人吗 王院长笑得像是哼哼 就又坐回到他的那把椅子上 身子一痒 点着了一支香烟 言念初也便在桌子前的 凳子上坐下来 凳子比桌子矮了一半 他就仰视着王院长的猴骨 猴骨像是在脖子里 有个三角铁架 随时要把皮撑破似的 合约起扫好了 我已经打印了三份 他搅着长腿 裙子就显得很短 便把脖子上的沙巾取下来 搭在了腿面 哦 好 哦 你也吸烟的 这我都忘了 把一支香烟扔过来 言念初接了 你把沙巾拿掉 沙巾盖出了裙子 别人进来看见了 还以为你就没穿裤子 没穿又咋了 王院长不是那种人 说完就笑 笑声里问 哎 那尽设本的事 你们研究了吗 你把门关上 言念初起身去关门 过来时看到乌角 一盆纹竹 在一根棍子的支撑下 鸟鸟伏伏地 竟发展成一人赖膏 说了句 你会养花啊 我和书记副院长的 办公室里 都有一盆文竹 我整天吸烟 从不经意管它 到长得比它们都好 他再吸了几口烟 吐出来 烟雾便把自己照了说 就是为这事 上午开了院委会 决定公开招标 言念初嗷了一下 伸了一下身子 把凳子移进了桌子 一双手搭在桌檐上 十个指头都没讲了 一个指甲上 还做着钻石造型 是针钻石 好看吗 好看 等我赚到钱了 箱针钻石专门给你看 不是说好在会上 过一下就行了 怎么还要招标 你知道市委书记 出事了吗 现在形势紧张 新的还是招标着好 按程序走 每一步都存下记录 这对谁都好 市委书记还真被抓了 不光他被抓了 他老婆也抓了 家也抄了 听说黄金就三百公斤 哎 你有几个世界名牌包包 十几个吧 人家的女儿就三百多个 那么多啊 肯定都是别人给送的 咱赚一分钱都是辛苦呀 王院长 做医疗器械的那么多 我能中标 我可是反反复复的吧 一力后收通了才借你的 你得帮我啊 这多年了 啥事没再帮你 我有时在想 这是前世欠了你的 金是来还的 言念初鼓着嘴唇说 就是欠了我的 王院长把头伸过来 盯着言念初 低声说 我把标底告诉你 你把你的价格放低 肯定中标的 标底是多少 王院长一只手伸过来 要扎指头的时候 却抓住了 言念初的手指头 言念初让他握着 笑了说 听说农村人 搞驾驶捏马子 你也会呀 我父亲就是农民嘛 哎呀 那就白白少了几十万 我还说给你买一辆车呢 抽回了手 身子坐直了 王院长又在吸着香烟了 说 我不要你的车 我有公车的 你就是送了 我也不会开 放也没地方 英力后的事 能抹平就烧高香了 合约他看了吗 这事咱俩一块吗 你定个时间 是咱去他家 还是让他来你这 你给他打电话 能不能现在一块去吃饭 饭桌上好说 言念初就给英力后打了电话 英力后仍是情绪低落 男人发闷了就喝酒 用酒来糟蹋肠胃 女人发闷了 则把钱不当钱 到街上胡乱买东西 英力后没开车 徒步走到了 金花商场扫市货皮 先买了一双 意大利logo皮鞋 一条爱马仕头巾 一只小熏炉 再到化妆品柜台 买了基凡西唇膏 又去买蓝蔻面霜和基底液 言念初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亲爱的 咱和王院长一块吃个饭吧 定在了西城河岸的 岳江楼吃羊肉泡 一听到和王院长一块吃饭 英力后气就上来了 但他深呼吸了两下 还是缓着声调 说他出来没开车 岳江楼又那么远 就免了 言念初说 你一定来 咱还要把那事 好好给他说来 英力后也就应允下来 搭乘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上司机很兴奋 叫着他美女 问这样 问那样 英力后 嗡嗡着应了几句 心里说 我当一帮小姑娘搭上啊 就不再理睬 到了西城河岸下车 车价是十八元 掏出二十元一张票子 司机还在那里找零钱 他说不用了 头摇得很高 直接开门就下去了 等到了岳江楼下 才发觉装了鞋和头巾 熏炉 唇膏 面霜 积底液的大塑料袋 没有拿 回头看看街道 出租车 早跑得没了踪影 自己倒恨自己 出来是干啥来了 竟然能忘了 坐在了岳江楼上 言念初和王院长 都笑脸对他 说天气 说股票 说被纪委留置了的 市委书记 后来王院长 用手摸索着下巴拔胡子 言念初 又夸说英历后的西装 是藏蓝色的好 大方稳重 又问是什么面料 是买的成品 还是定做的 剪裁的笔质利落 肩线硬朗 他们并没有谈到该谈的事 英历后应付了几句说 还真热的 开了窗 看外边的风景 暮色将近 城河水面仍是玻璃状 清风扫过 就破碎不堪 而折射到城墙上 却呈现了 银灰色和烟青色 交替变换者 各种奇异图案 城墙头上有人骑自行车 是那种三人同骑着的自行车 如果绕城墙骑一圈 那是需要四个小时的 而他们不是在锻炼 心闹玩耍 后来就不齐了 在那里拍照 时不时地将脑袋从墙多处探出来 大呼小叫 他们这样做 为的是让城河岸上的行人著作观看 但留意他们的没有几个 而投影倒映在河里 钓鱼的人倒觉得无数脑袋在城墙上挂着 好多孩子在爬城墙 那是一层一层砖砌上去的 突出的砖棱仅仅三只宽 这简直是比赛者停而走险 常常便爬到一米两米了掉下来 掉下来再爬 最高的已经到了四米 有老人从树下草径缓缓走过 走到了楼前 他的嘴在冻着 没有胡须 窝进去想婴儿屁眼 咕弄着不知说些什么 草径边的草很浅 开一种小花 如同夜里落下的繁星 发着一种蓝光 走过楼前又去了那边一片树林子 有人在那里安静地坐着 盯着河面涟漪 不为河对岸车的嘈杂 和人的喧闹所动 远处飘来唱声 在那个八角亭里 一群人在唱琴枪自乐 每日这些人都在这里 定时不定时地唱 或者退休的演员 或者票邮 唱惯了几十年 而不唱就不舒服 要生病 但在家里唱 凡家人和邻居 便不约而同地来这里过雨 一唱开了 必然会有人席地而坐了厅 凡是唱得好的便挂彩 挂一个彩十元钱 那个螺圈腿的老汉就去收钱 然后去告诉唱家 唱家又出场鞠了个躬 再唱一段 树上禅明 今年的禅 似乎比往年出现得早 人一唱 他们就歇了 唱声稍一停顿 又鸣 鸣的越来越高 此起彼伏 后来起风了 围观的开始散去 唱家还在唱 风刮进口 噎了一下 节奏就乱了 一个听者还坐在那里 头一直垂在胸前 天就完全黑下来 收钱的老汉 以看不清的螺圈腿 却在说 呀 你能在风里咳睡呀 书间上回 暂坐继续 英历后 没有像往常那样 一开口说话就笑 但也没有掉脸 只是眼睛好像怕光 半眯着 一眨一眨地难受 头头膜端上来后 把碗放在腿面上 双手掰着 还不时扭头望望包间的窗外 王院长便问起了话 大美女 我问你个问题 我不是大美女 怎么不是大美女 如果强调长相甜的 大眼睛呀 樱桃口呀 薛尖弯眉 或者强调风乳肥臀 那都是为了生育的审美 是农民的意识 瞧你 这五官搭配的 这是高级脸啊 你和爷念初一样高 我发现你从来不穿高跟鞋 这宽肩呀 长脖呀 这大长腿呀 就是个衣服架子吗 只是个衣服架子 没脑子 王院长掖住了 看着爷念初 黑黑黑着 不知所措 爷念初说 英姐从来都是心直口快 我就喜欢直爽人吗 大美女 你知道战国时期 咱们秦国为什么就能打败六国吗 不知道 一是秦国的战马好 二是饮食好 出征时 拿上羊肉和图图膜 在野外把羊肉煮好 抛上磨吃了 热虎又乃积 等杀到敌营了 那些敌人 才费时费力地 掏米呀 洗菜呀 蒸饭炒菜呀 还没吃到口 当然就溃不成军了 哦 英姐 你把头头磨掰大了 要这么掰 先把磨一分为二 为四 用指甲掐 掐出绿豆磕大 而且美丽要保留磨皮嘞 这个泡馍这么细发 掰大就掰大了 我也是吃过了晚饭 陪你们吃几口就是 吃多吃少 都要细发的 老西京上了年纪的人 来吃泡馍要两份 第一份掰好拿去煮 再开始慢慢掰第二份 吃完饭后 将掰出的第二份 用纱布包了带回去 隔天再来 把头一天掰好的 交给厨房去煮 又开始掰另一份 这样每天来吃一顿 掰的磨就轮换着 英历后也就把掰好的磨 再剪大块的掰了一遍 终于掰好了 店员拿去了厨房 英历后掏出一只香烟鞋 你也吸烟呀 心情不好吗 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更不好 这么多天了 夜夜倒汗失眠 这突如其来的祸 躲不过啊 这话不说了 我已经同意了一年初 利息不要了 全单是我借出了钱 今日咱们吃饭肯定要谈这事的 我只是问你 这本金能怎么个还我 王院长站了起来 又坐下来 挪了挪椅子说 英历后 话说到这儿 那我就谢谢你啊 胡老板这一跑路 我一直盯着 他要一回来 我肯定让他把本金一个子不少地还你 他若半年一年 或者七年八年没踪影 就是他死了 你放心 本金我来还 我是担保人嘛 我不能甩手不管 但你知道 我手头也紧张啊 一下子拿不出一千万 还望你体量包涵 我给言念初说了 言念初也可能给你说过了 那就是 第一年我还一百万 第二年还二百万 第三年还三百万 第四年还四百万 这得四年啊 一头牛用勺子吵着吃了 英姐 确实时间是长了点 可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你以前也收过一百五十万的利息 将这一百五十万利息 作为一千万的四年利息 也比你存在银行的利息高了 咱就全当是把钱存在银行了 唉 我还能再说啥 那行吧 那你也把以前的合约拿来了吗 这多天都在身上带着 我和言念初也拿来了 咱就三人当面把旧合约撕了 重新签个新合约 三份旧合约收起来 王院长就用打火机点着烧了 还用脚踩了踩指挥 言念初掏出了三份新合约 让英历后看 英历后看了说 刚才王院长说的都在上面了 王院长说的 也就是我和你说过的 都写明了在上面 你看没意见了 咱就签个字 每人各纳一份 英历后又看了一遍 签了名 接着言念初签名 言念初把笔最后给了王院长 王院长签完说 我上个洗手间 洗手间里 王院长饕荡旧尿 一边尿着一边虚弃 像是尿出了一个长江黄河 出来便把笔从窗子里扔了 气氛毕竟是好了 王院长养身坐在椅子上吸香烟 发给了英历后一只 也发给了言念初一只 言念初说 我不洗粗的 掏出自己的细致香烟 洗得不过眼 我洗粗的 粗的好 还是戏好 两人互不相让 一会儿高声 一会儿笑语 各说各的好 英历后想什么是好 商人说利润好 官员说权利好 狗也说骨头好 但他没有接应 脑袋还沉沉的 坐在那里吸上几口了 就胆腌汁 腌头上已经没烟灰了 还在不停地胆 似乎这样胆着 所有的晦暗也就没有了 三碗泡磨端了上来 王院长很殷勤 从店员手里先接过一碗 放在了英历后面前 催促店员 糖蒜 酱辣子 香菜 快剩啊 啊 餐巾纸 来一包餐巾纸 英历后拿筷子 抄起一口来吃 没料太烫 一时舌头乱动 还是吐了出来 要吹一吹 吹吹 英历后有些不好意思 俯身用纸 将地上的吐物擦了 筷子在碗里搅 要把热气散开 不能搅呀 搅着就灵汤了 从碗边薄着吃 英历后嘴还张着 慢慢平息着 嘴唇 舌头 喉咙和胃的烧 第十四章 海若 茶庄 月将楼分了手 英历后回到家 睡了一觉 醒来正是第二天中午 醒来了 却懒得起来 还赖在床上想心事 年轻的时候 早晨一睁开眼 首先想到这一个男人 那是他在恋爱了 而现在 他最不愿意想到 那份合约 可偏偏脑子里 都是合约的事 他知道再这样 就可能要抑郁了 便立即要岔开 就像看电视条台一样 就故意去想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还有雾霾吗 是轻度 还是重度 起床后吃些什么呢 是熬些绿豆一米稀饭呀 还是煎鸡蛋 冲杯牛奶 二出门 穿那件白色T恤 配深蓝色半裙吧 不 半裙上有印花 显得有些土了 要么 T恤配凉凉裤 要么 不合绿色裙 那么 鞋一定得是小白鞋啊 小白鞋就是 最初的合约签了后 和颜念初一块 在经贸大厦买的 怎么就又是合约呀 忘了他吧 可怎么忘呢 不思量 能不思量吗 门上有豆大的窟窿 挤进来是普罗大的风 一点墨滴在水盆里 那是一盆水的黑呀 硬力后就一身虚汗 气又上来了 一疙瘩堵在心口 原本要把钱带出去 要赚个高利息的 甚至筹划着 拿利息就可以 再去买一间门面房子 而如今不但没了利息 本金也得四年后才能收回 这是多窝囊的事啊 又给谁说去 硬力后便睡不住了 起来洗澡 洗着洗着又想 王院长的朋友跑了路 王院长真的肯在四年里 还清本金吗 能还得了吗 上一份合约签得好好的 王院长和他的朋友 拍了枪子 还是山盟 结果出了不测 那么 现在签的合约 会不会将来再出意外呢 心里又慌起来 多少年里 应力后凡是心慌意乱的时候 都要去拜佛的 只有给佛焚香磕头 祈祷一通了 才能灵魂安妥 科法门寺太远 龙兴寺也在城东 应力后便想到茶庄的二楼上 给那里的佛烧烧香 于是 应力后给海若打电话 问在哪儿 海若说在店里 应力后说你没有出去啊 海若有些莫名其妙 说你是希望我在店里 还是希望我不在店里 应力后支悟着 他心里是不希望海若在店里 担心自己控制不住 把合约的事 说给了海若丢人 但海若这么一问 他倒不能再说 他不去店里了 便说 那你等我啊 我把苏文扇买到了 我送了来 就开了车去了茶庄 茶庄在这个早上很热闹 看门不久 吸力水领着一个男的来了 当着小唐小珍小苏的面 跟海若说 这就是易老师 给他介绍的男朋友 还没等海若说话 大家就惊叫了 说快乐的西节 永远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啪啪啪的一片掌声 那男的说 吸力水总说赞坐茶庄好 说老板和种子们们好 说店员们好 我就来看看大家 不是你来看看大家 是让大家来看看你 欢迎各位评同论足啊 那男的算不上帅 果子脸 腰粗腹大 还在站着微笑 说他在市体育局工作 他们那儿有网球馆 羽毛球馆 游泳馆 乒乓球馆 盼望大家去锻炼 高温来却问 而是免费吗 还是能打折 是收费的 哈 你是处长 我的朋友去了 还收费 小唐小珍 小金又惊叫 哇 还是处长呀 吸力水扎开了五指 说 小拇指头 小拇指头 我不能坏了制度 当我掏腰包给买票嘛 还可以再买一杯热饮 大家又是哇哇叫好 到打去吸力水说 啊哈 西姐 这下砸到你手里了 吸力水优秀啊 海若拉了那男的坐下 让小唐快弃茶来说 人家是政府里的人 咱这些体制外的 平日吸爽惯了 别吓住了他 吸力水说 你起来 你起来 让那男的从门口 走到茶柜前 再从茶柜前走到门口 然后说 好了 这模样 这步态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都展示了 你快去上班吧 我留下来还要说说话 海若赶紧叫小唐 取两河闪南毛尖送上 那男的要付钱 吸力水说 别坐坐了 海姐送的就拿上吧 那男的也笑着说 我比老板大的多大 年龄才大 丽水叫我姐 你也得叫我姐 倒拍拍的男的后背 送出了门 那男的一走 吸力水问 能审查过不 大家又起哄 有的说好像不是处长吧 政府官员都是强势的 怎么你让他走几步 他就走几步 溜狗呀 有的说 男人出门 看一头一脚 投书的光 脚上皮鞋也擦得亮 不错 但怎么那么黑呢 你一直得意是种姊妹中最白的 偏偏就给个黑的 真是抱掩 有的说 嗯 身体好 吸力水说 急度了急度了 我找个男的 都这样遭见我 我要说不要了 你们就一哄而上去抢吧 说完抱住小唐就笑 大家也都在笑 说 依依依依依依 海若最后把吸力水叫上二楼 海若说 婚姻大事 你咋这么不正经 正经呀 领了他来给大家看看吗 这就如政府的干部 任免要公事一样吗 瞧你说那话 又是调侃 又是戏谑 人家若不适应 该怎么看你 如果他看问题 不看本质 那谈不成就拉倒呗 世上还有的是好男人 咱这姊妹里 我看就你心里不安分 五花六花拧麻花的 既然对上眼了 就认认真真和人家谈 易老师介绍的 嗯 易老师倒关心你啊 给他买没人鞋了 今天领来让你看 你认可他了 你也算个没人 给易老师买鞋的时候 也要给你买一双 西里水走了后 海若正收拾着 那些玛瑙金刚锤 英里后就来了电话 也真是巧 要把素文玉竹膳拿来 英里后来后 海若说 你都是忙完一天了 晚上才到我这儿喝茶的 今儿上午倒有闲了 想你了吗 好好说话 别人说你情商低 不会说话 倒会花言巧语了 英里后就笑了说 你是送扇子呀 把扇子从胯包里取出来 还有 没了 海若领着上了二楼 里边的摆设好像又有了些变化 北边的条岸上 靠左是一座水晶座的小佛塔 靠右是一罗现装的经书 中间一尊佛座像 条岸前的一张矮桌上 东边摆着一束花 一盏灯 一碗净水 西边摆着一碗净水 一盏灯 一束花 再前是个香炉 英里后就急切地 去点了一支香 插在香炉上 跪在桌前的那块方形蒲团上 一边双手合十往上看着 一边嘴里嘟嘟嘟地念叨 海若就气了一杯茶说 这是咋了 一来就拜佛了 求佛保佑我 念叨完了 起来坐在海若身边 海若递给了一支香烟 书间上回 暂坐继续 海若说 焚香礼佛 吸烟自尽 你先吸支香烟吧 英里后把香烟点着 有了事儿才来求佛 佛不会满足你的欲望的 求佛只能求自己 我自己求不了自己吗 狠狠地吸起来 烟头红亮 却不冒一丝烟铝 一口一口 很快就燃了一半 哪有你这样吸烟的 出啥事了 唉 也没事 只是心里空 海若再没言语 把那些素文扇摊在罗汉床上 又去翻那些书 摘录四字词语 已被易老师踢写使用 摘录出来的词语有 静界现前 染静不二 阿碧拔志 清风在卧 旷野无尘 义和独祥 高尚骑士 明鹤在阴 被鹤怀愈 丹然无极 格物置之 解衣斑驳 得大自在 有福应否 悠闲真静 墙角里有了曲曲的声音 英历厚说 现在有曲曲啊 你都能吃到四季菜 咋就没各种虫子 在屋里 外边窗台上的吧 二楼这么高的 曲曲也能上来 两人又都不说话了 海若在翻着书页 刷啦刷啦响 英历厚把一只香烟吸完了 你 不听我说什么 你不是不愿说吗 英历厚就笑了一下 笑得很短 刚一出声就没了 那你不翻书了 听我说 英历厚就说了 言历厚和福荣口腔医院的 王院长书 王院长的一个朋友姓胡 姓胡的是个大老板 有楼盘 还开办了一个培训学校 言历厚给他说 王院长是好人 胡老板是好人 都极其优秀 非常有经济实力 他们在一起十多年了 给过他很多帮助 而胡老板的楼盘没有卖出 又要扩建培训学校 资金上一时转不开 能不能贷给他一千万 利息每月五十万 他就通过言念初和王院长 贷给了胡老板一千万 确实是前三个月 都按时给了利息 到第四个月就没有了 后来胡老板的资金链断了 外界的钱多 整天都有讨债的 胡老板就跑路了 海若先还一边翻书一边听 见英零后哭腔下来 就不翻了 说 啊 啊 这么大的事 你咋不和大家商量一下 这类事情社会上发生了好多 你想你也这样 我一是贪心了那高利息 而是言念初介绍呢 那现在咋处理的 言念初跟我说事情发生了 已经无法指望了利息 当然本金要拿回来 王院长是愿意替朋友还本金的 但王院长本人并没多少钱 他可以分四年给我还清 海若闭了嘴 长长地从鼻孔里出气 后来自己也点着一只香烟说 你现在是担心这本金还能要回来 要不回来 我一想起这事 就五脏六腹火一样的烧 海若 你得给我出主意 赚钱的时候 就没你海若了 要不我咋就恨死了我 他拿拳头砸自己脑袋 海若说 不咋了 白痴脑袋越咋越白痴了 你们没什么合约 当初和言念初 王院长胡老板签了个合约 现在情况变了 又签了个新的合约 带合约了吗 英里后就掏出了合约给了海若 海若把合约逐句逐字地看 口里喃喃说道 这么高的利息 你也不想想可能吗 天上真是下馅饼啊 当时借贷 王院长是直接担保人 王院长和言念初 都是直接担保人 这合约上 王院长是直接担保人 而言念初是连带担保人呀 啥 他是连带担保人 傅国生自己看了 果然也念初名字前 写着连带担保人 英里后脸色都白了 这合约是谁起草的 言念初 是他言念初 你咋不看看就签了字 我看了 胡老板一跑路 我那几天就急坏了 只想着如何拿回本金 新合约上 我注意的只是每一年返还多少钱 说吧就愤怒了 骂道 言念初怎么能这样 不是他 我认识王院长是谁 认识胡老板是谁 我是信得过他才同意借贷的 他竟然这时候要脱身 海姐 海姐 他怎么这样 出了事变 我认得还是我和他的情感 才同意只收回本金 又同意四年收回 他竟这样待我 海姐 海姐 就气不成声了 英里后一哭 海若并没有安慰 连着吸了三只香烟 英里后哭了骂 骂了哭 足足半个小时过去 突然拿起桌上的手机 站起来 你干啥 我找言念初去 我这就找他言念初 你把手机拿错了 英里后看着手里的手机 才发现他拿的是海若的 你现在找他干啥 骂他 打他 杀了他 杀了他钱就回来了 英里后又哭起来 拿手打自己脸说 海姐 我咋这么傻啊 我这是被人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吗 海姐 你要帮我 我就继续了这些钱 他们这么使手段 是套子呀 到时候说没钱不给还 那我就活不了啊 众子妹里 我对谁不是实心 对他言念初啥时候不是药 就还给裤子 他把我引到牙上了 看着我掉了钩 他拧身就走 还用树枝扫梅了他的脚印 海若说 言念初也不至于要坑你害你 他退缩是一种本能 自我保护吗 这我要跟他谈谈的 这个时候了 他无论如何都要维护你的利益 催促王院长还钱 那要不还呢 该相信友情 你让我相信友情 让爷念初相信 英里后哽咽着 慢慢静下来 一个小时后 海若送英里后回去 分手时 英里后还说 海姐 那你一定找爷念初呀 我急得很 我比你还急 这不光是一千万的事 崽子们 总不能从此少了一个人啊 英里后抱住了海若 海若说 好了好了 回去在家里 睁个门的墙上挂一面镜子 是不是挂了 就能震邪消灾 让你多照照自己 第十五章 伊瓦 石云堂 一上班 海若接了个电话 脸上表情丰富 语气也柔和 还时不时地颤笑着 高温来和小堂 小珍 小苏 都不敢弄出响动 电话打得时间长 就在一旁看着 有一句能听见是在说谢谢 有一句好像又在问候什么 听不清楚 高温来悄悄说 这是谁的电话 小堂说 你特务呀 我看海姐头上放光了 是不是有好事 当然有好事 果然海若接完电话 告诉了市上 又要召开招商大会 需要二百桶 猴奎茶 高温来叫的 哇 一笔大声音 赶快备货 大家一阵忙乱 一包一包的猴奎茶 装进精致的纸质桶里 小珍贴了私房茶的标签 一瓦又按了赞作的印章 然后呈呈四大箱 海若让全搬到他的车上了 把钥匙交给小堂 让送到招商大会的海清饭店去 小堂低声说 是七老板给联系的 不是 市委书记不是出事了吗 怎么还开招商大会 你咋知道市委书记出事了 我是听顾客讲的 还说问问你 证实一下嘞 嗯 不会牵涉齐老板吧 我给齐老板打电话 没有打通 不会牵涉到他的 这次招商大会是市政府办的 交给了小堂一张卡 还是给宁秘书长 他一直照顾咱的 还是那个数 这次也就二百桶嘛 那是不是咱把每桶提些价 不用 就戳了小堂一指头说 你真会抠 叫了高文来也一块儿去 又叮咛都带些 回来经过吴老板那儿 也送上几桶 不知道 不知吴老板闭关结束了没 打问打问 活佛来的情况 小堂和高文来跑动了大半天 回来竟带来了 石小平豆瓣酱 一袋子争磨 海若也是从外面回来不久 正翻着手机 给大家看他拍的照片 照片是拍摄了 阳光将路边的一排老松 投射在围墙上的影子 高文来也凑过来看说 照射影子干 照射影子干啥 你没注意到影子 把树枝的交错结构 明暗关系 都表达得清清楚楚的吗 哦 小堂就告诉了海若 吴老板闭关还没结束 活佛什么时候来也没转头 但公司的人 却送了他们秦岭农业园产的 豆瓣酱和叫面做的蒸馍 高文来说 浇面蒸馍里边有小孔 又虚又筋道的 加上豆瓣酱香得很 海若就把蒸馍发给大家 掰开了加豆瓣酱 果然十分好吃 都吃着了 高文来没吃 却在问海若 海姐 你怎么就能想着拍树影子 海若笑了说 我学着画画 即便对着树写生 老是画得不像 看到那影子倒觉得 照影子画着好 海姐上厕所 厕所地板铺着大理石 她总是能在大理石上的纹理 看出各种人的图像来 这是对的 文学艺术 都是建立在观察和想象上 咦 不错呀 那我倒要问问你 你去过东城河野那片 槐树林子没有 去过一次 那里谈恋爱的人多 咱没去过 如果在那里 看到地上有许多草 没了净 而旁边的土里 却长了三四颗 像是葵秧子 你会怎么想 我没看见过 就是看到了 这能想到什么呢 草被羊啃过 谁种了像是葵子 哎 你没谈过恋爱 我谈过 人的药房药车我没有 就吹了 小唐衣瓦他们就黑黑地笑 你想想 这一定是做过一对初恋人 那男的不知说些什么 女的害羞 测了身下意识地去掐草 那些草就被掐得没了劲 而他们一直在磕着葵花籽 这时来了风雨 就急急起身走了 雨把那些葵花籽 冲在了土里 葵花籽中有些没磕的 又掐好三四颗并没有草 过后就生长了几颗秧子来 高文来说 姐 还姐 你一定搞过写作 我没写作过 只是爱读些书 你有写作的才能来 一脸的佩服香 海若就说 不要把正磨吃完啊 留下两个和一瓶豆瓣酱 伊瓦 你给伊老师送去 伊瓦说好 伊瓦知道伊老师的书房 就在后边小区中的一栋楼上 但不知道具体的楼号和房门号 高文来说 二号楼三单元 1501 你咋晓得 那天来签书的人说的 我记住了 哦 还有这些 那你也领伊瓦去吧 去了很快回来 别影响人家写作 高文来和范博生吵闹过后 海若是严厉地批评了他 但并没有惩罚 也没有让赔偿 那只大师手绘的展 只是不让他接待顾客 负责一切杂伙 比如拖地 提水 搬运货物 打扫厕所 清理垃圾 店前有顾客开着车来了 安排停车 海若同意了 他也去 易老师的书房 得意了 又得寸进尺 从胯包里取了新写的一首诗稿揣在怀里 领伊瓦去了小区 寻到 二号楼三单元 坐电梯直到了楼顶 书街上回 暂坐继续 易光在洗手间马桶上哼哼着 便秘地拉不出 听见门铃响 嘟闹了一句 不出来就不出来吧 起来开了门 见是衣袜 洗出望外 把衣袜抱住了 一边说 怎么是你来了 欢迎 欢迎 一边双手在衣袜的后背上拍 却看到门旁边还站着高文来 高文来提着个塑料袋子说 易老师好 哦 还带个保镖 别人给亥贱送了多半江河挣磨 亥贱让我给你松些 笑稿呆底撸 好啊 给我送好吃的了 让两人进了屋 屋里客厅不大 窗帘紧拉 有些黑暗 就开了灯 易老师 这像朝圣一样 感谢你能让我进家看看 这不是我的家 一般情况下 每天早上从家里过来 晚上再回去 这你不感谢我 得感谢伊娃呀 伊娃 你还真的在茶庄当店员了 在茶庄能和亥贱 多带些时间 也好好学学擦笛知识 是不是学习了 要在圣彼得堡也开个茶庄呀 这倒没像过 我倒希望你在西京开个西餐馆 现在好多中国人都喜欢西餐 我可以帮你找门面房 到时候还会天天 带一拨人去消费的 啊 啊 伊娃斯也喜欢吃西餐 喜欢呀 也喜欢洋酒和咖啡 高温来一时插不上话 便东张西望屋里的摆设说 开眼了 开眼了 在这么个环境里 写出了那么多大作 我写作是在里边那个房间 你去参观参观 高温来进了里边的房间 大呼小叫起来 啊 哎呀 伊老师 我能拍拍照吗 伊娃看着客厅的东面柜子 柜子的玻璃门锁着 里边放满了书 书前又是各种各样的小件古董 奇石 雕塑 看完了 回过身 靠着柜子 又看着西面的柜子 伊光就站在了她的旁边说 可以啊 你随便照 一条胳膊也顺势撑在了柜子上 伊娃还看着对面柜子里的古董说 你这么爱你的民族的文化 怎么能喜欢西餐 这不矛盾呀 你真漂亮 伊娃说了声谢谢 目光回到伊光脸上 伊光的眼睛里好像有水 其实恶不漂亮 又雀斑 你看见了吗 这雀斑也好看嘛 中国古代的美女 常常常还要在脸上 故意画个字的 伊光好像要用手去摸鼻梁上的雀斑石 却一下子把伊娃推靠在柜面上 吻住了嘴 伊娃冷不防被吻住 气出不来 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脸都憋得通红 约莫一分钟身子分开了 伊娃还在那里喘气说 伊老子 恶似把你叫老子的 你怎么会这样 这有什么呀 难道就没人吻过你 那你也得恶同意呀 你吐如其来 不容不凡数 这词用得好 我喜欢你呀 这就像看见了一朵花 这花不是你家的呀 老子 可我看到了美丽 闻到了香气呀 是不是你们文人好色 伊光哈哈笑起来 却喊道 高文来 你来给我们拍个照啊 高文来从里间屋出来说 伊老师 我以为你的写作桌是个大案子 没想到那么小的 你一生吃那么多东西 嘴不就那么小吗 伊娃 过来照个相 伊娃脸色依然通红说 那又鞋惹 弃下洗手间 热了脸色才好看嘞 但伊娃还是去了洗手间 心里砰砰跳 低声说 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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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口红模糊 嘴唇显得很厚 忙擦擦洗洗 重新化妆 出来了和伊光照相 高文来一边照一边说 伊老师 我想不通的是 你书中那么多人物 那么多情节 竟然有条不紊 层次分明 生动有趣 你是怎么写的 那有什么呀 眼睛一闭 面前就什么都出现了 按着出现的场面 往下写就是了 你照相 注意构图 高文来往前往后 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翘脚站好 拍着 又说 哎呀 你这话可把多少作家 能气死呀 照号了吧 咱不挡屋一落死死见了 该回吧 你还没参观写作间的 那里 留下你的气息 领了伊瓦 去了写作间 一一介绍了 每一件古董的年代 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及它收购来的故事 又引领着到小阁楼上 高文来说 楼上还有啊 上到了阁楼 阁楼是玻璃顶 能看到天空 正有一朵云 高文来激动了 长声啊了一下 伊光说 小高还有诗人劲啊 我就是写诗的 从怀里掏出一台纸 说 伊老师 能给我知道知道 看我是不是写作的料 是不是写作的料 你应该有感觉 怎么个感觉 你到生人家做客 一碗饭端上来 能吃完吃不完 你能估摸吧 总不会吃不完 却端起来吃 结果给人家剩下一半 也是 但他还是把诗稿给了 一光 一光说 你没让伊瓦看看 看过 觉得恶在沼泽地里揍 很累 哪呀哪呀 伊瓦就对那个大画案 来了兴趣 把案上的毛笔 阵尺 竹刀 印章 和每一种颜料盒 都拿进来端详 后来弯腰 看那个盛满清水的瓷盆 一光把诗稿 顺手放在架子上说 那叫笔戏 笔戏 就是涮笔的钢盆 伊瓦又拿起 燕台边的一个小瓷蛙 小瓷蛙蹲卧撞 有着长舌头 一光说 那是肚子里落了水 从嘴里出来 调沫用的 叫滴水 这么长个舌头 臭 啊 阿姨娃 你第一次到我这里来 我给你写个扇面吧 就在桌子上 取出一把团扇 那不要的 你不要 伊老师的书法可值钱了 四十整张是十多万 扇面也两三万的 一光说 四万 四吗 这么贵呀 那么更不要了 你不肯要 我倒偏要送你的 取笔战末 便在团扇上 写了一行小字 桃花器中 美人来 这是这么意思 你知道柳如是吗 诗人吗 我知道 古代的一个歌迹 一光瞪了他一眼说 这是形容美人春天里 从桃花林里走过 或者是美人来了 桃花就全开了 这次形容恶吗 正是 伊瓦拿过了团扇 让高文来给他拍了照 三人在往客厅 下楼梯的时候 高文来在前边走 伊瓦在中间 一光跟在后边 伊瓦还看着团扇 回过头说 谢谢你的利聘 一光就是俯身又吻 但伊瓦已下了一截 没有吻上 要离开了 一光用报纸包了团扇 又找了个纸袋子装了说 伊瓦 这团扇 可不要在茶庄 让人看呀 威萨 让大甲叶粉香个底 守货呀 那他们会怨恨我 我可没给他们写过的 给海贱谢吗 写过 初认识的时候写过 初认识 就像恶今天一样吗 想什么 高文来却说 写了什么诗句 我想该是凤七长近日 贺梦不离云 还是白日要青春 时雨静飞尘 你背送的古诗还不少吗 是 才子正半老 家人以徐娘 高文来鼓掌道 这好啊 谁的诗句 一光说 我的 这又似撒一似 一光笑耳不答 临出门 一光对伊瓦说 伊瓦 我想索要你一个东西 不知肯不肯 伊瓦一脸疑惑说 我今天恐瘦呀 你自带的 我要你一根头发 头发 对 留个纪念 伊瓦就把头发拢到面前 挑了一根拔下来 一光把头发 对着空中看了看 在纸头上绕成圈 装进了一个小桃瓶里 又打开柜门 放进去 下了楼后 高文来说 伊老师好浪漫哟 伊瓦没有言语 高文来又说 多文婉的男人 伊瓦还是没有言语 晚上 海若在小区对面的 那所中医馆 做了爱交 回来上床前 想着明日星期天 不营业 可以睡个懒觉了 就关了手机 不料凌晨四点半就醒了 怎么也睡不着 瞪大眼睛盯着玻璃窗 脖子上沿的燕子窝里 燕子还没有动静 发现 发现燕子是前年的事儿 那时才在垒窝 城市里能有燕子 而且是这么大的雾霾里 燕子来了还垒窝 海若是惊喜了好长时间 古书上讲 家有吉兆 莫过于燕子垒窝 梁上生花 他是把屋顶 所有有木头的地方都看了 没见到零花 便担心燕子会随时停止工作 而重选别处的窝纸呢 所以十多天 没敢打开那面窗子 好的事 窝在窗子上沿 垒好后 燕子年年都来 今年还提前了十二天 海若看着燕窝 再次想起 燕畜超然 这四字古语 燕子是亲近人的 却并不像猫呀狗呀的 和人日常私混 它总是在门楣 乌梁和窗檐上 与人若即若离 海若就起床梳洗 冲了一杯南粉 加进去些燕麦 吃过了 自叹 活得不如个燕子 又到茶庄去 起得这么早 街上也有了许多人 车辆更是往来不绝 与其说 城市的新的一天 又开始了 不如说城市 就连轴转着 没有断过 海若突发奇想 上千万人的城市里 人都是住在哪里 好像从没听说过 谁进错了家门 望着远远近近的高楼 无数的窗口 一静亮灯 感叹着这些 黑油油的水泥大山 山 原来是空的 空空山 到了茶庄门口 天还模糊 海若并没有进店 却去了后边的露水市 吴老板的佛堂里 有着一支庆 听吴老板说 那是在露水市里逃来的 难得这么早来 海若想着茶庄的二楼上 也该有一支庆着好 露水市被称作鬼市 这一点不佳 所有卖着和买着 形象都不甚分明 鼓鼓庸庸 低声草草 海若在那里转悠了几圈 没有发现有庆 到桃的一面铜锣 卖着自称这锣是明朝的 从一个祖上 打羹的人家里收购来的 海若不管年代真假 觉得打羹的罗好啊 打羹的人起得早 又给人报平安 就提着转回茶庄来 茶庄的门竟然开了 小唐在高文来 在卷竹帘 擦玻璃窗 一问 原来是社区办在五点钟 给小唐打了电话 问他是不是 暂坐茶庄的老板 他说他不是 老板是海若 他是店员 唐音音 有什么事吗 社区办的人就抱怨 说茶庄留给他们的 两个手机号 一个关机了 就打这个手机 管你是不是老板 很紧急通知一件事 然后便口气坚定地指示 今天上午市长 要来检查环境卫生 所有辖区内的单位 和私人店铺 六点左右 必须要打扫 尤其茶庄 得保证店前路面和广场上 不能有一点垃圾 广场边的椅子上 不能有灰尘 东青木律画丛里 不能有废纸塑料袋 和枯枝拜叶 小唐说 天呀 这么要求我们 咋不要求雾霾呢 社区办的人说 你说啥 说啥 小唐赶紧挂了电话 起床就给海若打手机 海若的手机 真的是关着 便联系了高文来 小唐说 市长要检查就检查吧 社区办心事动众地 提前搭扫卫生 这不是做假吗 打扫吧 打扫完了 你们早些回去休息 自己到禁殿上了二楼 海若把罗挂在楼梯口 屋里还有些暗 一切家具 摆件 似乎也都睡着 便光光光敲了三下 忽然就笑了 罗一想 家具 摆件 就该苏醒了 相互震动着 就有了灵性 又都坐拥起来 形成一个气场吧 他决意 每日来二楼 都要先敲三下罗呀 听见罗响 小唐跑上来说 店前来了卖花车 有发财树 有绿罗 有兰花和马蹄莲 咱买不买 在店里那盘发财树 活得不精神 就换一盆 马蹄莲有多少 有两大爆的 都买了 我正好没事 修剪了插上几瓶 小唐就出去和卖花人 说以旧的发财树 换新的发财树 如果同意 可以把所有的 马蹄莲全买了 一番讨价还价 两人就 台会一盆发财树 又台出去一盆发财树 然后把两大爆 马蹄莲拿到了二楼 海若付了钱 小唐打发卖花 得人一走 高兴地说 今儿也算没白来 给咱换了盆 新发财树 海若说 咱这茶庄 就你这耙耙子有耻 啪啪子就算有耻 小小子没底呀 你是嫌我不会过日子呀 就是 咱茶庄虽然能赚 但你也确实能花 是胡花 海若都逗笑了说 要不我咋离不得你吗 小唐黑黑了一阵 说要去烧水弃茶 不少了 我不喝的 你不喝 茶神还要喝嘞 在一楼的隔间里烧了水 先沏了一杯茶 供在陆雨向前 弯腰败了三半 再沏一杯茶端到楼上 海若已开始修剪起马蹄莲 小唐放下茶杯 就下楼去抹桌子擦地了 高温来抱了条柱 扫过了店外的台阶 又去扫小光场 天就亮了 是睁开眼的那种亮 豁然然的太阳光 就染红了茶庄后面的 高楼的顶 没有多少物 但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报告 PM2.5的指标仍很高 正疑惑 哎呀 那这以后 什么才算是好天气呢 就看见 从茶庄楼的侧墙后 走过来了几个人 高温来当然能分辨出 什么人是顾客 什么人是市里 各种管理机构的工干 这几个人走路 双腿分得很开 胳膊甩着 脸面严肃 就知道不是收税金的 便是抓安全和卫生的 高温来装着认不得 一边安排着 新来的顾客停车 一边拿眼看着那些人 进了店 倒 倒 再倒 他指挥着倒车 咚的一下 车尾碰到了台阶 开车的人在骂 你胡喊啥来 高温来再不吱声 担心那些人进了店 到底干啥 也就放了调主进店来 店里还若再说 市长来过了 那些人中有个家皮包的说 市长已经来过了 我一直在店外 没有见到市长呀 家皮包的说 你能认识市长 不认识 但市长出来 肯定前呼后拥的 家皮包的不理会了他 给海若说 市长喜欢突击性的检查 他是坐着一辆车 随时就停下来走走转转 经过咱这区域没有停车 也没有下来 那就是表示满意了 既然是突击性检查 你们倒能事先知道 家皮包的说 咋有内线呀 那以后你们的通知 尽量提前 昨晚要是打扫了 就不至于今早这么紧张 家皮包的说 这次已经够及时的了 我们也是昨晚一点 才得到消息的 市长是个工作狂 常常三更半夜 有了什么决定 就打电话召集手下人 高文来又插了一句 他就不睡觉 家皮包的 还是直给海若说 没好身体 当不了大领导啊 可全力又能使人健康啊 给来人各装了一盒茶 他们走了 高文来鼻子里 哼哼着说 忙了半天 还没有见市长的面 这就检查完了 小唐说 你是不是还想再打扫 海若掏出二百元来 一人给一百 让赶快回去再补一件 小唐不要 高文来见小唐不要 他也不要 海若说 别人没来 你们两个来了 就算加班 怎能不要 拿上 然后推他们出门 自己把店门关了 再上了二楼 书间上回 暂坐继续 太阳普照 小树林旁有了十几个人 跳广场舞 那些大妈都腰记了红绸袋 拿着彩扇 扭扭捏捏地仿佛做着一套动作 吸鸦片上瘾 跳那样的舞也上瘾 可想想 什么不上瘾呢 饮酒上瘾 吃饭上瘾 喝茶也上瘾呀 而更多的在鹰树下遛狗的 是些从乡下来打工的年轻姑娘 他们自己还没有结婚 却相互为狗寻找配偶 当然什么品种的狗 要配什么品种的狗 一定得保障纯正 狗在那里交配着 他们就与一旁 谈论着从公司跳槽 谈论着股市 谈论着房租涨价 在城里生活 啥都要钱啊 现在更多了 买纯净水的钱 空气净化器的钱 他们就商量起了 如果辞了工作 能做电商呢 还是做网红 但商量没个结果 莫勒就悄悄思议 坐在广场边上 长条椅上的那个老头 是科学家呀 那么大岁数了 听说还没退休 在什么核研究所工作 核是什么样的核呢 是原子弹吗 一时都惊奇地看着 敬佩不已 却说 啊 世上凡事太好的东西 都是不用的 还说在二楼上 把马蹄帘修剪完了 一大堆的耿井碎叶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 就给颜念初打电话 想着趁现在茶庄清静 能叫来促膝谈谈 但颜念初的电话关机 带把耿井碎叶都收拾完了 又重新摆放了那几个花瓶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再不一遍电话 颜念初还是关机 七八年来 自己是偶尔在晚上睡前 关一下手机 而颜念初 一直白许她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畅通 怎么就大白天地关机呢 海若说 你惹下多大的麻烦了 你还关机 心里就造起来 把古琴拿来 要稳定一下情绪 弹一曲渝州畅晚吧 这个曲子可以说它是熟悉的 可怎么一时无法把握住节奏 原本是风轻月白之下 划着小船的一径 弹出来划水的声音 自己都觉得难听 那不是在划水 是船在石头浪里颠簸 他就不谈了 去桌上翻那本 戒子圆画谱 翻了几页 也觉得无趣 又坐到罗汉床上 要摆弄那些珠子和素文扇 一时 倒哼地笑了一下 觉得自己 越来越沉不住了 焦虑 慌张 有一点生气就上火 是更年期快到了 要变态吗 易光曾经说过 好女人是长得干净 性情安静 而自己已经很难安静了 可事情实在是又多又杂 它无法安静啊 太多的精神追求 和太多的生活基重 实在难以调和 就像肾脏不好 却又要减肥一样 治疗肾脏就得用激素 用了激素身体就肥胖 他不知道自己是 剪了西瓜漏了芝麻 还是剪了芝麻漏了西瓜 正是要在这种困境中 挣脱出 他才想起佛来 归一后 常去吴老板那儿的佛堂 与众居士聚会 又承诺了活佛到来 由他接待 但这些天 活佛一直没个到来的准确日期 而儿子的不成器 下次话的病情不好转 应了以后 又向他控诉延念出 变更合约 更有无法言明的压力 就是市委书记被带走 会不会还牵连出齐老板呢 他深吸自己能量太小 力量太弱 像是一口井了 扑里扑通地往下掉东西 井都要堵实了 海若把一具珠子拿来 挑来选去 看中了时刻 绳线却怎么也穿不进珠子的眼 区区放大镜时 胳膊又撞了装珠子的盒子 盒子掉在地上 哗哗啦啦 所有的珠子都在地板上跳跃滚动 而窗缝里这时 又挤进来了两三只蜜蜂 制造着小噪音 海若坐下了 再不去捡珠子 也不拍打蜜蜂 摸出一支香烟 便着了吸 吸过一半 海若还是拨通向其宇的电话 向其宇说 咦 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情况怎么样 你是说夏字花吧 也不关心我夜里睡了没 今早吃了没 听你这口气 夏字花的情况还好 向其宇声音低下来说 不好 似乎比前几天还差 扶起来坐也不想坐 只是躺着 唉 还是一阵清醒 一阵迷糊吗 是啊 昨天傍晚醒过来了 见夏蕾没 昨天傍晚醒过来了 见夏蕾 见夏蕾没在 就又流眼泪 老太太没带孩子去 昨天下午来过 来了她迷糊着 老太太就是哭 我打发他们走了 她却醒了过来 说是要吃泡面 怎么能吃泡面啊 我也觉得不能吃 她说她想吃 特别想吃 我泡了一碗 却仅仅喝了几口汤 你把这些 没告诉医生吗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用的也是国内 目前最好的药 只能再观察 等她有奇迹出现 海若就沉默了 海若挂了电话 她想喝酒 不知怎么就想喝酒 从二楼跑到一楼 从柜子里取了一瓶 红西凤 再上到二楼喝起来 店里没有菜 只有茶点和一些干果 但她懒得在下楼去拿了 就举着瓶子 一口一口地喝 很快 一瓶就下去了一半 海若头重起来 眼睛发黏 脸上的肌肉 却似乎有些僵硬 后来便一歪身 倒卧在了 罗汉床上 酒瓶子趁势溜脱了手 掉下去 但没有掉在地上 扔在床上 反靠着床头板 往外流淌 海若吃眼看着 那酒瓶子也醉了 流淌出来的不是酒 是透明的血 所有的人 在喝醉之后 都喜欢给亲朋好友打电话 海若也是这样 她紧紧地抓着手机 手机是她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好像 落水后的稻草 说些上回 暂坐继续 她第一个给表弟打 表弟是齐老板的部下 十多天前 去了福建 考察那里的一个房地产项目 走时 还主动提出 可以顺便为茶庄 收购些茶叶 表弟回话说 她还在福建 今年四大明聪 产量不高 但质量倒比往年好 已经收购到 三十斤白鸡罐 三十斤水金龟 五十斤铁罗汉 还有一百斤大红袍 都装包脱运了 估计三天后就能收到 海若却在问 你老板呢 老板呢 这么多天都联系不上 手机一直关着 表弟才告诉说 齐老板在他来福建的头一天 去了澳门 齐老板习惯一出去 就不用旧手机了 海若知道 齐老板在澳门 赌过几次 每次都是输 怎么不急 去教训又去了呢 海若说 你肯定他还在澳门 我昨天和公司的人 通过电话 齐老板是在澳门 你想办法通知他 赶快回来 有什么事吗 有事 他重新拾起酒瓶 喝了一下 呛了口 原本是感叹后的语气 便变得沙哑无力 打过了表弟的电话 海若从罗汉床上站起来 突然看到窗子里 射过来的光柱里 满是些活着的虫子 王启一跳着要抓 身子竟感觉要飞起来 太神奇了 这种感觉 他是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海若立即想要把这种感觉 告诉众姊妹 便胡论地按手机号码 而手指头 却有些不听指挥 常常就按空了 或者一下子 按了两个号码 手机发出滴滴的噪音 他就在骂西立水 在骂路易可 在骂于本温 在骂象棋于 硬立后 冯盈 爷念初 思义男 徐熙 还有伊瓦 为什么不接电话 为什么都不接电话 这时候 他激灵了一下 把手机几乎贴在了脸前 睁大着眼睛 认真地一下一下按号码 嘴里说 你们不理我 我给易光电话 易光会给我说话的 海若常常是有烦心事 就想给易光说 尤其在喝多了酒 易光能接纳他 陪他说话 能说两三个小时 有几次 最后竟然就醉 卧在他家的沙发上 不省人事 多少年了 海若面对着自己身体 去解释女人这个词 除了晚上在家里的床上 洗澡间 穿衣静前和化妆台上 再就是坐在易光面前了 听他说话 笑 或者噎语 那是完全地慵懒 甚至柔软 像一只小猫 眉眼迷离着 是融化了的唐膝 拿不起来 又粘在手上甩不掉 但是 易光却从来没有对他做过 过分的动作 没有 没有拥抱 没有接吻 甚至在认识之后 连见面握手都没有 海若也疑惑过 易光结识的女人是太多 他也和一些小女生相好 一个比一个漂亮 是易光并不爱她吗 他细细观察和感受着 他相信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能力 易光是爱着自己的 易光说过 男女有了一次性爱 要么就越来越亲 要么就再不往来 形同路人 易光或许是对他 以及对他的众姊妹们 喜欢着 却不愿意 有了那一种事情 而使这种感情 难以持久 海若给易光拨电话 电话是拨通了 却一直没人接 今天是怎么了 打谁的电话 不是关机 便是通了又没人接 为什么没有接呢 他这时候 要么是从家里已经去了书房 要么在外开会 或参加什么活动 可再忙 也能接个电话呀 是不是书房里 又有了那些小姑娘 海若这么想着 心里无名的紧迫 就拾起性子 又拨了一次 再拨一次 他烦了吧 就是让他烦 他甚至在罗汉床下巡邪 要踢上了 直接就去小区楼顶的书房去 这时候手机响了一下 食材倒进油锅里的尖叫 手机在桌上颤动着打转 上面显示了号码 是易光的 海若像抓鱼一样 把手机抓起来 竟然再一次滑脱 但易光的口气低缓 再解释说 手机一直静音 刚才来电没听见 海若说 这我不信 你在搪塞我 以前是你多给我电话 后来是我不给你电话 你不给我电话 现在 你已经连我的电话 也不接了 我真是悲催 你干什么事了 把手机静音 易光好像在笑 声音更低缓了 又解释说 在打麻将 从昨天晚上打到了现在 打麻将 你不是稀释如今吗 能打这么久麻将 和谁打麻将 易光还是解释 是和三个男的 其中就有市委秘书长 真的 那你让秘书长接电话 易光还是解释 秘书长输了 他一输就把麻将牌 哗啦推了 生气地上班去了 和另外两个朋友 一个上厕所 一个洗脸 而他也是输了 他正在复盘 还若听出易光是实话 那秘书长虽然聪明能干 也最能帮他 但脾气是急躁冲动 心性是不如易光 易光输了还复盘 厉害人 就厉害在这里 哦 那我能来吗 你给秘书长 说过路易可的事了吗 易光仍在解释 不要来了 他们三个还要继续打麻将 你来了不好 已经给秘书长说了 但人家现在很为难 老大一出事 他们都是惊弓之鸟 这时候 没人肯办这些事了 海若的酒劲 似乎慢慢退去 还要说些什么 易光说了一句 我正复盘来 那就这样吧 电话就断了 海若这才虚了一口气 仍多少有些遗憾通话的 时间太短 他还有好多话要给他说 他多想听听 他那解释的声音呀 电话又一次唱着音乐 响起来 他拿起来看也不看就说 你不是复盘吗 还打回电话 电话那头却是 你在怨恨谁了 海若一惊 酒醉完全清醒了 才看清是吸力水的号码 书间上回 暂坐继续 海姐 海姐 我有一肚子烦恼 我得跟你说 我是你垃圾桶啊 那我说给谁啊 这么大个城里 人似乎都没长耳朵 说给谁呢 你让我憋死呀 海若坐直了身子 哼了一声说 烦恼了 在家里喝酒 或者出去转转 已经转出来了 就在茶庄外 茶庄今日不营业吗 我就在二楼 哎呀 你活该是我姐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总会出现 我命苦 咋就有你们这些姊妹 那才几个人呀 皇帝养活一国人嘞 海若头重脚轻 走下楼梯时 楼梯台阶就是棉花做的 开了店 果然吸力水的车 就停在门前 把门锁了 上车来 海若竟然就锁上店门 一到车上 却骂 你有病了是不是 你是要吗 车开动了 吸力水说 你喝酒了 一个人喝酒 也不叫上我 你一喝多就是哭 眼泪鼻涕地往下流 肯定不叫你 好好好 你吃毒食吧 可上了我的车 就像是 肉到了我的案板上 切下舵呀 今儿就有我了 吸力水开了车 却不去商场买货 也不去饭馆吃东西 竟毫无目的地 在街上转 除了这条巷 进入那条街 进了这条街 又去了那条巷 这是到哪儿啊 这轮子到哪儿就到哪儿 吸力水并没有说 她的婚姻 她把兴起的事 复述了一遍 海若说 瞧你认识的人 多聪明的 她是聪明 怯懦是聪明 凶残也是聪明 你说我去不去香港 啥事你都去呀 稍不留神 车的前轮上了路沿 忙打方向盘 轮子再从路沿上下来 车子颠簸了两下 海若从座位上弹起来说 你咋开的车 我在你车上 拉的不是土豆 吸力水笑了一下说 你柔和心 车都嫌你说话硬来 我想我是去不成的 肯定不去 你告诉她 她也不要去 她原先日子过得苦 谁知道她做事这么狠的 我都后悔交了她这样的朋友 想和她不来往吧 可她黏我 给我哭诉 又觉得她蛮可怜 海姐 人常说 谁谁谁有烂桃花院 我偏遇上这种人 真不知该怎么带她了 既然是你的朋友 她黏你 是你还能让她黏吗 就像我黏你一样 你是来跟我诉烦恼的 还是来戏闹的 不正经 正经 正经 你说 我给你说个例子吧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 她学校毕业后 找不到工作 临时在曲狐的一个景点 当讲解员 不知听谁说 我和曲狐新区主任认识 就三天两头 来让我给主任推荐她 我推荐了 主任把她招为合同工 干了一年 她又认识了一位副市长 又是不停地找副市长 她就从景点调到了市旅游局 她从此认为 只要切而不舍地找领导 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她是后来当了科长 当了副处长 还要当办公室主任 就又找旅游局长 一边给局长行贿 一边写匿名信 诬告竞争对手 结果局长因腐败被抓了 她被调查出来 开除了公职 你这位朋友 那样做可能是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 可以给那香港老头使手段 但若养成这种思维 做什么事情都要不顾一切 那就可怕了 如果啥事只顾自己 其实自己就是弱者 而且这一辈子也发达不起来 是呀 是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 却说不出你这话 能不能几时我带了她来见见你和大家 你跟她说说 行吗 你见过那香港老头 没见过 见过她丈夫 这倒见过一次 人倒还帅 没本事脾气暴 她说她有家暴 还有家暴 几次我看到她鼻青脸肿的 唉 这咋和冯莹一样的命 我倒是同意她和那男的离婚 她现在分居了 却总要从家里拉走些东西 还让我帮她 唉 如果她真要拉东西 你这边能否找一辆卡车 嫌几个有力气的人 你们小区那儿能租到一个放东西的小房子吗 不用再找房子 放到四一南家具店的库房就是了 拉的时候 我给派人派车 却说 你认不认识什么讨债公司的人 我不认识 谁欠账不还了 不认识就算了 两人差不多转到十二点 在一个小饭馆吃了拉面 稀绿水把海若送去医院 那时 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 消防车噎着长声吼叫 欢迎收听 贾平蛙长篇小说 赞座 我讲 郑阳蒙熙 第十七章 向其宇能量仓馆 向其宇从医院回来后 下午没事 接了夏字花的娘和孩子到曲湖游玩 曲湖占地上万亩 四周 浓桃艳梨 樱花正凡 老太太腿脚不好 就在湖边停自作了 她和夏蕾在草坪上追逐蝴蝶 一只蜻蜓飞来站在石头上 向其宇表演着说 蜻蜓你歇 我捉蝴蝶呀 不捉你 蜻蜓果然不动 她一下子捉住了 让夏蕾拿了去玩 自己便忘记湖水 湖水在风里起波 像煮沸了似的 一时想到许多不如意的事 眉头又皱起来 众姊妹中 向其宇的皮肤是最白的 鼻子也秀柳 缺险是嘴唇太薄 爱皱眉 嘴唇做了填充后 又总是涂着利红的唇膏 显得厌诈 但就是改不了皱眉 一皱眉心便像爬了条小虫子 海若曾说 心事太多呀 都成了疾病了 向其宇就有意地搓搓眼睛 不再看湖水 做起健身操来 一回头 却见夏蕾拔下了蜻蜓的一只翅膀 让蜻蜓飞 蜻蜓掉在地上 她又要拔另一只翅膀 向其宇就一下子生气了 训斥了几句 心里不爱怜了这孩子 这当然 工商局的老申来电话 问他在不在管理 他说他在外边 老申便抱怨 他带了几个人来 你竟然不在 他说你让经理先安排客人 他立即赶过去 便把老太太和孩子 送回桶子楼 一路上孩子不理他 他也不理孩子 只和老太太说话 资和人合伙办的塑料加工厂 因污染严重被政府关闭后 像其余就一直干啥都不顺当 费了多大的难产 争取到了资格证 开了家药店 而悬着不理想 店面规模还小 收入并没有预想的好 去年冬天贷款在看了家 泰赫兹能量仓馆 顾客室上 虽然知道新馆要微热 得一年两年的 但贷款利息的压力 却让他难以轻松 这期间 老申就来过几次 并不断地给他拉客人 像其余到了管理 老申带来的客人 都已经进了仓 里聊 而他却在休息室喝茶 像其余说 哎呀 你没去做呀 我不做 只全心全意 给管理拉生意 为啥我敬重你 你没私心吗 就是来看看你 你 十年前你这么说 我信的 这世界千变万化 但有一样一直不变 就是人与人的感情 十年前我爱慕你 十年后依然如此吗 我说的可是真话 那我就当真话听了 今日 该不会带来的是 什么女士吧 傻兽见我带过女的来 来的是三个朋友 请他们领导来 这就对了 多带领导来 领导体验过了 能影响更多人来 便让经理重新换查 经理心气了 一盖碗特级龙井 说 请深先生包涵 这是向总自己的茶 他不在我不敢动用 以后就直接叫深哥 深哥带人来了 一律上好茶 深哥一个人来 一切免费 老生喝了特级龙井 顺口说了一段话 一碗喉稳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 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清汗 平生不平事 浸相毛孔散 五碗击鼓青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只觉两夜 袭袭倾风生 哪呀哪呀 你有正好的文采 我爱读些杂书 古人说的 我记下 转给赞座茶庄的老板 让他抄了挂在店里 这是多好的广告 你也认识那里的老板 我们好的是姊妹 听说那里能买到 全市最好的茶 那当然 起身给茶碗蓄水 就是拉开窗帘 窗外正是小区院子的 东南角 大约三亩左右 高高低低长着松 柳 鹰 海棠 丁香 鱼 怀 桃 其中夹杂着玫瑰 勺药 美人椒 月脊在院墙头上 蓬蓬勃勃勃了一堆 老神说 你这馆选的地方好 咋个好 树长得这么多 树最懂得生长环境的 是不是呀 树一站那里 就不动了 但都是想飞 你看许多叶子 都是雨状的 你是说我嘞 还是说你嘞 老神 黑黑笑 向其宇说 以前真没看出 你懂得这么多 就是略小的些草木知识 平常不愿多说的 见了你也倒话多了 不嫌我再卖弄吧 我喜欢你卖弄 老神就夸夸其谈了 向其宇也配合得紧 取了笔纸说 你说慢点 我记下了 也可向别人炫耀 于是老神在讲 英是书中最不正经的 特立独行 开花在前 生业在后 是未婚先月 柳是有情思的书 古人远行相送 都是赠个柳枝 你看它出绿时 就是一树青烟 槐树也做晃 常开些晃花 香春 为树上熟菜 石榴树性感呀 果实熟实 裂壳露子的 就像美女 故意要穿低领 核桃有大年小年的 为了能年年挂果 需要刀剖树皮一圈 世数不嫁接 结果只有枣大 俗称软枣 瞧那片兔丝籽吗 爬上了那棵松树 它会依附 却显得多缠绵啊 那一堆白石头 几时能长上苔藓呢 听说过宁夏的枸杞吗 最能结过 一株结成千上万 但根几丈场 从没人完整地挖起过 还有索杨 输久寒天仍在地下涨 地面上方圆一尺内 都不会结冰 不 陕南很多地方产牡丹 水烧开了 像牡丹绽放 当地人把白开水 就叫牡丹花水 老生性质还高 坐礼疗的三人出了仓 洗澡换衣 也来到休息室 老生就不讲了 起身给向其宇一一介绍 向其宇也便知道了 那个耳后落腮的是伟领导 两个瘦子 一个是领导的部下 一个是领导部下的朋友 领导掏出香烟吸 向其宇忙抱歉 他不会吸 也总是忘了背香烟 忙让经理出去买 自己倒亲自去汽茶 偏偏是湖里没了热水 插了电炉再烧 待烧好了端了茶来 老生好像刚说过领导的气色好 才在仓里种过呀 气色可能会好些 其实身体不行 这些年太忙太累 心理压力又大 血脂 血糖 血压都高了 当领导是辛苦啊 一个瘦子说 可你想象不来领导有多辛苦 就说这次接待北京来的巡视组吧 开会 约谈 汇报 写材料 配同去十个单位检查 白日黑夜连周转着十多天 我都累得趴下了 领导一直笑着喝茶 把茶碗放下了 说 这儿没外人 我给你说 做人难 试图上做人更难 对上要痒 对下要腐 白暖白寒 乍阴乍阳 人间多少恶趣都得尝的 老生说 可多少人都想尝着恶趣啊 四个人就笑起来 书阶上回 暂坐继续 笑过了 却一时都没了话 向其宇趁机 给个人茶碗里蓄水 老生便伸手摸了一个瘦子裤带上挂着的玉 说 向老板脖子上挂玉 你也挂玉呀 这玉不错嘛 瘦子说 和田子儿料 撂了个皮修 你这座商人的 就该佩戴皮修 皮修是只吃不拉的神兽啊 瘦子连声哼哼 对另一个瘦子说 你把你的给老生看看 那个瘦子掀了一下衣角 裤带上也挂着一块玉 呀 仿汉的钢毛 领导说 钢毛是啥 钢毛是在玉上刻了一种咒语 咒语头两个字是钢毛 就把这种刻咒语的玉称为钢毛 是汉代官人们的服饰 讲究辟邪护身 又彰显对权力的向往和追求 那瘦子一下脸红 看了一下领导 钢毛应该配领导的 便要从裤带上往下挤 领导说 我不要的 汉代是汉代 现在是现在 何况我也无法戴的 老生说 可以装在口袋吗 你这钢毛是青海料 我替你送领导一个好的 我认识坎教授 从他弄一个白玉子料了 让人雕刻 领导说 坎教授 当教授的能有玉 他在大学里教务里 却是个玉痴 几十年来收藏的玉 摆满了两间房子 字体的摘号就叫玉楼 一个瘦子说 西青还有这样的奇人啊 他的奇处多了 一是他收藏的全市和田子料原石 从来不卖 顾家有上亿元价产 日子却过得十分拮据 那这人是看守人 二世一直单身 只说今生要孤寡了 五十五岁上 却和一个女子结婚 那女的年轻漂亮 又十分时尚 一个瘦子说 老夫少妻啊 那肯定是女子 看中那些玉了 婚后是不是打打闹闹 过不到一块 是过不到一块 却生了个女儿 这就是她的奇处之三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吗 我读过一本古书 上面就写着 我被只为有了妻子 便惹许多闲事 撇之不得 傍之可厌 如衣败絮行经济中 步步牵挂 直四 是女儿一岁半时 两人却离婚了 一个瘦子说 看看看 果然不长久 那女的分了一半的约 分了多少玉 我不知道 女儿倒是判给了 砍教授 我在街上 遇见过几次 他怀里抱着孩子 手里提着奶瓶 和尿不湿 看着 却让人稀晃 他倒淡定 说 我女儿长得好看吧 以后我们相依为命 那女儿是长得好看 但不像她 一个瘦子说 让我算算 五十五结婚 孩子一岁半 那孩子二十岁时 他就七十七八了 他能想孩子什么福 领导说 这又是看守人 更奇的是 这女儿大家都说不像她 说得多了 她也觉得疑惑 去做了个亲子鉴定 果然孩子与她 没有血缘关系 就在前几天 把孩子送回给了 那个女的 一个瘦子说 啊 这够悲惨 大家就骂那女的 一个瘦子说 找媳妇不能太年轻 更不能太漂亮 太年轻漂亮 都是坏人 这不能一概而论啊 如房子 房子盖得周正 就向阳通风耐用 房子若盖得歪歪扭扭 阴暗潮湿 闭塞随时都会倒塌的 向其宇始终没插嘴 听他们说的热闹 这时却问 那女的叫什么名字 老生说 姓阎 叫念初 向其宇吓了一跳说 阎念初 长得啥模样 个子比你高 挺瘦 看着蛮阳气的 走路头仰着 戴个墨镜 和凡人不搭话 哦 哦 你认识 不认识 送走了客人 向其宇 像打了鸡血似的 安宁不下来 他也说不清是愤怒 是同情 使心在乐祸 反正如地下的 溶浆在奔冲 要寻着出口喷出来 拿起了手机 从能量仓馆的大门口 还没回到办公室 就给路易可打电话 电话是通了 但一通就被挂断 连打了三次都断了 是路易可的手机出了毛病 还是路易可故意不接 如果不是手机出了毛病 路易可不可能不接呀 在处理急事 处理什么急事 有他的急吗 索性就开车到路易可公司去 嘴里还怨恨 我得跟你说呀 既有蛋不让下憋死鸡呀 路易可是在公司 但心情郁满 关了门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用谱个算卦来 当海若告诉了秘书长 不肯也不便给许少林的领导说话 LED显示屏的声音就无望了 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公司经营一直半死不活 自争取到了机场路上的一块广告牌后 西里水又透露了 LED显示屏的消息 他请西里水吃饭 还说一个人的霉运消退 好运将至 经常是有三个兆头的 一是有人帮你 西里水就说 按说西里水是无法帮他的 偏就是遇上了许少林 二是有人来指明方向 海若就是 海若提出找市场领导 给许少林的局长打电话 三是自己的胃竟然不疼了 以前烧吃的不对付便疼 而现在冰皮喝了也没事 可秘书长的回话 使他有了极大的挫败感 也就在上午 他的一个小叔来了电话 小叔在成都 也办了一家设计公司 生意好 规模扩大 希望他能去公司 做个管理的副总经理 他就心在动摇了 但是去着好 还是不去着好 他没主意 便拿扑克来算卦 用扑克算卦 众子妹都会这种游戏 以前都是在一起了 算婚姻爱情的 现在他郑重地 要来算他的去留 把扑克摊在桌上 反复地搭配组合 算一次是走着好 却说 真的要走啊 再算一次又留着好 又再算 并心里默想 不论去一留 凡是哪种一连三次 都一个答案 那就任命而决定了 正算着 放在身边的手机就响了 骂了一句 谁烦人 看也不看就摁断了 电话连响了几遍 几遍他都摁断了 但是 连着算了六七次 去留没有出现 哪一种一连三次都一样的 就说 爹 爹呀 我该咋办 你能在化身出现出现吗 你若化身出现 那我就不走了 爹 爹 然后就呆坐在那里 这时候 向其宇到了公司 向其宇见衣桌扑克 说 哦 我接着寻你 你却在算卦 又算你的婚姻案情了 那压根不准吗 我就不再算 这辈子永远不信婚姻案情了 路易可说 今日咋到我这儿来了 我给你电话你不接 我怕你遭啥事吗 能住啥事 要么发大财了再数票子来 要么被哪个帅小伙劫持了 路易可笑了说 哪有这样的好事 说 有啥事 你这一两天见爷念出了没 他一直关机啊 海杰找他也联系不上 这可能就是真的了 什么真的假的 我不知该给你说不说 你那嘴还能憋住 向其宇就把听来的话 复述了一遍说 他咋能这样啊 想嫁谁就嫁谁 咱都支持 过后不成了想离婚就离婚 咱也都支持 可孩子不是他丈夫的 就是道德底线问题啊 没见得爷念出 不敢下结论的 你听了这消息不激动 爷念出是咱姊妹啊 真相没核实 你激动啥呀 老生我熟悉 他根本不了解 我和爷念出的关系 他不可能妄语 就算是真的 这事就此打住 给谁都不要说 给谁说呀 我还嫌丢人